一旦三尊暗金魔羊抵达身前三米范围之内 他还是无法做出决定的话 那也不需要决定了 三只暗金魔羊的绞杀之下 朱衡宇绝对是在劫难逃的 大脑快速思索之间 只一瞬间 朱衡宇就做出了决定 就这样离开的话 朱衡宇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也根本没有能力去拯救魔羊族 想要拯救魔羊族亿万百姓 唯一的办法就是冒死一拼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除非朱衡宇想眼睁睁地看住 亿万魔羊族子民悲惨地死去 否则的话 他根本无路可退 只能向前 猛一咬牙之间 朱衡宇身躯一沉之间 双腿瞬间发力 朝着三座祭坛处冲了过去 第4277章暗金皇冠 朱衡宇只能赌了 他要赌的 就是玄色谷中的金钟光照 可以挡住三尊暗金魔羊的冲击 如果抵挡不住的话 那朱衡宇就必死无疑 啪哒啪哒 激烈的脚步声中 朱衡宇斜斜地向住三座祭坛的方向 全速奔了过去 同时 三只暗金魔羊 也分别从三个位置 朝着朱衡宇冲了过来 白光圣体可不只是破坏力高 其战体的力量 强度 以及速度 都是足以碾压一切的 即便朱衡宇在入魔丹的帮助下 竟升为了天魔战体 即便朱衡宇在魔罗血果的帮助下 将魔体的潜力拓展到了极限 可是 83段魔体的限制下 单就速度而言 远不如那三尊暗金战偶 而且差距还很大 一时之间 整个五层空间之内 四道身影全速狂飙住 同时朝着那三座暗金祭坛冲了过去 当 当 当 眼看着三尊暗金魔羊 即将与朱衡宇的身躯撞击在一起 一尊玄色的鼓钟 自朱衡宇的头顶百会穴中生了起来 悠扬的钟声 在空旷的五层空间中回荡了起来 和以前的任何时刻都不一样 这一次 那玄色鼓钟不但现出了身来 而且那钟声 一响便是三声 悠扬的钟声中 整个天地瞬间静止了下来 时间 空间 乃至空气中游离的五行元素 以及各种能量 全部都静止了下来 甚至于 就连光芒闪耀的三座暗金祭坛之上 那闪烁的光芒 也完全静止了下来 五彩的光芒 犹如实物一般 横跟在半空中 一动也不动 在偌大的五层空间之内 只有朱衡宇一个人 依然可以自如行动 奔跑自如 面对周遭的一切 朱衡宇并没有太多去观察 在全素的兵士之间 朱衡宇瞬间冲上了第一座祭坛 哗啦 一道烈博般的声响中 朱衡宇瞬间便穿越了祭坛之外 那五彩的芥节 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 三座祭坛上的芥节 似乎完好如初 可是 在玄色谷中的声波冲击下 三道芥节都已经崩溃 瓦解了 之所以还保持原样 不过是因为时间和空间 都被镇压了的结果 一旦时间和空间的压制 被解除的话 三座祭坛上的芥节 瞬间便会崩溃瓦解 化作五彩的光点 消散于天地之间 第一座祭坛之上 陈列着一枚紫黑色的圆球 来不及仔细观察 朱恒宇第一时间 将那枚紫黑色的圆球 抓在了手中 随后 朱恒宇毫不停留 第一时间转过身 朝下一座祭坛冲了过去 全速奔跑之间 朱恒宇分出一缕神魂 侦测住手中那紫黑色的圆球 探测之下 朱恒宇身躯猛地一颤 全速奔驰的身躯 一连几个踉枪之间 差点因此而摔倒 在朱恒宇的探测之下 这祭坛之上 陈列的竟然是一枚传承魔球 而这枚传承魔球 竟然只是一道初阶的 传承魔法劫雷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堂堂的皇室宝库 而且是第五层 为什么会出现一枚传承魔球 而且 这枚传承魔球中封印住的 竟然只是一道初级传承魔法 虽然说 传承魔法的威力 与品级并无绝对的关系 可是 这也正说明 传承魔法之间的威力 其实是相差不大的 因此 在这皇室宝库第五层 竟然出现了一个 初级魔法的传承魔球 这怎么都想不通 如果 这里出现的是一道 终极传承 甚至是唯一传承 朱恒宇反倒比较容易接受 可是 这绝对是一枚初级传承魔球 这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理解 都是万万无法理解的 茫然之间 朱恒宇用力甩了甩脑袋 不去多想 朱恒宇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多想 悬色谷中虽然可以压制住周围的时间和空间 但却不是无敌的 被镇压的目标越是强大 其镇压效果的持续时间就越是短暂 镇压得延续的时间 并不是固定的 目标的实力越强 则持续的时间越短 镇压的目标数量越多 则持续的时间越短 朱恒宇自身的实力越强 则持续的时间越长 现在 玄色谷中镇压的 可是三尊白光圣体的暗精战偶 因此 朱恒宇也不确定 镇压持续的时间 到底能有多长 一旦玄色谷中的镇压解除 而朱恒宇还来不及逃走的话 那一切都结束了 在三只暗精魔阳的绞杀之下 朱恒宇连一丝生机都没有 全速奔跑之间 朱恒宇一路畅通无阻地 破开了第二座暗精祭坛上的界界 踏上了第二座祭坛 这第二座祭坛之上 陈列的是一顶造型奇特的皇冠 整体而言 这顶皇冠的造型和古典的皇冠 并无太大的差别 唯一奇特之处 就是皇冠正面的三道凸起 并不是普通的三角形尖刺 在暗精色的皇冠之上 正面的位置是三只抽象的魔阳 看出这顶皇冠 朱恒宇的双眼 前所未有地亮了起来 一直以来 魔阳族都是以传承圣器 作为魔皇的权力象征 手持传承圣器 才可以名正言顺地 行使魔皇的权力 虽然说 魔阳族的魔皇 也是有皇冠的 但是 魔阳族魔皇的皇冠 不过是一件法器而已 并没有任何的象征意义 每一届魔皇 都会为自己打造一顶崭新的皇冠 不过 在太古时代的初期 魔阳族最巅峰的盛世时期 魔阳族的魔皇 其实是以皇冠为象征的 拥有了皇冠 才算是真正的魔阳族皇帝 这顶三阳皇冠 在魔阳族的地位 即便和传承圣器比起来 也只是稍训一筹而已 不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三阳皇冠 莫名其妙地 消失在了魔阳族的历史长河之中 没有人知道 这顶三阳皇冠到底哪去了 轰隆隆 正在诸恒与狂喜之间 周围的空间 开始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感受着空间的震荡 只一瞬间 朱恒与的脸色便变得煞白了起来 很显然 悬色谷中的压制时间 已经所剩不多了 朱恒与面临艰难的抉择 要么 他立刻转身离开 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 可是 如果立刻转身离开的话 那么第三座祭坛上的宝物 便无法获取了 心念一动之间 朱恒与瞬间做出了决定 虽然暂时来说 朱恒与还不知道 这三只阳皇冠 到底有什么功能 但是 他必须要离开了 一旦悬色谷中的镇压效果解除 朱恒与便再无任何后手了 一旦有三只暗金魔阳围杀过来 朱恒与就只能束手待毙 根本没有对抗的必要 朱恒与心念一动之间 将左手中的传承魔球 以及右手中的三阳皇冠 收进冰皇手环之内 同时 朱恒与发足狂奔 朝着五层空间的入口处跑了过去 刚跑出没几步 朱恒与便愕然发现 那枚传承魔球 已经被收入了冰皇手环之内 可是右手中的暗金皇冠 竟然无法收进冰皇手环之内 朱恒与来不及细想 右手一番之间 直接将皇冠套在了脑袋上 毕竟 这皇冠是由暗金炼制而成的 非常有分量 如果一直拎在手上的话 跑起来非常不方便 平衡上会大受影响 随手将皇冠套在头上之后 朱恒与全速朝入口处窜了过去 轰隆 刚跑出没几步 朱恒与只觉得脑海中一阵轰鸣 朱恒与一脸震撼地 慢慢停下了脚步 就在皇冠套在头上的一瞬间 朱恒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的神念 竟然畅通无阻地 与那三只暗金魔阳连在了一起 借助暗金皇冠 朱恒与的神念 轻易地进入了三尊暗金魔阳身躯之内 并且轻而易举地 将自己的神念 寄托在了三尊暗金魔阳核心法阵处 那枚灵魂水晶之内 第4278章悬空晶晶 茫然地停下了脚步 朱恒与转头朝那三尊暗金魔阳看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朱恒与的感觉里 透过这顶三阳皇冠 他可以如必食指地 去驾驭这三尊暗金魔阳战偶 虽然内心里 并不能确定这种感觉 到底可不可靠 但是朱恒与内心一动之间 却瞬间转过身 朝第三座祭坛冲了过去 虽然不确定 透过三阳皇冠 是否真的能完全操控这三尊暗金战偶 但是 最起码有一半的几率 是可以做到的 既然有了一半的几率 那么朱恒与当然就不需要急着逃跑了 一路狂奔之间 朱恒与窜到了第三座祭坛之上 这第三座祭坛之上陈列的 竟然是一块巨大的 长两米多 粗近一米 形状非常不规则的银白色金属 来不及多做观察 朱恒与探出双手 全身发力之下 试图将那块银白色的金属 给抱下来 可是只稍微一个发力 耐银白色的金属 轻便若无误的 被朱恒与抱了起来 用力过猛之下 朱恒与一连退了好几步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面上 若不是朱恒与的秀位够高 对魔体的驾驭够熟练的话 这一下 就能摔他一个大马帕 勉强站定了身躯 朱恒与双眼放光的 朝手中的金属看了过去 这块金属长两公尺多 接近三公尺 粗细上 直径也超过了一米 接近一米五 可是 一块如此巨大的金属 其重量却轻弱无误 单就重量而言 甚至不如朱恒与头顶的 那顶皇冠重 这还不是最神奇的 最让朱恒与感到神奇的是 一旦这块银白色的金属 距离地面的距离 小于一公尺的话 整块金属的重量 会变得非常沉重 而一旦这块银白色的金属 距离地面的距离 就大于一公尺的话 那么 随着距离的升高 金属的重量会迅速减轻 距离地面越远 则重量越轻 悬空晶晶 错不了了 这应该就是朱恒与所获得的 《炼奇之道》中记载的 最为含有的金属 悬空晶晶 这悬空晶晶 是从混沌白晶中 提炼出来的精粹 据说 一吨混沌白晶 才可以提炼出一颗悬空晶晶 其体积 只有小米粒大小 从这个角度说 这么大的一块悬空晶晶 足足需要上万吨 甚至是十万吨的混沌白晶 才可以提炼出来 很显然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悬空晶晶 除了可以从混沌白晶中提炼之外 在极度严苛的环境下 也是可以由大自然产生的 具体需要什么环境和条件 这没有人知道 不过偶尔 会在一些险地中 发现一些悬空晶晶的小颗粒 其价值之高 就不需要多说了 根据历史记载 以前发现最大的一块悬空晶晶 也只有鸡蛋大小而已 和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比起来 根本什么都不是啊 悬空晶晶最大的用处 是用来炼制兵器和铠甲 作为混沌白晶提炼出来的精华 悬空晶晶的硬度 比混沌白晶还要坚硬数百倍 据说 即便是混沌战体的大能 都不能轻易破坏 悬空晶晶炼制而成的铠甲 当然 如果只是硬度高的话 那悬空晶晶还算不得了不起 悬空晶晶最神奇和伟大之处 在于其重量非常的轻 由悬空晶晶炼制而成的盔甲 即便再怎么厚重 分量上也会很轻 尤其是对魔族来说 这悬空晶晶的价值 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魔族一旦开启魔化 凝聚出恶魔战体 以及恶魔翅膀之后 便拥有飞行的能力 但一旦飞了起来 便必然会遭受地面之上 箭支的斩射 而在飞行状态下 是不能穿重甲 轻甲的 只能穿不甲 至于钢铁战甲 那更是想都不要想 在这超重力环境下的崩坏战场上 能飞起来的 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至于说 穿住沉重的钢铁战甲 还能飞起来的 那更是一个都没有 而这悬空晶晶则不同 距离地面越远 其重量就越轻 当距离地面的高度 达到3000公尺高度时 其重量会归零 身穿悬空晶晶炼制而成的铠甲 可以自如地悬浮在3000米的高空 这可就太恐怖了 龙龙龙 朱衡宇兴奋地将悬空晶晶 收入了冰皇手环之内 就在朱衡宇将悬空晶晶 装入冰皇手环的一刹那 周围的空气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悬色谷中的镇压效果瞬间解除了 同时 朱衡宇头顶的悬色谷中 也悄无声息地 没入了朱衡宇的顶心之中 面面 随着镇压解除 三只暗金魔阳 发出了一连串疑惑的鸣叫声 疑惑地停下了脚步 三只暗金魔阳战偶 不断地在空间内扫射了起来 朱衡宇的身影 出现在了三只暗金魔阳的视线中 看到朱衡宇 三只暗金魔阳顿时发足狂暴 朝着朱衡宇冲了过来 朱衡宇不由地大惊小怪急声吼道 停下来 都给 我停下来 三只暗金魔阳神奇地停下了脚步 双眼瞪着朱衡宇 脚步却停得稳稳的 朱衡宇终于松了一口气 心念一动之间 激发了三阳皇冠中的一道法阵 只见三阳皇冠之上 那正前方的三颗宝石 顿时放射出三道赤红色的光线 投射在了三尊暗金魔阳的身躯之上 在赤红色光线的牵引下 三尊暗金魔阳 瞬间化作三道暗金色的气流 朝着朱衡宇头顶之上 暗金皇冠上的三颗宝石 窜了过去 钻进了皇冠上的三枚宝石中 果然 这顶皇冠 正是传说中记载的三阳皇冠 这顶皇冠最大的功能 便是可以容纳和释放出 三尊白光圣体的暗金魔阳 这顶皇冠的名字 其实不叫三阳皇冠 根据历史记载 这顶皇冠真正的名字 乃是三阳开台 轰隆 在朱衡宇思索之间 一道剧烈无比的轰鸣声 从上方传了过来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大地都随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感受到这剧烈无比的震动 朱衡宇拔腿就跑 很显然 距离81个时辰 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 不出预料的话 上面的365座阵塔 已经开始遭受猛烈的攻击了 如果再不出去的话 恐怕就永远出不去了 朱衡宇拔足狂奔 顺住来路 全速跑了过去 刚跑出没几步 朱衡宇猛地一拍脑袋 猛地想起了什么 单就速度而言 白光圣体的暗金魔阳 绝对比朱衡宇快得多 如果算上剧烈的消耗下 速度会有所降低的话 暗金魔阳的奔跑速度 恐怕比朱衡宇快一倍以上 星面移动之间 三阳开态皇冠之上 正中间的那颗宝石上 猛地射出了一道暗金色的气流 暗金色的气流呼啸而出 迅速在朱衡宇的面前 凝聚成一尊暗金魔阳战偶 朱衡宇一个剑步 窜到了暗金魔阳战偶的脊背上 感应到朱衡宇的意念之后 暗金魔阳四肢猛一发力 全速朝入口通道处窜了过去 哒哒哒哒 清脆的脚步声中 执一小会的功夫 暗金魔阳的速度 便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高度 在朱衡宇的驾驭下 暗金魔阳灵活无比 却又迅捷异常的研柱通道 一路狂奔而去 有了暗金魔阳的帮助 朱衡宇相信 他一定可以及时地 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 离开这皇室宝库 安全地回到地表世界 第4279章乐极声碑 阳星城内 距离大阵开启 已经渡过了81个时辰 所有的365座大阵周围 已经是群情汹涌了 在有心人的煽动和蛊惑之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朱衡宇 朱衡宇能拿什么去拯救魔阳族 整个魔族联合起来 都未必是妖族的对手 魔阳族军部的3000多魔帅 以及300多魔王加起来 都只能望尘逃遁 朱衡宇区区一尊魔帅 他拿什么去跟妖族对抗 越是想就越怀疑 朱衡宇不过是个被军部坑害了的 被困在前线的一尊新晋魔帅而已 来自穷困 贫瘠 鸡部生蛋 鸟不拉屎的外洋群岛 也就是军部地图上标示的沐洋群岛 一个乡下的屁民 抓了军部的一个漏洞 才侥幸成为了魔帅 现在竟然堂而皇之地 成为了魔阳族的魔皇 这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 稍微又用脑子 所有人就可以得到答案 朱衡宇肯定是逃无可逃 想要搜刮一笔再跑 毕竟朱衡宇一穷二白 就这么跑去魔族其他分支的话 人家根本不当他是一回事 这家伙借助了魔阳族子民 渴求救命稻草的心 顺势登上了魔皇宝座 然后再蛊惑大家 帮他开启皇室宝库 一旦皇室宝库开启了 朱衡宇肯定会将皇室宝库中的 所有财富全部运走 直到乍前 魔阳族最后一滴骨髓后 他才会置得一满地将所有魔阳族子民舍弃掉 静下心来 仔细思索之下 越来越多的魔阳族子民 自认为自己终于清醒了过来 开始加入了攻击阵塔的队伍中去 城中心处的一座阵塔 终于被彻底攻陷了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那高耸入云的阵塔周围 那五彩的界节轰然破碎 爆成了漫天的焰火 暴怒的 民众们一涌而上 瞬间便破坏了镇塔的法阵 切断了镇塔射往天空的黑色光柱 随着第一道镇塔被破坏 天穷之上 那原本无比稳定的 由黑色光柱凝结而成的大阵 开始剧烈颤抖 缓缓倾斜了起来 镇塔周围的人群 则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轰隆 轰隆隆 第一道镇塔被破坏 大概十几席时间之后 阳星城内 位于城市东南角的一座镇塔 也在轰然声中 被破碎了界节 切断了通天光柱 短短 百夕时间之内 365座镇塔 先后熄灭了70多座 放眼朝天穷之上看去 那原本繁杂而又炫耀的法镇 现在已经变得杂乱不堪 缺失了70多道黑色光柱后 法镇已经无法维持了 剧烈的镇颤之间 一道道黑色光柱 渐渐溃散开来 化作漫天的火焰 消散在天地间 看出天穷上的大镇 纷纷炸裂成漫天的烟火 所有摩羊族子民们 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而隐藏在暗处的 诸恒雨埋伏下的诸多大军 却一直保持静默状态 整个过程里 除了冷眼旁观之外 他们什么都没做 这些镇塔 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 便彻底被破坏了 虽然 早预料到会是这样 可是当所有人 都眼睁睁地看出 这一切的时候 内心的愤懑 却还是庆竹难输 他们连命都已经拼上了 可是换来的 却是质疑 却是对抗 俗话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句话 真的在正确不过了 这些摩羊族子民 之所以被抛弃 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摩羊族最擅长的 就是勾心斗角 摩羊族最缺乏的 就是团结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住 由于人群过于拥挤 消息难以通畅的关系 再加上 所有民众 都进入了亢奋 以及激愤的状态 因此 连续破坏了 七十多座镇塔之后 破坏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座接着一座的镇塔 先后被攻陷 镇塔内的法镇 也相继被破坏 朱衡宇根本没有能力 去守护这么多座镇塔 而且 朱衡宇也从来没想过 要去守护这些镇塔 没人能想到 这些被彻底 煽动起来的 阳心城子民 会如此的疯狂 光是拆毁了戒节 破坏了法镇 还嫌不够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的 麾下煽动之下 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纷纷被点燃 在夜色眼影之下 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烧成了三百六十五刀火炬 过于兴奋之下 所有阳心城的子民 在欢呼雀跃着 可是老话说得好 乐极生悲 随着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被点燃 那冲天而起的 大火的熏烤之下 周围的建筑 也纷纷被烤得 冒起了青烟 如果是在白天的话 这样的情况 肯定会很快被发现 只要及时地熄灭 那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上的火焰 便可以无视 可是一来 在黑夜之中 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二来 即便有人看到了 也根本无法阻止 这些已经陷入 疯狂的魔羊族子民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周围的建筑 迅速被烤焦 建筑上的木质材料 鼓鼓地冒着青烟 黄石宝库 位置就在黄城之下 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均匀地分布在 整个阳心城内 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 很容易就会发现 整个阳心城的上空 已经彻底被烟雾所遮蔽 三百六十五座镇塔周围 数以万计的建筑上 都在鼓鼓地冒着青烟 但现在是黑夜 在夜色的遮掩之下 没有人能看见这一切 在三百六十五道 由镇塔燃烧而成的 火炬熏烤之下 终于 第一道火焰 从一栋建筑物上 升腾而起 有了第一道 便有了第二道 第三道 说起来很慢 但事实上 从第一道火焰 从建筑上升腾而起 到第三千六百五十道火焰 从建筑上升腾而起 一共只花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之所以是三千六百五十道 是因为每座镇塔周围 距离最近的建筑 都有大概十座左右 在烟火的熏烤之下 只要一座被点燃了 那么其他的 也都差不多到了烛火点 欢呼的人群 终于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目瞪口呆的 看住镇塔广场周围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劈啪 呼轰 熊熊的烈焰 顺住木制的楼阁 一路朝周围蔓延着 救火 救火啊 看住周围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人群中 终于响起了刺耳的尖叫声 可是这些建筑 与镇塔广场内的 绝大多数人 根本没什么关系 烧的不是自己的家 为什么要去救呢 这些建筑 已经被镇塔上的火焰 熊烤太久了 整栋建筑上的木材 都已经烤焦了 现在明火一起 瞬间便蔓延开来 整个阳星城内 除了365座镇塔之外 又多了三四千道火炬 而且 赤裂的火焰 正从这三千多道火炬上 迅速朝周围蔓延开来 摩扬族最缺乏的 就是团结 所谓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反正烧的又不是 自己家的房子 谁会在乎呢 而且 这些建筑 已经彻底烧起来了 即便大家想救 也根本无法可救 此时此刻 整个街道上都拥挤满了人群 想在短时间内 取来井水 焦溪大火 这根本就不切实际 虽然喊着救火的人很多 可是事实上 绝大多数的人 却都只是双眼兴奋的 驻足旁观 就算少数人想要救火 也根本有心无力 第四千二百八十章 一切尽在掌握 人群中 倒也不是没有那聪明的人士 不是没有人想到 如果不尽快熄灭这些火焰的话 一旦火焰蔓延开来 整个阳心城 恐怕都要复制一具 虽然暂时来说 这些火焰 烧的并不是大家的房子 可是如果不赶快熄灭火焰的话 随着火焰的蔓延 在场的所有人 有一个算一个 所有人的房子 都会被大火烧死 所谓 覆巢之下 焉有顽乱 如果整个皇城都烧没了 那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幸免遇难呢 另一边 阳心城西北角 魔祖神庙之内 魔祖雕像的背后 那道宝蓝色的能量通道中 一道暗金色的身影 呼啸着从能量通道中 窜了出来 虽然所有镇塔 都已经被破灭了 整个法镇 也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不过 这道由能量形成的通道 却并没有立刻关闭 虽然能量通道的直径 在不断地缩小 但是 距离完全合拢 还是有一小段时间的 这道窜出的身影 不是别人 正是朱衡宇 那暗金的颜色 则是朱衡宇胯下 那暗金战偶 所散发出来的 一路窜出了能量通道 朱衡宇不由地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转头朝身后看去 那宝蓝色的能量通道 开始了剧烈的震产 波挡 在不到十夕的时间里 整个能量通道 终于轰然破碎 形成能量通道的 宝蓝色能量 也瞬间 炸裂成千万道蓝色光点 消散于空气之中 朱衡宇提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心来 虽然看起来很危险 但是事实上 一切都在 朱衡宇的掌握之中 对于这次的宝库之行 朱衡宇还是无比满意的 虽然那些珍贵的金属 物资 都没能取出来 但是毫无疑问 朱衡宇此次宝库之行 绝对是大丰收 朱衡宇转头 朝周围看去 离开前 他安排了孙美人和黑妹 在这里守护通道 可是现在 孙美人和黑妹去哪了 只匆匆扫了一眼 朱衡宇很快便发现不远处 一道俯卧在地面上的尸体 仔细看去 那件尸体不是别人 正是摩扬族曾经的 三大巨头之一的杨昊 此刻 他的胸腔 不知道被谁掏出了一个大窟窿 他的心脏 也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烟红的血 流得到处都是 很显然 杨昊已经死了 而且死得凄惨无比 到底是谁 竟然杀死他了 还有 孙美人和黑妹 又去了哪里 疑惑逐渐 朱衡宇快速地朝周围 扫尸了一眼 很快便在角落处 发现了孙美人和黑妹 此时此刻 孙美人已经陷入了昏迷 一双美目 紧紧地闭着 轻微的呼吸之间 孙美人的表情 似乎很痛苦 而黑妹 则蜷缩在孙美人的怀里 正瞪着小眼睛 朝这边看了过来 朱衡宇第一时间 跳下了黄金战楼的脊背 朝孙美人走了过去 轻轻弯下腰 扶起了孙美人 但手刚一碰到孙美人的肌肤 朱衡宇便感受到了 孙美人的身躯 无比地滚烫 孙美人已经陷入了 深度的昏迷之中 不过好在 在朱衡宇的检查之下 这孙美人虽然中毒昏迷了 但却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皱了皱眉头 朱衡宇转过头 透过森罗之力 与黑妹之间的灵魂锁链 和黑妹沟通了起来 从黑妹那里 朱衡宇很快便了解了 事情的经过 一直以来 朱衡宇对孙美人 都没有太多去了解 在朱衡宇的心目中 孙美人不过是个 精美无比的花瓶而已 最多能在政务上 帮他一些小忙 至于个人能力上 实在不需要太多的指望 可是没曾想 孙美人竟然正面战胜 并且杀死了杨昊 这尤其是最后时刻 孙美人双眼中 闪耀的七彩光芒 以及额头上 出现的那棵树木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自己身边最亲近 最信任的人 朱衡宇对孙美人的了解 显然是不够的 换了事过去 一切也许还无所谓 不需要对孙美人 有太多的了解 只要彼此之间 相处得非常快乐 就够了 可是现在不同 现在的朱衡宇 可是魔阳族的 现任魔皇 他的肩膀上 肩负住拯救 魔阳族的使命 类似孙美人这样 不够了解的存在 是不能留在身边的 要继续留下来 那么朱衡宇对他 便必须有足够的了解 为了魔阳族 亿万子民 朱衡宇 是一点险都不能冒的 心念一动之间 朱衡宇猛一咬牙 瞬间做出了决定 朱衡宇轻轻伸出右手 轻轻覆盖了 孙美人的额头之上 在朱衡宇的催动之下 一道森罗阴蛇 瞬间进入了 孙美人的尸海之中 朱衡宇轻轻闭上了双眼 全力探测着 感知着 不是朱衡宇贪生怕死 身在其位 就必须肩负起 应有的职责 无论如何 魔阳族再也经历不起 任何的波折了 在森罗阴蛇的探索之下 孙美人的一切秘密 纷纷呈现在了朱衡宇的面前 一直以来 孙美人的战斗天赋之所以低 其实是因为 他的血脉之力 并没有觉醒 直到刚才 为了对抗杨浩 为了保护朱衡宇 孙美人才在战斗中 觉醒了他的血脉 并且觉醒了他的天赋 神通魅惑 魅惑神通 可以在短时间内 催眠对方的神志 那杨浩 便是被孙美人给魅惑了 在被魅惑的状态下 孙美人驾驭住杨浩的神志 自己掏出了自己的心脏 终结了自己的罪恶一生 在孙美人的认知里 只有头颅和心脏 才是要害 换了是其他的位置 很难瞬间杀死杨浩 而那杨浩 当时头上可是带着龙手战盔的 即便一巴掌拍上去 也只是拍在了龙手战盔之上 根本就拍不死 孙美人的认知 是完全正确的 想杀死杨浩 只有两种方式 一是拍碎他的头颅 粉碎他的神符 二是捏爆他的心脏 粉碎他的心腹 除此之外 任何方法都很难杀死杨浩 孙美人可不只是拥有着 美丽的外表而已 他的智慧也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战斗天赋 以前的孙美人 战斗天赋确实很弱 但拥有了魅惑神通之后 孙美人的战斗天赋 一跃之间飙升到了极致 和孙美人战斗的时候 只要神势稍微一个恍惚 便可能中了他的魅惑 一旦被孙美人成功魅惑 那结果不言而喻了 根本不需要孙美人亲自动手 孙美人的对手 会和杨浩一样 自己动手杀死自己 朱衡宇连连叹息 这魅惑之力 真的太恐怖了 以孙美人60段魔体的实力 竟然逆天地 连跃了37段魔体 正面战胜 并且杀死了杨浩 这简直太疯狂了 第4281章一己之力 最恐怖的是 魅惑之力 在战斗中 也是可以随时释放的 稍微一个不留意 就要中主 根本无从抵抗 当然 这一次 孙美人对杨浩 其实是取了个巧 孙美人先用语言 让杨浩进入了 癫狂混乱的状态 然后趁这个机会 孙美人才顺势发动了魅惑 如果双方都处在 正常状态下的话 孙美人即便再怎么努力 也绝不可能那么容易 就成功魅惑杨浩的 说穿了 杨浩先是被孙美人 用语言引导到了绝望的境地 是杨浩自己 先不想活了 孙美人的魅惑 不过是因事力道而已 在孙美人的巧妙运用下 魅惑之力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杨浩主动配合下 这达到了最大的效果 不过 不管怎么说 不管孙美人有多取巧 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 孙美人凭集中一己之力 便正面战胜 并且杀死了杨浩 也可以说 孙美人是在投机取巧 可是换个角度看的话 投机取巧 其实就是最高明的战略战术 孙美人为了保护朱衡宇 所做的一切 正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高明的战法 没有之一 今天 孙美人能连跃三十七段魔体 斩杀杨浩 那么明天 他就有能力 战胜其他的高手 可以说 只要抓住了时机 合理的运用魅惑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孙美人 无法战胜的对手 差别 只在难易度不同 差别 只在与几率的大小 成功率的高低而已 而且 孙美人是连跃了三十七段魔体 诛杀杨浩的 朱衡宇如此强横 但是他有可能连跃三十多段魔体 击败并斩杀对手吗 毫无疑问 朱衡宇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不光朱衡宇没有 单就目前而言 朱衡宇所知道的所有修士中 孙美人是唯一的一个 赞叹地看住怀抱内 无比虚弱的孙美人 朱衡宇不由地连连赞叹 面对高出自己三十七段的对手 孙美人惊叹爆发出如此逆天的战力 谁说他的战斗天赋低了 这个世界上单就战斗天赋而言 真的没有比他更高 的存在了 面对高出自己三十七段魔体的对手 尚且能战而胜之 那么 如果孙美人对上的 是与自己同阶 甚至实力低于自己的对手呢 在英灵儿的配合下 朱衡宇对孙美人的魅惑神通 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 这魅惑神通 也是灵魂系的能力 对于实力低于自己的目标 可以实现永久魅惑 对于实力和自身相当 以及实力高于自己的目标 则只能短期魅惑 至于魅惑的时间长短 则与彼此实力的差距成反比 对方的实力比自身高出的越多 魅惑的时间就越短 当然 魅惑的目标数量 也不是无限的 人有三魂 分别是天魂 地魂 以及命魂 因此 孙美人最多 可以同时魅惑三个目标 一旦目标超过三个 就必须解除一个目标的魅惑 才能继续对其他目标实战 实战中 孙美人最多可以透过魅惑神通 控制三个目标 让对方自相残杀 孙美人只需要坐山观虎斗 便可以左手渔翁之力 朱衡宇不禁暗暗心惊 幸亏 这孙美人是他的朋友 甚至是最亲密的人 如果是敌人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敌人 就实在太恐怖了 对于孙美人的魅惑之力 朱衡宇本身是不怕的 魅惑也是灵魂系的神通 而对灵魂系而言 森罗之力 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孙美人即便可以魅惑天下所有的人 但却唯独魅惑不了朱衡宇 恩 正在朱衡宇暗暗惊叹之间 孙美人轻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声音 随后 孙美人长长的睫毛煽动之间 慢慢睁开了双眼 轻轻地倚靠在朱衡宇的怀里 孙美人娇柔无比地看住朱衡宇 那绝美的面庞上 绽放出一朵美丽的笑容 看住娇美无比的孙美人 朱衡宇不由地心生怜爱 为了保护她 这个小女人 真的是拼尽了一切 若不是被逼到了极限 孙美人的魅惑神通 是很难觉醒的 越强大的血脉和神通 越是难以觉醒 类似魅惑这样的逆天神通 通常而言 是永远不会觉醒的 只有被逼到了极限 才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 被成功激发 最后觉醒 若不是被逼到绝境了 若不是内心里 有无论如何 即便牺牲一切 也要守护的人 孙美人的魅惑神通 是万万不可能觉醒的 而且 刚才在朱衡宇的探索之下 孙美人的内心世界 对朱衡宇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的秘密了 朱衡宇从来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她在一个人的心目中 可以如此的伟大 如此的重要 她的一切 充满了孙美人心灵的每个角落 除了她的身影 孙美人的内心世界 再也没有其他的事物了 她就是孙美人的主宰 对孙美人来说 朱衡宇就是她的一切 怀抱住孙美人 朱衡宇的内心里 无比的激动 对于孙美人 朱衡宇的内心里 其实并无太多爱 更多的 朱衡宇其实只是在享用 孙美人的娇柔和美丽而已 但是这人生 便是如此 和你走到最后的 不一定是你最爱的 想要找一个 就是深爱你 也被你深爱的人 真的太难太难了 而眼前的孙美人 就是深爱住朱衡宇 但朱衡宇却不深爱的女人 虽然这并不完美 可是对于朱衡宇来说 寻找一个自己深爱 并且深爱住自己的人 是可遇不可求的 能找到一个 像孙美人这样 深爱住自己的女人 已经是无比幸运了 孙美人拥有了魅惑神通 又拥有了混沌黑龙血脉之后 孙美人的修炼天赋 战斗天赋 都已经强到逆天了 单就天赋和潜力而言 即便现在的朱衡宇 也万难和孙美人相提并论 如果说 杨昊是否能超越炼狱魔王 成为魔羊族 有史以来的第一高手 还是一个疑问的话 那么 拥有着魅惑神通 以及混沌黑龙血脉的孙美人 便绝对是有希望 超越炼狱魔王 成为魔羊族有史以来 第一高手的存在 孙美人唯一缺少的 就是时间 以及各种资源 不过很显然 这一切 都不是问题 在朱衡宇的保护下 孙美人有的时间成长 至于各种资源 这次的皇室宝库之行 朱衡宇取得的海量资源 足以把孙美人培养起来了 轻轻地环抱住孙美人 在朱衡宇的注视下 孙美人那大大的 黑白分明的美目中 竟是朱衡宇的影子 对于孙美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朱衡宇如何能不感激 若不是拼上了性命 赌上了灵魂 那魅惑神通 怎么可能轻易觉醒 面对一个如此深爱住自己 以自己为天的女人 朱衡宇又如何能不喜欢 如何能不宠溺 朱衡宇无比怜爱地低下头去 轻轻地稳住了孙美人 那娇柔粉嫩的唇瓣 终人欲醉 感受着朱衡宇那无比温柔 无比怜爱的亲吻 只一瞬间 孙美人便彻底地沉醉了 羞涩地眯起双眼 孙美人幸福地回应住朱衡宇 一时之间 无比以你的氛围 以两人为中心 朝四周蔓延开来 第四千二百八十二章完了 轰 轰隆 轰隆隆 正在两人隐名对视之间 一连串的轰鸣声 轰然在天穷上回荡了起来 那今天的巨响之下 朱衡宇和孙美人 吓得一个哆嗦 头皮都为之发麻 这一连串的轰鸣声 实在太响了 其声音之大 简直能把人的耳朵震聋 那肆虑而来的冲击波 甚至将神殿的墙壁 都震得剧烈摇晃了起来 扭过头 顺住神庙的窗口朝外看去 外面的夜空之上 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火球 茫然地看住这些火球 朱衡宇完全想不通 这些火球到底是哪里来的 疑惑之间 朱衡宇和孙美人 第一时间朝着窗口跑了过去 助力在窗口 入目所见 整个阳星城的上空 彻底被千万颗熊熊 燃烧的火球给遮蔽了 看住那漫天的火球 朱衡宇和孙美人 都是一脸的疑惑 怎么回事 这些火球到底是哪来的 在朱衡宇和孙美人 疑惑之间 一道剧烈的呼啸声 从远处传了过来 就在距离神殿 大约两三千公尺的位置 一座熊熊燃烧着的镇塔上 正发出越来越急促 越来越尖锐的呼啸声 一股恐怖的威压 正迅速地在镇塔上凝聚着 感受着那恐怖无比的威压 所有人都知道 这座镇塔快要爆炸了 一时之间 镇塔周围的阳星城子民们 全都转过身来 疯狂地朝周围逃窜 可惜的是 街上的人实在太多了 大家都想跑 可是人挨着人 人挤着人 根本没地方可跑 一通拥挤之下 真正能及时疏散开来的民众 只有大约十分之三次而已 剩余的六七成子民 都被堵住了 一步都别想多动 轰隆 一声剧烈无比的轰鸣声中 那座熊熊燃烧着的镇塔 瞬间爆裂开来 在剧烈的震荡下 神庙上的瓦片 犹如暴雨一般 纷纷脱离了屋顶 哗啦啦地顺住斜坡 朝下空掉落着 而此时神殿的墙上 已经开始出现密密麻麻 就像蜘蛛网一般的裂痕 由于距离过近的关系 在爆炸轰爆的一瞬间 朱衡雨和孙美人 都捂住了耳朵 那剧烈的声波 能活生生地 把人的耳膜震破 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 朱衡雨和孙美人 目瞪口呆地 看住眼前的一切 那座高大无比的镇塔 瞬间爆炸开来 燃烧的塔身 瞬间爆裂成千百块 燃烧着的残片 朝着四面八方飞射而去 广场上 距离镇塔比较近 又来不及及时 退开的阳星城子民们 在镇塔爆炸的一瞬间 便被剧烈的声波 瞬间撕裂 凌空爆成了一团血雾 就算离得比较远的 身躯上也被撕裂出了 无数道裂缝 烟红的鲜血 哗啦作响地向外喷射着 镇塔周围的十万多民众 瞬间便被杀死了七万多 剩余两三万人 也已经是伤众难起了 轰隆 轰隆隆 在朱衡宇和孙美人 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 阳星城内 所有的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一座接一座的爆裂开来 每一座爆裂的镇塔 都会裂解成千百个大火丘 以镇塔为中心 朝周围飞射而去 朱衡宇所在的神庙 位于一座丘陵之上 因此 居高临下 朱衡宇可以看到周围的一切变化 随着一道道轰鸣声 阳星城内的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一座接着一座的爆炸开来 每座镇塔爆炸后 都会爆成千百块残片 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化身成一个火球 洋洋洒洒地朝住周围飞射而去 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先后炸裂开来 足足化成了三四十万颗火球 看出一颗颗熊熊燃烧的火球 纷纷从空中落下来 撞击在地面之上 产生了更猛烈的爆炸 火球爆裂开来 便形成了更多的火球 那些四散飞溅的火焰 瞬间便将周围可以燃烧的一切 瞬间点燃 完了 朱衡宇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朱衡宇虽然预料到 阳星城的子民 有可能攻击镇塔界界 熄灭镇塔的法阵 可是他没想到 他们竟然会将镇塔复制一具 朱衡宇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镇塔被点燃之后 竟然会发生剧烈的爆炸 形成千百颗火球 四散飞溅 三百多座镇塔 爆成三十多万颗火球 三十多万颗火球落地后 发生二次爆炸 如此一来 三十多万颗大火球 又裂界成了三四百万颗小火球 只一瞬间 整个阳星城所有的建筑 便全部被点燃 并且熊熊燃烧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 仍驻留在街头之上的 阳星城子民们 在毫无遮蔽之下 纷纷被从天而落的火球砸中 瞬间便化成了飞灰 就算没有直接被火球砸中 那些从天而降的火球 也依然会撞击地面 并且引发二次爆炸 一时之间 整个街道之上 惨烈如人间地狱一般 面对着面前的惨剧 朱衡宇紧紧地闭着眼睛 事到如今 他什么都做不了 即便他可以化身千万 也不可能同时解救 全城三 四千万的子民 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剧烈的轰鸣声 一声接着一声 一座座镇塔 纷纷爆炸开来 爆裂成千百个火球 朝着四面八方飞射而去 只一小会时间 整个阳星城 便彻底地陷入了火海之中 哼 就在朱衡宇无比沮丧 无比哀伤之间 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出声的孙美人 轻轻冷哼了一声 冷冷地看住外面燃烧的城市 孙美人道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是他们自己 将自己送上死路的 皱起了眉头 张了张嘴 朱衡宇有心说点什么 可是一时之间 却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 孙美人并没有幸灾乐祸 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 虽然孙美人说的话 显得他不够仁慈 缺乏悲悯之心 但是无论如何 朱衡宇都必须要捍卫 他说话的权利 尤其要捍卫他 说真话的权利 如果有朝一日 朱衡宇身边的人 都因为他个人的好物 而不敢说真话的话 那对朱衡宇来说 绝对是个灾难 常常叹息了一声 朱衡宇虽然有心要去救助灾民 但是他却并不能这么做 今天晚上 他绝不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 阳心城子民的面前 只要他出现了 那就很难洗脱嫌疑 全天下的人 都会认为他策划 并参与了这次的事件 一旦如此 朱衡宇便将彻底失去 摩阳族子民的信任 到了那个时候 不但阳心城要晚 甚至于 整个摩阳族的所有子民 都不会再信任朱衡宇 今天的事件 朱衡宇是无论如何 也要避嫌的 常常的叹息一声 朱衡宇不忍再看下去 默默地转过身 回到了神庙之内 孙美人的话虽然难听 但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这次的灾难 纯粹是阳心城子民自作孽 与人无忧 一个人 当他自己去作死的话 那么任谁也帮不了他 第4283章 钱翠利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整个阳心城 已经彻底地化作了人间炼狱 火焰四处蔓延之下 阳心城九成九的建筑 都已经陷入了火海之中 除了类似炼狱酒楼 以及神殿这样 完全由青石建造而成的建筑之外 其他的建筑 都已经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那镇塔燃烧的火焰 可不是寻常的火焰 那是镇塔透过静断大镇 凝聚了混沌之气 阴煞之气 以及魔气 所形成的超高温火焰 其温度之高 简直难以形容 一朵不起眼的火苗 便可以将一个魔阳祖子民 瞬间烧成灰烬 这样的火 普通的水是根本浇不吸的 普通的水倒上去 只会助长火势 由于这大火的温度够高 因此燃烧的速度也非常快 换了是普通的火焰 大概要三天三夜 才可以烧光一切 但这炽烈无比 超高温的混沌魔焰 却在一夜之内 便将阳心城彻底烧成了白地 熊熊的烈火烧灼之下 连朱恒宇所在的神庙 都已经燃烧了起来 你没看错 随着不断有火球落下来 朱恒宇所在的 完全由青石建造而成的神庙 都被点燃了 超高温的火焰 连石头都能燃烧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将其烧成了一地石灰 为了躲避火焰 朱恒宇只能抱着孙美人 一路回到了 炼狱酒楼 当阳光再次照射在 阳心城大地的时候 整个阳心城内 只剩下了一栋建筑物 炼狱酒楼 位于阳心城正中心处的 炼狱酒楼 虽然遭受了数千颗火球的轰击 但这混沌魔火 却并不能点燃炼狱酒楼 炼狱酒楼的主体 可是由炼狱熔岩凝聚而成的 想点燃炼狱酒楼 那不但需要超高的温度 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以及强盛的火力 很显然 那些火球温度虽然高 但是燃烧了一会儿后 也就熄灭了 没有足够长的时间 足够强盛的火焰不断焚烧 炼狱酒楼是不可能被点燃的 原本繁华无比的首都 一夜之间便彻底消失了 太阳渐渐升起 照在了阳心城街道上 那呆若目击的幸存者 三千多万 接近四千万的阳心城子民 现在却只剩下了三百多万 一夜之间 阳心城的子民 死伤超过九成了 而这一切的一切 却都是因为他们听信了谏言 然后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死路 看住彻底烧成了白地的阳心城 朱衡宇不由地长叹一生 繁华无比的帝都 累积住一兆的财富 可是一场大火之下 却全部都烧没了 居住在帝都的阳心城子民 只一夜之间 他们的房产便彻底被烧没了 他们储存在房屋内的珍宝和财富 也一并烧毁了 一夜之间 他们便从千万富豪 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 他们已经是身无分文 赤贫瘠的存在了 朱衡宇无可奈何摇了摇头 随后第一时间找来了吴秀丽 并且正式宣布 炼狱酒楼 开始无限期停业状态 在朱衡宇命令下 孙美人也第一时间 透过衡宇商会的管道 将讯息散发了出去 皇室宝库开启失败 阳心城毁于一旦 被逼无奈之下 朱衡宇只能放弃阳心城 既然不支持朱衡宇 而且还全力出手 对朱衡宇发动了攻击 那么 阳心城的所有子民 便都是朱衡宇的敌人了 虽然 朱衡宇不会对他们动手 不会放手杀戮 但是朱衡宇也绝对不会再为他们提供任何的帮助 在这多事之秋 朱衡宇形势必须够果决 够狠辣 不然的话 就镇不住那些野心家 如果 背叛了朱衡宇 甚至站出来对抗朱衡宇之后 不但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朱衡宇反而还像爹妈一样 精心照料他们 宠住他们的话 那么 大家又为什么要支持他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朱衡宇都会宠他们 惯着他们的马 以得抱怨 何以报德 既然他们背弃了朱衡宇 甚至团结起来 与朱衡宇为敌 那么 他们便已经是朱衡宇的敌人了 这些人 便已经成为了朱衡宇拯救摩羊族 最大的阻碍 朱衡宇虽然不会亲自出手杀他们 但也不会见到继续去帮他们 不是朱衡宇不够仁慈 摆在面前的现实是无比残酷的 如果朱衡宇继续帮助阳兴城的子民 那就必须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 专门处理这件事 而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 会有两三千座摩羊族岛屿相继实现 会有两三亿个摩羊族子民 惨遭妖族杀戮 因此 朱衡宇不是不想救 而是他必须做出取舍 是就这三百万人 牺牲掉三亿摩羊族子民 还是舍弃这三百万阳兴城子民 救助三亿摩羊族子民 面对这样的选择 朱衡宇没有独断专行 而是透过衡宇商会的情报系统 将这件事情 交由摩羊族全体子民来决定 毫无疑问 面对这样的选择 所有人都只有一个选择 如果朱衡宇全力去救助 这三百多万阳兴城子民的话 那么就等于放弃了摩羊族 其他的子民 而投票的 恰恰就是那些将被放弃的子民 有人会选择放弃自己 而救助一群叛徒吗 一来一去 整个调查 只耗费了三天时间 便彻底完成了 经过摩羊族子民全体的选择 朱衡宇离开了阳兴岛 这里的一切 再和朱衡宇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不是不想帮忙 实在有心无力 朱衡宇只有一个人 即便全力以赴 也未必能拯救摩羊族 因此 虽然这样的选择很残忍 但是关键时刻 朱衡宇显然要照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至于那一小撮敌人的利益 轮不到朱衡宇去照顾 朱衡宇相信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肯定会派出战舰 把这三百多万人接走的 毕竟这些人都是在帮他们做事 现在事情已经做完了 那么他们自然该进行善后 能够在这样的灾难下活下来的 无一例外都是杨兴城的精锐 实力稍微差一点 都不可能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活下来 这三百万大军 只要稍加整合 便可以成为一支强悍的军队 在朱衡宇想来 即便他不管 那三千多魔帅和三百多魔王 也一定会管 因此 他走得很乾脆 走得很利索 值得一提的是 兵魔重宫 位于阳兴城的总部 也被彻底焚毁了 不过好在 兵魔重宫内的学员 以及导师们都已经分散去了 三千多家造船厂 全力以赴地 试图恢复三千家造船厂的生产 因此 虽然兵魔重宫 位于阳兴城的总部 被彻底烧成了白地 但是却并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 这次的灾难中 朱衡宇的损失 几乎是零 第4284章开赴前线 前线 阳兴城 兵魔重宫原总部的码头之上 朱衡宇检阅了 36艘黑金战舰 这36艘黑金战舰 是纯粹的 名副其实的 完全由混沌黑金建造而成的 钢铁战舰 至于那七彩合金 暂时并没有用来建造钢铁战舰 所有的七彩合金 都被用来建造战列铁甲舰的铁甲去了 之前建造的几艘七彩合金钢铁战舰 都被替换了下去 留在了兵魔重宫的总部 进行测试和调整 暂时来说 七彩合金 还无法完全取代混沌黑金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检验 才可以正式投入战场 阳兴城 兵魔重宫原总部 所在地的码头之上 朱衡宇 助力在寒风之中 朱衡宇的身前 36万海军 排列着整齐的队伍 寂静地站在那里 现场明明有30多万大军 却连一丝杂音都没有发出来 这36万海军 是朱衡宇从山羊群岛 墨羊群岛 以及白羊群岛 精选出来的天才中的天才 这36万海军 现在都稚嫩无比 暂时来说 他们的魔体段位 只有四 五十段的样子 根本无法踏上战场 这些少年天才 都够聪慧 够优秀 无论是天赋或才华 都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 才华代替不了经验 天赋也不等于实力 如果给他们百八十年的时间 让他们去成长的话 那么不需要怀疑 这绝对会是一只无敌的雄狮 由于他们太年轻了 暂时来说 这36万天才少年 根本无法进行实战 一旦进入实战中 他们大概只能驾驭着战舰 在大海上兵士而已 至于说 与妖族战舰进行投石机对射 又或者是 与妖族战舰进行接贤战 那都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一来 他们投掷出的石坛 很难有任何准头 二来 真正进行接贤的白刃战的话 以他们四五十段的魔体 恐怕一个照面 就被妖族的士兵秒杀了 如果不是摩羊族现在的处境 已经是危在旦夕的话 无论如何 朱衡宇都不会出动这支部队的 现在摆在朱衡宇的面前是 再不动用这支部队 魔羊族可就灭了 魔羊族的亿万子民 一旦被斩杀一空的话 没有千万年时间的休养生息 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恢复元气的 这次的皇室宝库之行 为朱衡宇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 朱衡宇已经将三千多颗 阴煞魔果分了下去 新增到三千六百人的天魔禁卫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枚阴煞魔果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这三千六百天魔禁卫 都使用阴煞魔果 将魔能狙杀 晋升为了魔能轰杀 配合上朱衡宇为他们炼制的魔能大炮 终于为魔羊族争得了一线生机 三千六百名天魔禁卫 其中包括六百名魔狼射手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三千六百名天魔禁卫分成了三十六组 每组一百人 三十六组天魔禁卫 被分配到了三十六艘黑金战舰之上 既然那些天才少年 暂时无法进行实战 那么 这三十六艘黑金战舰的输出 就由这三十六个天魔禁卫的小组负责了 每艘黑金战舰之上 都被分配了一百名天魔禁卫 一百名天魔禁卫 手持魔能大炮 施展魔能轰杀 平击住速度的绝对优势 对妖族战舰进行远程轰击 这便是朱衡宇暂时能想到的 唯一的办法了 当然 如果开船直接去撞的话 其实效果也是有的 可是想用三十六艘黑金战舰 连续撞成三千多艘战列铁甲舰 那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黑金战舰体积巨大无比 长度达到了三百六十五公尺 如此巨大的黑金战舰虽然速度很快 但是掉头的速度却很慢 而且一旦与敌方战舰对撞之下 战舰的龙骨乃至船体都将遭受剧烈的冲击 从而使战舰的舰体出现扭曲变形 很多受力部位的配件都会发生断裂 如果是成熟的钢铁战舰 也许可以承受如此剧烈的撞击 钢铁战舰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 暂时来说 钢铁战舰不过刚刚能漂浮在海面上而已 其弊端和缺陷还有太多太多 因此 想靠钢铁战舰撞成所有的妖族战舰 那绝对是痴人说梦 36艘黑金战舰或许可以撞成300多艘妖族战舰 但接下来 基本上也就扭曲变形的不成样子 根本无法继续战斗了 在朱衡宇的分配之下 3600天魔敬畏 以及36万黑金战舰的年轻海军师族 都被妥善地安排好了 那36万年轻的天才 都不需要参加战斗 他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全力驾驭黑金战舰 并且用心观察 体会海战的精髓 虽然暂时来说 他们还不能进行实战 但是即便只是旁观 对他们来说 也是大有必义的 随着朱衡宇一声令下 36万海军士族 以及3600名天魔敬畏 全部都动了起来 一列列士族 排列着整齐的队伍 纷纷登上了36艘黑金战舰 而3600名天魔敬畏 也分成了36个小组 分别进驻了36艘黑金战舰 直到最后一队士族 登上了黑金战舰之后 朱衡宇这才迈步走到码头之上 踏上了白金战舰之上 朱衡宇一声令下 36艘黑金战舰 在白金战舰的带领下 朝着前线开服而去 孙美人并没有跟在 朱衡宇的身边 朱衡宇必须清零前线 才可以掌握战争的走向 可是朱衡宇去了前线 那么大后方的事情 就没有人处理了 郑小瑜 此刻正在全力以赴地 协助兵魔重工的那些学员 争取尽快修复三千家造船厂 并且尽快恢复战列铁甲舰的修理和建造能力 此时此刻 郑小瑜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了 因此 其他方面的事物 根本没人处理 无奈之下 尽管孙美人很想跟在朱衡宇身边 随他一起出生入死 可是无奈的是 他只能留在后方 为朱衡宇提供最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以及政策宣传 孙美人就任了国务总督之后 第一件事 便是将灾难之夜里发生的一切 如实地公之于众 事实上 那天夜里发生的一切 早已经传开了 时隔几天的时间 整个摩羊族 都已经知道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地说 就是那临阵脱逃的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不想皇室保库的财富 落到朱衡宇的手里 眼红的他们 根本不在乎摩羊族亿万子民的死活 分别派出了人马 蛊惑和煽动阳心城的子民 促使他们破碎了镇塔的防御戒节 然后一把火 把镇塔给烧了 没曾想 燃烧的镇塔 竟然会发生爆炸 结果就是 整个阳心城 在漫天的大火之下 被烧成了白地 至于说 这些讯息是如何泄露的 这骑士根本就藏不住 第四千二百八十五章 抓到把柄 这个世界上 终究是好人多 坏人少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麾下的大军 也不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甚至于 其中的大部分士族 其实都是善良正直的 摩羊族子民 这次的事件之后 亲身经历 一手促成 并亲眼目睹了一切之后 他们自己 也在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虽然 他们只是听命行事 但是他们所作所为 真的是正义的吗 身为摩羊族的一员 在这摩羊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 他们真的该做这些吗 因此 那灾难之夜过去后 这几天的时间里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麾下的士族 便跑了大半 这些士族 也是摩羊族的子民 他们的父母 亲戚 朋友 还在摩羊族生活 在那里等死 对他们来说 摩羊族才是他们的根 才是他们的魂 这次的事件之后 他们已经无法说服自己 继续追随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了 随着那些良心发现的士族 纷纷回到摩羊族内 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 便再也无从隐瞒了 毕竟 亲自煽动 阳心城子民 并一手攻破了镇塔戒节 焚毁了这镇塔的人 就站在面前了 一连几天时间里 陆续有 几十万魔羊族精英士族 纷纷脱离了那些魔帅和魔王 回到了魔羊族 如果一个人这么说 那可能是在说谎 可是如果这么说的人 足有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话 而且 整个过程里 没有人跳出来质疑他们 那么 很显然 这就已经是事实了 随着事情真相的水落石出 一时之间 魔羊族子民们 对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可谓是恨之入骨 他们没有能力救助魔羊族 只能不战而逃 也就罢了 别人想救 他们却还要从中破坏 为了金钱和财富 灭绝人性地 将亿万魔羊族子民 推向死路 这样的人 简直不配为人 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 随着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倒行逆施 大量的魔羊族精英 选择背弃了他们 这种背弃 不等于是叛变 而是在弃暗投明 他们是带着必死之心 回到魔羊族 与魔羊族共存的 因此 对于这些人 孙美人并没有问责于他们 虽然 灾难之夜 正是他们一手策划 并实施的 但是孙美人知道 他们不过是 听令行事而已 一个歹徒杀了人 应该要惩罚的是 那个歹徒 而不是歹徒手中的匕首 不过 虽然孙美人 可以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也可以不牵连 他们的家人和亲属 但是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他们必须站出来 大庭广众之下 如实地陈述自己的罪念 必须让所有魔羊族子民们 都了解事情的真相 当然 那三千魔帅 以及三百魔王 也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也暗中派出了细作 在魔羊族内散播谣言 他们的煽动谣言 还是那一套 将朱衡宇的出身 以及一路的发展 如实地公布了出去 最终 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朱衡宇绝对没有足够的能力 和底蕴 去拯救魔羊族 朱衡宇现在不过是趁乱夺取了 魔羊族的魔皇宝座 获得了魔皇宝座之后 朱衡宇的终极目标 正是皇室宝库 为了给魔羊族的崛起 保留一丝可能 所以他们才派出兵马 阻止朱衡宇开启皇室宝库 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一片攻心 时到如今 魔羊族的陷落 已经无可避免 回天乏术了 因此 离开的三千魔帅 以及三百魔王 不是在逃跑 而是策略性撤退 以空间 换取时间 总有一天 他们会再次团结起来 重建魔羊族的 到了那个时候 皇室宝库内的资源 便是魔羊族再次崛起的 最强有力保障 至于朱衡宇 如此卑鄙的小人 根本不值一提 身为魔羊族 自力最浅的新晋魔帅 凭及他一人之力 怎么可能拯救魔羊族 难道说 他一人的实力和势力 就比得上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的总和了吗 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联合起来 都无法抵抗的敌人 朱衡宇凭及住一己之力 怎么可能抵抗得过 毫无疑问 他的目标 就是皇室宝库内的财富 面对这样的谣言 魔羊族子民们 虽然并不想相信 但是无奈的是 魔羊族军部大佬们的观点 是严丝合缝 合情合理的 只要稍微有脑子的人 只要稍微想一想 就能明白其中的究竟 现在的魔羊族 不是一人之力 便可以拯救的 现在的妖族 也绝对不是一人之力 便可以抵抗的 魔羊族军部大佬们的谣言 朱衡宇是完全不知道的 此时此刻 他正统率住 三十六艘黑金战舰 赶赴前线 与妖族的北海舰队 进行殊死搏杀 因此 暂时来说 所有的谣言 都由孙美人负责处理 面对魔羊族军部大佬们的谣言 面对着大量 开始起疑心的魔羊族子民 孙美人肚皮快要气爆了 这边 朱衡宇拼上性命不要 也要拯救魔羊族 可那一边 却有那么多人在恶意重伤 却在质疑朱衡宇 盛怒之下 孙美人借助衡宇商会的情报系统 对魔羊族三千群岛 发出了通告 如果说 朱衡宇的目标是皇室宝库的话 那么时到如今 皇室宝库已经开启了失败 最严重的是 那三百六十五座镇塔 已经全部被阳兴城的子民们摧毁了 因此 别说一年了 即便未来十年 百年 甚至千万年 皇室宝库也休想打开了 如果朱衡宇真的是为皇室宝库而来的话 那么试问 现在皇室宝库内的宝藏 已经没有指望了 那么 朱衡宇是不是该就此跑路呢 至于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他们没能力拯救魔羊族也就罢了 最可恶的是 有人站出来拯救魔羊族 他们却还在背后搞破坏 最可笑的是 他们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他们有没有想过 万一朱衡宇有这个能力 拯救魔羊族的话 那他们又会如何 对现在的魔羊族来说 灭亡是肯定的 能成功存活下来 才是侥幸 因此 但凡有一线希望 都是要全力争取的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等在那里阴景带路吧 现在 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正在做的 就是尽一切可能 掐灭魔羊族的任何希望 但凡有人站出来 拯救魔羊族 便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 拯救魔羊族 便绝不允许任何人去拯救 不然的话 便会显得他们太无能了 因此 如果魔羊族子民 不想引颈救路的话 就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而此时此刻 他们唯一的希望 就是朱衡宇 随着这张通告发出 在孙美人看来 肯定可以说服 魔羊族的子民 让他们相信朱衡宇 支持朱衡宇 可是没曾想 孙美人还是太嫩了 通告刚一张贴出去 便被对方抓到了把柄 第4286章 急急兴风作浪 对方抓住的把柄 就是万一两个字 万一朱衡宇 拥有这样的能力呢 这个万一 透露出了孙美人 内心真实的想法 如果朱衡宇 真有那个实力的话 孙美人绝对 不会用万一这个字 只有朱衡宇 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能力 才需要用万一来形容 面对这一幕 孙美人彻底傻眼了 对于朱衡宇 孙美人的了解 真的太少了 说实在话 从内心讲 孙美人不认为 朱衡宇有拯救 魔羊族的能力 那万一两字 确实透露出了 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种逻辑上的漏洞 确实透露出了 太多的东西 任何语言 都是无法辩解的 一时之间 大多数摇摆不定的 魔羊族子民们 都开始对朱衡宇 产生了怀疑 在只有三天的时间里 朱衡宇的支持率 便从百分之一百 降低到了百分之六十 孙美人气得想要发疯 同时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急急兴风作浪 大肆诋毁朱衡宇 各种谣言 更是甚嚣沉上 并且已经尝试着 煽动魔羊族的子民 弹劾朱衡宇这个魔皇 将他赶下魔皇宝座 而郑小鱼主持的 三千多家造船厂 也陆续遭受了 不明人士的攻击 原本已经修复的 差不多的三千家造船厂 再次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最严重的是 郑小鱼挥下的伤人 以及工匠 出现了大量的伤亡 郑小鱼不得不 进入闭关状态 透过灵魂锁链 紧急与朱衡宇 进行了联系 将这边的情况 如实地反映给了朱衡宇 接到了郑小鱼的报告之后 朱衡宇沉默了很久 他苦心故意地 要去拯救魔羊族 但现在的情况是 魔羊族的子民 似乎并不需要他去拯救 叹息一声 朱衡宇知道 他必须做出抉择了 否则的话 即便救了魔羊族 也根本无用 在那些野心家的煽动下 即便朱衡宇击退了妖族 魔羊族也难以发展 一个不小心 魔羊族军部的那些大佬们 便将重返魔羊族 到了那个时候 他这个魔皇 分分钟被弹劾掉 就算没被弹劾 也绝对会被彻底架空 任由那些酒囊饭袋 继续把持魔羊族的话 那魔羊族就算暂时不被灭绝 早早晚晚 也必然会走上老路 最让朱衡宇忌惮的是 他麾下培养的工匠 竟然出现了大量的死伤 这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容忍的 魔羊族评级的 就是拥有精湛技术的工匠 一旦这些工匠死伤殆尽 那魔羊族才真的是 永无翻身之日了 朱衡宇麾下的工匠 只有几十万 一旦这些工匠死光了 那朱衡宇的底蕴 便将彻底消耗 失去了强大的海军 空有陆军 也逃不过被绞杀的命运 强大如魔牛族 尚且无法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 独立对抗妖族 何况是区区魔羊族了 有所决定之后 朱衡宇下达了一系列命令 首先 郑小瑜和衡宇商会下的商人 以及兵魔重工的三十万学徒 全部撤离那三千家造船厂 无论如何 这些工匠 绝对不能继续损失下去了 其次 郑小瑜接替孙美人 代替朱衡宇掌权 并且 第一时间 在魔羊族的三千群岛 再次展开民调 看看三千座群岛 对朱衡宇的支持率 降到了什么程度 接到朱衡宇的命令后 郑小瑜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 三千造船厂的工匠 全部撤离 调查之下 结果却令朱衡宇面色铁青 就在朱衡宇 统率住三十六艘黑金战舰 开赴战场的同时 朱衡宇在魔羊族的支持率 却从百分之百 降到了百分之四十 朱衡宇实在有点绝望了 一旦支持率降低到百分之五十 那可就跌破极限了 如果有人对他发起弹劾的话 支持率一旦低于百分之五十 就算是弹劾成功了 换句话说 超过六成的魔羊族子明 已经不希望朱衡宇继续担任 魔羊族的魔皇了 魔羊族三千群岛之中 依然全力支持朱衡宇的 只剩下了三座群岛 这三大群岛 分别是山羊群岛 牧羊群岛 以及母羊群岛 没错 这三大群岛 正是朱衡宇经营了多年的三大群岛 这三大群岛 分别由高鹏义 简和 以及魔羊建宗的老宗主 负责执掌 这三大群岛对朱衡宇的支持 从最开始便是百分之百 时到现在 也依然是百分之百 无论外界如何改变 这三羊群岛对朱衡宇的支持 都是倾其所有 淋漓尽致的 除了这三大群岛之外 其他的三千座群岛 对朱衡宇的支持率 都大大的降低了 最低的甚至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多 最高的 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朱衡宇虽然有牺牲之心 愿意为魔羊族抛头颅 洒热血 拼尽所有 可是 他肯不肯是一回事 人家虚不需要 稀不稀罕 是另一回事 热面贴冷屁股的事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 做人 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是 你一心一意去帮助别人 可是人家却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 这样的时候 便是典型的出力不讨好了 因此 只一瞬间 朱衡宇便做出了决定 这魔皇宝座 既然大家不希望他做 那不做便是 不过 在离任之前 他却必须做点什么 他必须证明给所有人看 他朱衡宇不是骗子 他必须证明给所有人看 他朱衡宇是有能力 对抗妖族海军的 长叹了口气 朱衡宇再次对郑小鱼 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按照朱衡宇的命令 郑小鱼 以及所有的工匠 都必须尽快撤离 直接撤退到三阳群岛 并且在三阳群岛之上 建立三百家造船厂 接到了朱衡宇的命令后 郑小鱼没有任何的迟疑 第一时间便行动了起来 面对这一幕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再次抓到了把柄 单从表面看 朱衡宇的所作所为 再次被他们猜中了 之前说要恢复三千家造船厂 其实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现在好了 皇室宝库开启失败之后 朱衡宇显然是要跑路了 那些装模作样 试图修复造船厂的工匠 已经集体跑路了 面对这个事实 摩阳族的子民们 顿时群情激愤 他们已经如此可怜 随时都面临着被灭绝的可能性 那朱衡宇和他的狐朋狗党 竟然还要这么做 做人怎么可以如此的残忍 一时之间 整个魔阳族的所有子民 都群情激愤地走上了街头 强烈谴责 甚至咒骂朱衡宇 要朱衡宇站出来 给大家一个说法 而且 朱衡宇必须立刻辞去 魔皇的宝座 他不配坐在那里 第四千二百八十七章 寒暢淋漓 面对这一切 郑小鱼是视若无睹 只是默默地将分散在 三千群岛内的财富 纷纷转移走 而孙美人那边 则气得快要发狂了 他不明白 那些魔阳族子民 怎么就那么愚蠢 那么容易被煽动吗 别人随便说几句话 他们就群情激愤了 难道他们都忘了 妖族大军就在家门口吗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 随时都有可能被屠戮吗 绝望之下 孙美人发出了最后一张通告 通告上 孙美人写明了一切 此时此刻 朱衡宇正统率助大军 开赴前线 与妖族大军对抗 朱衡宇已经拼上了一切 连命都不要了 也要守护魔阳族的子民 可是反观魔阳族子民在做什么 不能对抗妖族 不能拯救魔阳族也就罢了 老实的待在家里 等其他人去拯救就好了 可是他们却经不住有心人的煽动 阻碍拯救他们的人行动 如今 既然还要弹劾他们唯一的救世主 即便朱衡宇被成功弹劾了又如何 除了朱衡宇外 已经没有人愿意拯救他们了 但现在 所有人却气如碧履般的 试图将唯一的救命稻草给驱逐 他们宁肯相信那些舍弃他们的人 也不愿意相信舍弃一切 拼命试图拯救他们的朱衡宇 试问 你们还能再蠢一点吗 面对孙美人这声嘶力竭的一张通告 那些民事里的魔阳族子民 终于停止了喧哗 仔细想一想 还真就是这个理 不管朱衡宇是不是骗子 他都已经是魔阳族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朱衡宇都不能拯救他们的话 那魔阳族就灭定了 仔细想想 他们其实根本没得选择 如果救命稻草有两根的话 他们还可以舍弃一根 选择另一根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这已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这一根都舍弃了的话 那不是只能待在家里等死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股阴谋的滋味 很快便升上了所有人的心头 那三千家造船厂遭受攻击 又不是什么秘密 那造船厂可不是一家两家 而是足足有三千家 而且这些造船厂分布在各大岛屿 各大城池之中 那里遭受攻击 是瞒不过那些城市的子民的 事实上 若不是各城的子民奋起反抗 那些破坏者还没那么容易被赶跑呢 那么现在问题是 到底是谁攻击了那三千家造船厂 是妖族吗 不不不 那三千座城市的子民都可以证明 破坏造船厂的人都是魔族的士族 绝不是什么妖族 别的可以假冒 但是那一身的魔器 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假冒的 尤其是那些当场战死的入侵者 事后更被证明是那三千魔帅 以及三百魔王的清卷 或者是麾下的士族 很多事情 其实就怕细想 只要肯沉下心来 仔细地去思索 很多蛛丝马迹 很容易就可以被发现 不过 可惜的是 虽然很多有一定智慧 民事里的人 已经察觉到了蹊跷之处 但是 大多数平民 其实都是平庸的 容易被煽动的 没什么智慧的存在 因此 即便有人劝说他们 也很难被说懂 朱衡宇的支持率 虽然没有持续降低 但却没有丝毫增高的迹象 且不说 魔羊族子民 以及孙美人 郑小渝的所作所为 另一边 经过一个多周的时间 全速航行 朱衡宇终于统率 36艘黑金战舰 抵达了最前线 再往前 便是已经被 妖族占领了的岛屿和海域 真正的战斗 一出即发 在正式开战之前 朱衡宇召开了一次 动员大会 会议上 朱衡宇没有隐瞒什么 而是如实地 将过去这段时间来 所遭受的一切 全部陈述了出来 听着朱衡宇的陈述 36万兵丁 以及3600敬畏 都气得咬牙切齿 要知道 冒着生命危险 与妖族开战的 可不只是朱衡宇 在场的36万兵丁 3600敬畏 都和朱衡宇一样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也要去拯救 去守护摩羊族 可是现在 他们面临的 却又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只稍微几个人煽动几下 所有人便站在了 他们的对立面 甚至要弹劾朱衡宇 要本事没有 搞起破坏来 却一个顶俩 这样愚蠢的存在 却又那么多 那么普遍 环顾一周 看住那张张 怒气勃发的脸 朱衡宇 无比悲痛地开口了 既然 他们不需要我们去拯救 那么我们也没必要 自作多情 如果不是必须的话 谁又愿意 舍弃自己的性命 去换取别人 存活的机会呢 既然他们不需要 那这魔皇的宝座 朱衡宇也不做了 这魔阳族 也不需要他们去守护了 既然他们自己选择要灭亡 那么不管朱衡宇有什么想法 都必须遵从大家的意见 依照魔族的规矩 大多数人的意见 是必须无条件执行的 既然大家都不希望他当魔皇 那么这个魔皇他不做了 既然大家都不允许他拼命拯救 那么他离开就是了 不过 就算要走 也不能这么走 在临走之前他 们必须用一场 酣畅淋漓的大圣 来证明自己要走他 们也要昂首挺胸地走 无论如何 他们不能背负着 骗子的名声离开 否则的话 在场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必然会遗臭万年 听着朱衡宇的话语 三十六万兵丁 三千六百敬畏 都不由地战红了面孔 在被所有人冤枉的情况下 他们愿意拼上性命 去换取胜利 无论如何 他们不能被朱乌鸣离开 无论如何 即便拼上性命不要 他们也要证明给所有人看 他们是有能力 对抗妖族 甚至是战而胜之的 一番动员之下 三十六万兵丁 三千六百敬畏的士气 被激发到了极致 面对如此蓬勃 甚至要爆炸开来的士气 朱衡宇知道 时机到了 军心可用之下 再加上妖族 对摩羊族的轻视与怠慢 接下来的这一战 必然会迎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大盛 妖族 北海舰队 下辖第三舰队 合击一百艘战列铁甲舰 此刻正群寻在海洋之上 他们的任务 就是在前线的海域巡逻 防备摩羊族 有可能出现的舰队 虽然 妖族也知道 摩羊族 现在早就没有任何一支舰队了 可是 即便明知道如此 该做的防备 却还是会去做 只不过 第四千二百八十八章 无可避免 虽然保持在巡逻状态 但是事实上 所有战舰之上 妖族的海军士族们 却并没有太过警惕 而是三三两两地 围坐在一起 喝着烈酒 享用着丰盛的美食 对妖族的海军士族们来说 摩羊族的海军 已经全军覆没了 但凡摩羊族 还有一艘船在 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开动起来 将前线各岛屿上的 摩羊族子民 给运走 但事实上 每座岛屿上的摩羊族子民 都只能坐在家里 等住妖族的大军到来 除此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既然摩羊族没有战舰了 那么所谓的巡逻 其实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即便喝了酒 即便喝醉了 也没关系 推杯换盏之间 所有妖族士族 都喝得醉眼惺忽 欢笑声 吵嚷声 隔着几百公尺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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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头喝光了囊中的美酒 一名妖族海军 醉眼惺忽地站起身来 朝着船舰的方向走了过去 喝了太多的美酒 他必须要解决生理问题了 摇晃之间 那名妖族的海军士族 一路摇晃着走到了船舰处 伸出左手 扶住了船舰处的围栏 右手则一阵翻弄之下 那妖族士族 畅快地对住大海 悬泄了起来 一阵舒爽的叹息声中 那妖族的海军士族 畅快地抬起头 仰望住天穷 恩 下一刻 那妖族的海军士族 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那蓝黑色的夜空之中 在那一轮圆月的旁边 竟然诡异地出现了三道 和月亮差不多大小的火球 在那妖族士族的注视下 一道又一道的火球 接二连三地从前方的海面升起 只短短的几夕时间里 天上的火球 就从三四个 变成了三四十个 在醉酒的状态下 那海军士族的大脑 有点不太灵光 疑惑地看住天空上的火球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那有可能是来自敌人的攻击 直到那些火球 拖着长长的火焰 呼啸着朝这边落下来的时候 那名妖族的海军士族 才终于张开嘴巴 大声喊了起来 可惜的是 太迟了 真的太迟了 几乎在那名妖族海军士族 大喊的同时 几十道火球 已经接二连三地 从天穹上落了下来 轰 轰隆 轰隆隆 接二连三的轰鸣声中 一道道赤裂的火焰 从妖族战舰上 接二连三地升腾而起 上百道火球 犹如暴风骤雨般地 从天穹上熏泻而下 上百道火球中 其中的六十多枚 并没能准确命中战舰 反而落进了大海之中 剧烈的轰鸣声中 掀起了一道道巨大的水柱 而剩余的二 三十枚火球 却准确地命中了战舰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只一瞬间 便将那艘战列铁甲舰 轰得支离破碎 上百公尺长的大型战列铁甲舰 瞬间被肆虐的冲击波 给撕成了无数块残片 战舰上的所有海军士族 也在一轮打击之下 彻底被轰杀 大海之上 朱衡宇助力在战舰之上 冷冷地看住大海之上 那漂浮住的战舰残骸 久久没有出声 这上百道火球 正是由魔狼射手们 轰出去的魔能轰杀 黑金战舰之上 一百门魔能大炮集火之下 只一瞬间 便彻底将那艘妖族战舰 彻底轰成了碎片 不过很显然 这一轮伤害已经溢出了 想要轰尘一艘战列铁甲舰 根本不需要一百枚魔能轰杀 这实在太奢侈了 每一枚魔能轰杀 都需要消耗一枚魔能炮弹 而每枚魔能炮弹 都需要消耗一万枚上品魔能石 上品魔能石中提炼出的精华 便是魔金 而魔能炮弹 正是由魔金凝聚而成的 因此 这魔能大炮 其实更确切点 应该叫魔金大炮才对 每一发魔金炮弹 虽然不能说是价值连成 但却也绝对昂贵到了极点 刚才这一轮炮弹轰出去 所消耗的魔能石 已经相当于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 一年的税收总额了 不过 消耗虽然巨大无比 但是造成的杀伤效果 却也是惊人到了极点 三十发魔金炮弹 瞬间便将一艘战列铁甲剑彻底撕碎 赞叹地点了点头 朱衡宇转过身 朝那上百名天魔镜位走了过去 稍微探查了一下 朱衡宇便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之前的测试 都是用魔能炮弹进行的 魔能炮弹 是由魔能石炼制而成的 其威力并不是太大 实测之下 要三百多枚魔能炮弹 才可以轰尘一艘战列铁甲剑 可是没曾想 这些由魔能石中提炼出来的魔精 竟然使魔能轰杀的威力 提升了十多倍 只三十枚魔精炮弹 便彻底将战列铁甲剑撕成了碎片 不过 这魔精大炮 虽然使魔能轰杀的威力 提升了十多倍 但是消耗的魔能石 也随之十倍提升 而且 用魔精炮弹 发动魔能轰杀的时候 消耗的魔器 以及精神力 也是十倍提升 只一轮魔精炮弹释放出去 战舰上的天魔镜位 便集体进入了虚弱状态 全身的魔器 几乎消耗一空 精神也彻底萎靡了下来 短时间内 无论如何 也无法释放第二轮魔能轰杀了 乌嘟嘟 正在朱衡宇皱眉思索之间 大海之上 猛地响起了浑厚的长鸣声 站起身 朱衡宇抬头看 入目所见 妖族北海舰队 下辖第三舰队的上百艘战列铁甲舰 从四面八方 朝这边围了过来 很显然 刚才的一轮轰击 已经彻底惊动了整支舰队 接下来 一场海战 已经是无可避免 呼呼 剧烈的海风吹拂之下 朱衡宇一发飘飞 昂然站着了身躯 冷冷地看住围笼而来的上百艘妖族战舰 朱衡宇的双目中 闪过了一道锐利的金芒 轰 轰隆 轰隆隆 剧烈的轰鸣声 在辽阔无边的大海上 不断地回荡住 辽阔无垠的大海之上 一百多艘战舰 缠战在了一起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三十六艘黑金战舰 平击住速度的优势 保持住与敌人的距离 同时 三十六艘黑金战舰之上 上百名天魔镜卫 不断地驱动魔精大炮 轰出一记几魔能轰杀 汲取了第一轮的经验教训 所有的天魔镜卫 并没有同时开火 而是经过了精准瞄准之后 一炮一炮地轰 第四千二百八十九章 一追一逃 之所以如此 朱衡宇也是非常无奈的 如果短时间内 一次轰出上百发炮弹的话 确实足以瞬间 击成一艘妖族的战舰 可是一轮轰击之后 上百名天魔镜卫 便能量枯竭 精神力枯竭 短时间内无法再战了 最起码 需要九个时辰 接近一天的时间 才可以恢复 如此一来 在天魔镜卫恢复之前 黑金战舰便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在这复杂多变 凶险无比的战场之上 彻底失去战斗力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而且 一窝蜂的轰出去 有点像乱枪打鸟 虽然场面壮观 但是事实上 效率却低下无比 从某个角度说 每艘黑金战舰 每天只有一百发炮弹 打光就没了 既然炮弹是有数的 那么自然要精确瞄准后 再进行释放了 而且 要一炮接一炮地轰过去 每轰出一炮 都可以调教准心 如此一来 命中率自然是大幅度的提升 经过施展测试 在火力全开状态下 一百发炮弹 只命中了三十发 而精准瞄准之后 一百发炮弹 却命中了六十发 成功轰尘了两艘妖族的战舰 值得一提的是 海战和陆战不同 陆战 一次冲锋之下 基本胜负就决定出来了 被冲散的一方 会成为散兵游泳 只能丢亏卸甲的狼狈逃窜 然后被一路追杀 在陆地战争中 太容易被分割包围 被围剿 胜负很多时候 在接触的一刹那 就已经决定了下来 通常而言 一场战斗 一天的时间 就足以分出胜负了 即便少数战斗 持续了两三天时间 基本上就结束了 对陆战来说 一场战役 也许很漫长 可以长达几个月 甚至几年 但是一场战斗 却终究是很短的 基本上 几个时辰之内 便可以结束一场战斗了 而反观海战 则完全不同 双方在大海之上 一路追逐 这一追一逃之间 两三天很快就过去了 这次海战 也是如此 36艘黑金战舰 平级住速度上的优势 边打边走 平级住速度和射程的优势 36艘黑金战舰 不断地轰击妖族战舰 一连追了一天一夜 妖族终于发现不妙了 一天一夜的时间里 36艘黑金战舰 足足击成了53艘妖族战舰 虽然妖族剩余的战舰 依然足有47艘 比黑金战舰的数量多 但是 一路追过来 36艘黑金战舰 却连一丝损伤都没有 妖族的攻击手段 根本无法在这么远的距离内 伤到黑金战舰 平级住速度和射程的优势 36艘黑金战舰 遛狗一般地 引着妖族战舰前进 不时从战舰上喷射而出的 魔金炮弹 每每对妖族战舰造成巨大的破坏 当妖族战舰终于意识到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对手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见识不秒之下 剩余的47艘妖族战舰 不敢继续追赶 调转过头来 全速逃窜 可惜的是 他们还是醒悟得太晚了 如果在开战的第一时间 他们便第一时间掉头 退回妖族海域之内的话 朱衡宇虽然有36艘黑金战舰 但还是不敢追击 否则的话 一旦陷入重围之中 这36艘黑金战舰 基本上就毁了 虽然这36艘黑金战舰 可以潜水 但是这样做是没有战略眼光 没有大局观的 朱衡宇即便眼看着 这36艘黑金战舰 全部被击沉 即便36万海军士族 以及3600天魔境卫 被人现场凌迟了 他也绝对不会命令 黑金战舰潜入水下的 一旦黑金战舰的 潜行能力曝光了 那么 妖族绝对汇集全族之力 汇集数万艘战舰 一路将魔羊族推平 无论如何 妖族绝对不可能允许 类似黑金战舰这样的神兵戾器 掌握在魔羊族手中 否则的话 一旦任由魔羊族 将黑金战舰发扬光大 当黑金战舰的数量 达到上万艘的时候 妖族便将完全被驱逐出大海 甚至连海边都不敢靠近 妖族所有滨海的城市 都将随时遭受 魔羊族战舰的打击 因此 朱恒宇宇宁肯牺牲掉36艘黑金战舰 舍弃36万海军士族 以及3600名天魔禁卫 也绝对不会露出黑金战舰的前行能力 一来 一旦动用了黑金战舰的前行能力 只会让魔羊族灭亡的更快 更彻底 二来 即便动用了黑金战舰的前进能力 根本无法改变大局 三来 一旦黑金战舰曝光了 那么 魔羊族复兴的最强底牌 也就曝光了 妖族不会给魔羊族这样的机会 因此 为了保留这张底牌 朱恒宇必须要忍耐 对朱恒宇来说 黑金战舰这颗火种 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这颗火种 魔族才有重新崛起的希望 眼看着47艘妖族战舰 纷纷掉转过头来 开始了狼狈的逃窜 朱恒宇不由地笑了起来 现在想跑 已经太晚了 很快 在朱恒宇的命令下 36艘黑金战舰 纷纷掉转过头来 从这一刻起 猎人变成了猎物 而猎物 却瞬间变成了猎人 凭击住速度的优势 36艘黑金战舰 很容易就追上了 试图逃跑的47艘黑金战舰 时间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接近12个时辰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36艘黑金战舰之上的 3600名天魔境卫 都已经恢复了魔力和精神力 调转过炮口 36艘黑金战舰 再次喷射出毁灭的火球 轰 轰轰 剧烈的轰鸣声中 前方奔逃的妖族战舰之上 不断地升腾着一个又一个的火球 这次动用的并不是魔晶炮弹 毕竟魔晶炮弹可不只是珍贵的问题 魔晶炮弹是由魔晶炼制而成的 而魔晶则是由魔能式提炼 萃取出来的魔能晶体 其提炼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提炼和萃取的工艺繁琐 需要消耗的时间也是漫长无比 因此 这次出行 每艘黑金战舰之上 只装备了100发魔晶炮弹 想要更多 那得等兵魔重工的工匠们制造出来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有了 不过 虽然没有了魔晶炮弹 但是普通的 由魔能式炼制而成的炮弹 还是有的 虽然威力上 十倍的降低 很难对战舰造成实质的伤害 但不要忘记了 魔能轰杀本身 可是一个强大的传承魔技 魔能轰杀的射程 达到足有十万八千米 轰击范围100公尺 十万多公尺的射程 那可足足有上百公里的距离 完全超出了视线的范围 属于超视距打击 不过 海战之中 所谓的超视距打击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基本上 海战能用到的射程 只有三千公尺左右 超过这个距离 根本就看不见目标 更别提什么瞄准了 第4290章命中目标 虽然 战列铁甲舰的体积都庞大无比 长度足有上百公尺 放在无边无垠的大海之上 所谓的大型战舰 也显得无比的渺小 尤其是在海浪的承托之下 每艘战舰都在上下左右前后 进行无规则的运动 想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 命中目标 难度实在太高了 彼此都在移动的情况下 想要间隔上百里 准确命中目标 那绝对是痴人说梦 魔能轰杀的射程 更多是针对陆地上的目标 战舰可以移动 可以闪避 但是陆地上的城池 却不会移动 也不会闪避 只要测量好距离 计算好角度 一炮轰出去 即便远隔百米 也一样可以准确命中目标 不是说 魔能轰杀的精度有多高 关键点在于 城市的面积太大了 纵横上百里 甚至几百里 只要瞄准城市中心点 即便射偏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怎么偏 也不过是针对城市中心而言的 那魔精大炮 就算偏得再多 也不至于偏离整个城市 所覆盖的所有区域 终归是落在了城市里 而这已经足够了 而且 魔能轰杀 可不只是射程远 魔能轰杀 需要以魔能炮弹为载体 一旦命中目标 便会瞬间爆裂开来 对方圆百里内的目标 进行轰击 方圆百公尺之内 所有被命中的目标 都会瞬间减少10%的生命力 而一旦生命力低于三成 则会出现轰杀效果 换句话说 只要连续被六发魔能炮弹命中 那么第七发炮弹 便会触发轰杀效果 轰击范围内的所有生命体 都会被当场轰杀 如果 双方的魔体段位相差过大的话 那么一记魔能轰杀 便足以瞬间将方圆百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尽数杀死 不过可惜的是 那3600天魔镜位里 其中的3000天魔镜位 魔体段位都只有60多段 与对手的差距并不是太大 无法秒杀对手 只有那100名 当初随同横宇 一同前往北极冰皇魔宫的魔狼射手 拥有着80段的魔体 一旦成功命中一艘妖族的战舰 那么只要一发魔能轰杀 便可以将妖族战舰上的上万名妖族海军士族 瞬间轰杀 只是魔狼射手的数量太少了 只有一百名而已 而且 他们轰出的魔能轰杀 未必能准确命中妖族战舰 不过 一旦他们准确地命中了妖族的战舰 对方的战舰便会失去动力 慢慢停下来 横跟在海面之上 一记魔能轰杀 便足以秒杀上万名妖族海军 虽然战舰并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 但是失去了驾驶后 战舰也是无法行驶的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朱衡宇瞬间亮起了眼睛 很快 朱衡宇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所有战舰之上的3600名天魔禁卫 全部停止轰击 只有战舰上的队长 以及两位副队长 可以继续开火 由于使用的 并不是魔精炮弹 而只是魔能炮弹而已 因此 即使一发射空 也可以连续轰出第二剂 第三剂魔能炮弹 在朱衡宇的注视下 36艘黑金战舰之上 不时地喷射出一枚枚火球 在上百名魔狼射手的轰击下 虽然大部分魔能炮弹都落入了大海里 激起了冲天的巨浪 但是 只要成功命中了对方战舰的 都会瞬间将战舰打停下来 魔能轰杀覆盖的范围 是方圆百公尺的区域 只要命中的位置不是太偏 便可以瞬间轰杀战舰上 所有的船员 就算轰偏了 也会瞬间轰杀大部分船员 大型战舰 可是需要大量的船员去驾驭的 人数不够 根本就开不动 开不走 一路追杀之下 只耗费了三个多时辰 对面的47艘战舰 便全部被打停了 为了确保战舰上的 所有妖族海军 全部都被消灭 在朱衡宇的命令下 上百名80段魔体的魔狼射手 对每艘战舰 都轰出了十几道魔能轰杀 由于妖族战舰 已经渐渐停了下来 基本上保持在静止状态 近距离下 面对几乎静止 体积无比庞大的战舰 自然不会失手 一连十几记魔能轰杀之下 即便那些被打停的 妖族战舰之上 有妖族魔帅 甚至是魔王坐镇 也有死无生 值得一提的是 魔能炮弹 威力比魔精炮弹 威力上若十多倍 魔能炮弹 更多是杀伤有生目标 却不能对战舰的主体 造成太大的破坏 在战略铁甲舰 那兼顾无比的铁甲保护下 魔能炮弹 几乎无法对战舰 造成实质的伤害 可以说 魔能炮弹 杀伤的是战舰上的 有生力量 也就是船员 水手 魔精炮弹 则主要是以强大的破坏力 直接将妖族的战舰撕成碎片 经过实战检验 朱衡宇发现 魔精炮弹 其实完全不适合海上战斗 如果使用魔精炮弹的话 那么发射一发魔精炮弹之后 九个时辰之内 天魔禁卫都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而且 那些妖族战舰被摧毁后 一点战力品都无法取得 而如果是使用普通的 由上品魔能石炼制而成的 魔能炮弹的话 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魔能炮弹 威力比魔精炮弹若十倍以上 但是 魔能炮弹的魔能轰杀效果 却是跟魔精炮弹完全一样 在使用魔能炮弹的情况下 可以轻易杀死 妖族战舰上的妖族海军 而且妖族战舰 却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害 如此一来 只要杀光战舰上的海军士族 便可以获得一艘完好的妖族战舰 看住横跟在海面上的妖族战舰 朱恒宇双眼发亮 由于底蕴缺乏的关系 朱恒宇根本没有办法 在短时间内 建造出大量的战略铁甲舰 不过 虽然自己造步了 但似乎可以抢妖族的战舰啊 这不 一场战斗下来 朱恒宇便足足抢到了 四十七艘战略铁甲舰 若不是之前 用魔精炮弹 摧毁了五十三艘妖族战舰的话 只一场战斗 朱恒宇便可以抢到 整整一百艘战舰啊 兴奋之下 朱恒宇二话不说 直接下达了命令 全体立刻撤退 离开这片海域 原本 朱恒宇还是可以统率住舰队 继续征战下去的 但有了这四十七艘妖族战舰 朱恒宇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了 在朱恒宇的命令下 三十六艘黑金战舰之上 所有的海军士族全部动了起来 迅速地从黑金战舰上 去出铁锁 系在了妖族战舰之上 随后 三十六艘黑金战舰 拖曳着三十六艘妖族战舰 快速离开了战场 至于剩余的十一艘妖族战舰 也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派出了十一万海军士族 登上了剩余的十一艘妖族战舰 先是将战舰上妖族海军的尸体 全部丢进大海 随后 十一万海军士族 驾驭着十一艘妖族战舰 顺住来路返了回去 第四千二百九十一章 癫狂状态 一路将四十七艘战舰 全部带回了摩扬族 曾经的海军基地紫阳岛 随后 朱恒宇召集了三千六百名天魔敬畏 召开了研讨大会 会议上 所有人开诚布公 集思广义 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 最重要的是 还整理出了适合黑金战舰 以及天魔敬畏的一系列战法 且不说 朱恒宇和天魔敬畏 一连三天的研讨大会 另一边 摩扬族的亿万子民们 已经陷入了癫狂状态 时到此刻 但凡有脑子的人 都已经可以判断出来 朱恒宇绝对是个骗子了 集合一族之力 都无法对抗的强敌 他凭一人之力 怎么去抵抗 妖族的海军 不是一人之力 便可以抵挡的 那可是足足有三千多艘战舰 三千多万妖族海军啊 你一个人 一家势力 即便再怎么强大 也不可能和三千万大军对抗啊 这么强大的海军 已经足以横扫整个摩扬族了 连一族都扫了 扫不了你一人 一个势力嘛 因此 在有心人的煽动之下 摩扬族子民们 开始强烈抵制朱恒宇 如果现在 有人能站出来 登高一呼的话 瞬间就可以弹劾了朱恒宇 可惜的是 摩扬族军部 所有的大佬 都已经不战而逃了 因此 整个摩扬族 也找不出一个 有资格弹劾朱恒宇的人 但越是这样 摩扬族子民就越是愤怒 明知道那就是个大骗子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住他坐在皇位之上 那种憋气 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盛怒之下 大量摩扬族子民 甚至放出话来 但凡朱恒宇还有一丝羞耻之心 就应该主动地辞去皇位 朱恒宇也万分无奈 不过 现在就辞去皇位的话 那岂不是承认自己是骗子了吗 因此 就算摩扬族的数议百姓都在骂他 但是他却依然没有做出回应 研讨会一连召开了三天三夜 随后 朱恒宇再次统率36艘黑金战舰 以及47艘妖族战舰 踏上了旅程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朱恒宇东征西逃 连续击溃了妖族北海舰队 11支舰队 合计1000多艘战舰 在连续的征讨之下 朱恒宇也很难做到百战百胜 虽然拥有速度和射程的优势 但是实战中 没有人会做到滴水不漏 一个月的战斗中 朱恒宇统帅的舰队 也多次落入了埋伏圈中 惨遭围剿 因此 一个月战斗下来 36艘黑金战舰 已经是伤痕累累 满目疮痍了 如果继续征战下去的话 这36艘黑金战舰 随时都有可能被破坏 失去动力之下 只能停在海面之上 成为妖族的俘虏了 朱恒宇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旦黑金战舰 落在了妖族手中 那么 一切的一切 就都曝光了 到了那个时候 妖族一定会紧急 调集数万艘战舰 兵压摩羊群岛 最多三个月 便可以将摩羊族彻底灭绝 因此 在黑金战舰 严重受损的情况下 战斗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 在朱恒宇的命令下 36艘黑金战舰 离开了前线 全速朝青牛岛的方向赶去 只有位于青牛岛的 兵魔重工总部的工匠们 能修理黑金战舰 整个修理过程 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随着36艘黑金战舰离开 朱恒宇终于有所空闲 可以抽出时间 处理一下摩羊族的事物了 在朱恒宇的命令下 郑小瑜对外发出了通告 应所有摩羊族子民的要求 朱恒宇正式辞去摩羊族魔皇的职位 听到这个消息 摩羊族的所有子民 不由地欢欣鼓舞 谈官相庆 在所有人齐心协力之下 朱恒宇这个大骗子 终于被赶下皇位了 这绝对是摩羊族所有子民 集体的力量 不理会摩羊族子民的欢欣 朱恒宇辞去了魔皇宝座之后 透过恒宇商会 在摩羊族各大城市之内 张贴穆兵令 以摩羊族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身份 朱恒宇向摩羊族全族 征召海军士族 但凡有心对抗妖族 拯救摩羊族与危难的修饰 都可以报名 朱恒宇虽然辞去了魔皇宝座 但是他军部魔帅的职位 却是依然存在的 身为摩羊族现存的 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他自然可以下达募款令 随着穆兵令张贴 摩羊族的所有子民 顿时一片叫骂声 一个大骗子 已经骗了他们一次了 难道还嫌不够 还想骗第二次吗 一时之间 摩羊族三千群岛 各大城市之内 骂声连成了一片 在摩羊族的普通百姓想来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朱恒宇还妄想着 从摩羊族穆兵 这简直太愚蠢了 他把摩羊族子民当什么了 蠢得无可救药 非常好蒙骗的猪马 一片骂声中 所有摩羊族子民 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但现实的情况 却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随着一张张目兵令 张贴出去 大量的修士 竟然争先恐后地 聚集在了 横宇商会的大门口 争先恐后地 应征朱横宇的招募 面对这一幕 摩羊族的子民们 顿时有种恨其不争的感觉 这些人怎么这么蠢 朱横宇那明显就是一个大骗子 你们干嘛还要上赶着 送上门去让他继续骗啊 面对那些愚昧的摩羊族子民 那些精英修士 根本懒得理会他们 并不是所有摩羊族子民 都被那些野心家 蛊惑和煽动 能明白事理 能看穿一切的人 其实并不少 不过 这样的人虽然很多 但是他们的数量 终究还是太少了 其总数量 只占了摩羊族总人口的 百分之二十左右 现在的情况是 百分之八十的摩羊族子民 都是蒙昧的 极易被煽动和蛊惑的 即便剩余百分之二十的人 看穿了一切 根本没用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反对 一切就已经成了定居 他们也曾经试着说服那些 被煽动 被蛊惑的摩羊族子民 但没办法 那些被煽动和蛊惑的 摩羊族子民 不但不觉得自己愚昧 反而自觉得自己聪明无比 甚至于 他们也反过来质疑这些精英 感觉他们傻得透不过气来 彼此之间的争斗 从一开始便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 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双方都觉得对方是个傻子 很显然 双方之间一定有人是真傻子 只不过八成的摩羊族子民 都觉得他们是最聪明的 这么多人认定的是 那基本上就没跑了 而那两成的摩羊族精英 却始终相信真理 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不过 不管如何 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 毕竟 双方的脑回路 根本就不一样 一旦形成了思维定势 那便无论如何 也解脱不出来了 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 各自只能坚持各自的观点 第四千二百九十二章漏洞 那些摩羊族的精英 纷纷印证了朱衡羽的招募 加入了朱衡羽的麾下 成为了朱衡羽的士族 而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摩羊族子民 则继续欢欣鼓舞 谈官相庆 庆祝他们终于识破了一个骗子 拆穿了一个骗子的真面目 可是 当一艘妖族战舰 纷纷开赴各大城市的港口 接走印证的士族的时候 各大城市之内 那些后知后觉的摩羊族子民们 渐渐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这些妖族战舰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会落在朱衡羽的手中 最让所有人恐惧的是 朱衡羽不但接走了印证的士族 甚至于 还给予了每名印证士族 十个名额 每个印证的士族 都可以随身携带十个清卷 一同离开这些牢笼般的岛屿 眼看着那些印证的士族 以及他们的清卷们 纷纷乘坐着妖族的铁甲舰离开 所有的摩羊族子民们 虽然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但是很显然 事情的真相 显然与他们所认知的 是完全不同的 就在所有摩羊族子民疑惑之中 朱衡羽对外发布了一系列的通告 首先 朱衡羽联合山羊群岛 牧羊群岛 以及牡羊群岛 这三大岛屿 组成了三羊群岛 随后 朱衡羽从魔牛族那里 高价收购了青牛群岛 并且就此拥有了三羊群岛 与青牛群岛之间 千百座岛屿的所有权 如此一来 朱衡羽麾下的疆土 纵横便足有上万海里 海域内的岛屿 也超过三千座了 按照魔族的规则 朱衡羽在辞去了 摩羊族皇帝宝座之后 正式对魔族全族通报 自立为恒羽魔王 得到这个消息 所有摩羊族子民 尽管非常不快乐 可是 朱衡羽的所作所为 都严格遵守 魔族定下来的规则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阻止 也没有人能质疑 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 朱衡羽就是可以 自立为魔王 这是全魔族 都公认的事实 就在所有摩羊族子民们 都暗暗郁闷的时候 朱衡羽再次发布了 一张通告 而通告上的内容 更是识破天惊 在通告之上 朱衡羽首先 对摩羊族全体子民 公布了一个好消息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 朱衡羽统帅麾下的舰队 击败了妖族北海舰队 合计击成了 三百多艘妖族战舰 缴获的妖族战舰数量 超过了一千艘 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后 妖族北海舰队 已经连退三万里 暂时离开了 摩羊族的海域 因此 在未来的三个月时间里 摩羊族暂时是安全的 不过 这种安全 只是暂时的而已 一旦三个月的时间过去 妖族摸清楚虚实之后 必将重返摩羊族 看住公告上的文字 所有摩羊族子民 都彻底茫然了 不是说好了 朱衡羽只是个 发灾难财的大骗子吗 但现在 他既然说 他已经击败了 妖族的北海舰队 击沉三百多艘妖族战舰 并且俘虏了一千多艘 这听起来 怎么那么不真实呢 可是 如果说 这些都是骗人的话 那么朱衡羽派过来 接走应召的十足时 停靠在港口的妖族战舰 又怎么解释呢 难道说 朱衡羽从哪个击脚嘎拉 捡到了上千艘妖族战舰吗 面对朱衡羽发出的这张通告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彻底惊呆了 有心不幸 可是稍微派人出去侦查了一下 结果 却发现妖族大军 真的连退了三万里 而且 妖族北海舰队的数量 也真的从三千多艘 降到两千多艘 魔羊族三千座群岛之间 确实有大量的妖族战舰 来回运输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人都惊讶地目瞪口袋 他们想不出 朱衡羽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却依然不肯放弃 毕竟 他们还想重回魔羊族 他们舍不得 曾经掌握的财富 以及手中的权力 而想重新拿回一切 就必须打倒朱衡羽 一时之间 魔羊族逃离的军部大佬们 再次派出戏作 开始散布谣言 朱衡羽所说的一切 根本经不起推敲 他不过是将几艘战舰 改造成妖族战舰的样子而已 那根本就是魔羊族造的战舰 朱衡与卑鄙的 伪装出一些妖族战舰 然后在各岛屿上转了一圈 为的就是欺骗魔羊族的子民 让大家重新把他推回魔皇的宝座而已 而且 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的侦察艇 并没有在海上看到大批的战舰 他们看到的战舰加在一起 也只有三 四十艘而已 在有心人煽动之下 所有魔羊族子民 在先入为主的影响下 很快便接受了这个新说法 很显然 朱衡羽虽然被逼住 辞去了魔皇宝座 但是他却并不是真的想离开的 所以才用欺诈的手段 试图蒙骗大家 让大家重新把他推回魔皇的宝座之上 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些魔羊族的子民 是不是太好骗了 但事实上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按照常理去推断 一切真的是很难辨别的 用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的话说 朱衡羽口口声声 说自己继承了三百多艘妖族战舰 俘虏了一千多艘妖族战舰 那么 朱衡羽到底是用什么 战胜妖族的 如果是战舰的话 即便朱衡羽所拥有的 是最先进的战略铁甲舰 也最少需要两千艘左右的战略铁甲舰 才可以正面与妖族对抗 占而胜之 两千多艘战略铁甲舰 现在在哪里呢 为什么自始至终 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些战舰 再有 两千多艘战略铁甲舰的话 光是需要的海军士族 便足有两千多万 而且 能正面战胜妖族海军 肯定都是最精锐的海军士族 如此精锐的士族 怎么可能岌岌无名 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 怎么可能瞒住全摩扬族 所有人的耳目 确切地说 想选拔这么多精锐的海军士族 肯定是要在全摩扬族的范围内 进行选拔的 每座群岛 都要选拔上万名年轻俊杰 可是 大家可以在周围打听一下 有没有哪一家的子女 加入了这样一支神秘的 不被任何人知道的海军呢 很显然 只要稍微调查一下 就可以知道 这支所谓的神秘军团 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 这次诸恒于法部的募兵令 便刚好从摩扬族的三千座群岛 各招募了一万名精锐士族 合计三千万海军士族 以及三亿的家属 每个人的邻居 街坊 或是亲朋好友 都有人加入 可以说 这么大的举动 是绝对瞒不过人的 很显然 朱恒于的麾下 并没有一支 未属两千艘的舰队 别说海军士族了 就说那两千艘战列铁甲舰 便是朱恒于 无论如何 也得不到的 拼尽全力 朱恒于最多也就弄到 几十艘战舰而已 毕竟 战舰的生产线 就在摩扬族军部的手中掌控住 那三千家造船厂 最近一千年来 生产出的每一艘战舰 都是记录在案的 朱恒于不可能 从这三千家造船厂 取得超过两千艘战舰 而不被军部察觉 最后 也最重要的是 这两千多艘战舰 平常停靠在哪里 它们的补给 又由哪里进行提供 它们的军饷 又是从何处募集而来的 太多太多的漏洞 让人懒得仔细挑起 总之 无论如何 朱恒于麾下 不可能有庞大的海军 朱恒于公告上 所写的所有内容 也一定都是假的 是骗人的 第四千二百九十三章 无力回天 一时之间 摩扬族群岛之内 所有的摩扬族子民 再次群情汹涌 可是 朱恒于已经不再是魔皇了 即便他们再怎么愤怒 也拿朱恒于没什么办法 暴怒之下 在有心人暗中鼓动之下 暴动的摩扬族子民 冲进了恒于商会 打死打伤多人 最终 还嫌不解气的摩扬族子民 一把火把 恒于商会 位于各城的总部 给烧了个金光 一直在隐忍的朱恒于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让朱恒于愤怒的 不是那些容易被煽动 和蛊惑的摩扬族平民 最让朱恒于愤怒的 是那三千多摩扬族摩帅 以及三百多摩扬族摩王 摩扬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他们还在为了手中的权力和财富 而进行着无休止的内斗 一直以来 朱恒于忍了他们很多次 但他们却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还变本加厉 越来越猖獗了 现在 这些摩扬和摩王 都寄身在摩族各分支之内 这些摩扬和摩王 躲避在安全的角落 冷眼看着摩扬族亿万子民 踏上灭亡之路的同时 还在全力阻止其他人 去拯救摩扬族 也许 普通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事实上 这已经不只是因为权力和财富 他们不战而逃 望尘逃顿的对手 却被朱恒于一个人 一个势力 便彻底击败了 如果结果真的是如此 那么他们还有什么脸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三千多摩帅 三百多摩王加在一起 都吓得屁滚尿流 狼狈逃窜 现在被你一个人救了的话 岂不显得我们太无能 多方面的因素 纠结在一起 便让他们做出了 常人无法想象的 卑鄙无耻到极限的勾当 而且 他们之所以这么容易 就煽动了那么多民众 蛊惑了那么多子民 也不是偶然和侥幸 毕竟 过去千万年来 他们就代表着 摩羊族的至高权力 他们所说的一切 就是真理 相对而言 摩羊族子民 更愿意相信他们 至于朱恒于 不怪大家不信任他 实在是他的漏洞太多 无论怎么解释 都根本解释不通的 朱恒于虽然非常郁闷 但却不至于 迁怒摩羊族子民 可是 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的 所作所为 却注实触怒了朱恒于 时到如今 恒于商会 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不但人员死伤惨重 甚至连各城的总部 都被一把火 烧了得金光 这些分布在各大城市的 恒于商会总部 耗费了朱恒于海量的财富 为了在每座岛屿上 都建立一个总部 朱恒于这些年来 投入了大量的财富 过去几十年来 消耗掉的魔能石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恒于商会 不仅可以帮助朱恒于 从事商业活动 最重要的是 恒于商会 还是朱恒于麾下 最可靠 最得力的情报体系 一旦恒于商会毁了 那么在战略层面上 朱恒于就瞎了 就聋了 就哑巴了 魔扬族子民们的想法 朱恒于再也没有通到祸悉 魔扬族子民的心声 他再也听不到了 朱恒于想说的话 也无法传达到 每个魔扬族子民的耳朵里了 可以说 恒于商会的毁灭 对朱恒于造成的伤害 实在太大了 盛怒之下 朱恒于彻底进入了暴怒状态 既然他们不想让朱恒于好好活 那朱恒于也不会让他们好好活 趁着恒于商会 位于各城市的人员撤离前 朱恒于发出了最后一篇通告 这封通告张贴出去之后 所有恒于商会的成员 都将撤离各大岛屿 各大城市 从那一刻起 朱恒于与魔扬族的子民之间 唯一的纽带彻底断绝了 趁着夜色 恒于商会的骨干 精英们 偷偷摸摸地 将朱恒于的最后一张通告 张贴在了每一座城市的通告栏内 作为最后的一篇通告 朱恒于知道 他已经没有机会 再和魔扬族的子民们交流了 因此 这最后一篇通告 足足写满了三大张通告 三张通告 一字排开 才看看将朱恒于所要说的一切 都陈列了出来 首先 朱恒于宣布了一个非常悲哀的决定 从现在起 魔扬族37亿子民的生命 已经正式进入倒数状态 满打满算 他们最多还能活100天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后 妖族的大军 将濒临魔扬群岛 无情地绞杀所有丢留存在 岛屿上的魔扬族子民 没有人可以救他们 原本 朱恒于是可以救他们的 但首先 魔扬族阳兴城的子民 听信了那些魔帅和魔王的谣言 全力阻止朱恒于开启皇室宝库 最终 他们成功了 他们不但破坏了大阵的开启 甚至将365座镇塔复制一具 最后引火自焚 将整个阳兴城 烧成了一片白地 阳兴城的子民 还剩两三百万 既然他们背叛了魔扬族 那魔扬族就没有继续照顾他们的义务 而且朱恒于也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没有人手 去帮助他们 为了拯救亿万魔扬族子民 朱恒于只能放弃那三百多万阳兴城子民 可惜的是 朱恒于虽然选择了去拯救那三十七亿魔扬族子民 但是 那些魔扬族子民 却显然不稀罕朱恒于的拯救 在有心人的煽动和蛊惑之下 他们将朱恒于弹劾 去赶下了皇位 如此一来 他们也犯了阳兴城子民们 同样的错误 尤其是最终 他们烧毁了恒于商会总部 打伤打死大量恒于商会职员 逼迫恒于商会的所有职员 只能连夜撤离这些城市 如此一来 便彻底切断了 唯一与朱恒于联络的管道 从这一刻起 朱恒于的所作所为 他们再也没有管道去获悉了 而他们的想法和愿望 朱恒于也没有机会再听到了 彼此天各一方之下 只能各自顾自己的了 不过 朱恒于再三强调 原本 他是可以救杨兴城的子民的 原本 他是可以救摩阳族 三十七亿子民的 可惜的是 先是杨兴城的子民不配合 阻碍了皇室宝库的开启 因此 在战斗了一个多月后 当朱恒于麾下的战剑 全部毁损严重的时候 却没有足够的黑金 以及白金 去快速进行维修 只能开回青牛群岛 没有半年的时间 根本无法完成 当然 光是皇室宝库的资源 没能获取 其实还不算太致命 最致命的 是所有摩阳族子民 对朱恒于的不信任 他们不肯相信朱恒于 甚至弹劾朱恒于 将他赶下了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 朱恒于根本没有办法 从摩阳族各大群岛中 获得大量的物资 摩阳族的子民们 本来就怀疑 他是在吃人血馒头 本来就怀疑他是在欺骗大家 是极极敛财 而且 朱恒于又被赶下了皇位 试问 朱恒于如果下达一道命令 将民间所有的黄金 白银 青铜 黑铁 等一系列物资 全部收拢起来 上交给朱恒于的话 有人会支持朱恒于吗 还是说 所有人都会大骂朱恒于 自认为看穿了朱恒于的骗子嘴脸呢 而不能整合摩阳族所有的资源 全力建造战舰 朱恒于如何能在短时间内 建造大量的战舰 朱恒于又用什么 去维修那些损坏了的战舰呢 因此 时到如今 不是朱恒于不想救 实在有心杀敌 却无力回天啊 第4294章 咒怨祭坛 和阳星城的子民一样 摩阳族的全体子民 最后也被成功蛊惑和煽动 注下了轻者痛 愁者快的大错 摩阳族最后一线生机 已经在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的煽动和蛊惑之下 在摩阳族子民不变是非 不分对错 胡作非为之下 彻底的断绝了 当然 朱恒于确实有很多漏洞 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 涉及军事上的秘密 本来就不需要向平民百姓交代 如果弄得人尽皆知的 那敌人岂不是也很容易就可以知道了 因此 军事上的机密 不一定是无法自圆其说 而是根本不能说 这点道理都不懂 却还要听信地言 丢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此一来 朱恒于即便再怎么想帮助他们 根本找不到任何办法 朱恒于已经忍辱负重 忍受了很久了 但最终 情况越来越恶化 直到不可调和 不可收拾 即便到了现在 朱恒于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他是如何消灭妖族北海舰队的 可是 但凡有点脑子的 就知道要盘逻辑 就一定要盘双边逻辑 大家只想着 朱恒于如何不可能做到 但自始至终 却没有人想到 朱恒于如何 就能做到 那些说朱恒于说谎的人 说朱恒于没有打败妖族 没有俘虏上千艘战舰的人 如果朱恒于麾下 没有这么多战舰 是如何运走三千座群岛 合计三亿三千万 无条件支持朱恒于的子民的 一艘战舰 战斗状态下 可以容纳一万名士族 不过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 超额满载的话 最多可以容纳十万名 魔羊族子民 战列铁甲舰 长达百米 宽也有三十米左右 一共有三层 整体而言 相当于一个直径 百公尺的大型竞技场 如果不考虑舒适 所有人一个挨一个地 站住的话 那么一传下来 装十万人 绝对是有可能的 一千艘战舰 就装走了上一 魔羊族子民 而且 不得不说 大家的眼神 也显然有问题 前往各大岛屿 各大城市去接人的 可不止由 诸恒与俘虏的 妖族战舰 其中还有两千多艘 从魔牛族 紧急调过来的 巨型货船 这些巨型货船 用来装人的话 一艘货船 也是可以轻易 装下十万人的 正是透过 一千艘妖族战舰 以及两千多艘 魔牛族的巨型货船 才运走了 三亿三千多万名 魔羊族子民 至于剩下的三十多亿 魔羊族子民 朱恒与已经是 爱慕能助了 朱恒与不是不想带他们走 而是他们不肯 跟朱恒与走 甚至于 正是这些人 联手将朱恒与 赶下皇位的 即便朱恒与 跪地磕头 他们也未必 啃上朱恒与的船 如果朱恒与 真的像那些魔帅 和魔王所说的那样 并没有取得胜利 而是在造假 欺骗大家的话 那么 那三亿三千多万魔羊族子民 到底是怎么运走的呢 那些出现在各岛屿上的船只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类似的漏洞 其实很多很多 只可惜 魔羊族的子民们 只肯相信那些魔帅 和魔王的说辞 却吝啬的 连一个辩驳的机会 都不给朱恒与 便弹劾了朱恒与 将他赶下了皇位 甚至 还打伤 打死恒与伤会 大量的员工 彻底毁灭了朱恒与 消耗依照财富 建立起来的恒与商会 不是朱恒与 不想理大家的死活 随着恒与商会被毁灭 魔羊族的子民们 即便喊破喉咙 朱恒与也无法听到 他们的声音了 原本 魔羊族是有过机会的 但是魔羊族的子民们 却不够团结 随便听信谣传 轻易便被蛊惑 煽动 如今 魔羊族的最后一线生机 已经彻底断绝了 接下来 朱恒与已经无力 再为他们做任何事了 他会退回 由山羊群岛 牧羊群岛 白羊群岛 组成的三羊群岛 并且在那里 构筑防御攻势 等待妖族大军的到来 如果 魔羊族子民们 能找到办法 赶去三羊群岛的话 那么 朱恒与依然愿意 不计前嫌地庇护他们 而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他们只能 自生自灭了 最让朱恒与痛心的是 即便他连开三章通告 却依然改变不了一个现实 那些魔帅和魔王 一定会找到新的借口 继续蛊惑和煽动 魔羊族子民 直到所有魔羊族子民 都死光死绝 他们也英明无伤 甚至于 他们还可以堂而皇之地 将所有罪过 套在朱恒与的头上 而他们自己 则大公无私 英明果敢 朱恒与是丹利姑 只有一个人 一张嘴 根本说不过那些 魔帅和魔王 而且最重要的是 魔羊族的子民们 根本就不肯 信朱恒与 不管那些魔帅 和魔王们说得 多慌淡不羁 多莫名其妙 他们就是信了 原本 朱恒与不想做得这么绝 毕竟 那些魔帅和魔王 精英魔羊族 这么多年 即便没有功劳 也是有苦劳的 但他们不该 一而再 再而三地 罗之罪名 阻碍朱恒与 拯救魔羊族 他们不该彻底 断绝了魔羊族子民们 最后一丝生存的机会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 真正一手 将三十多亿 魔羊族子民 推向死亡深渊的 不是妖族大军 恰恰正是这三千多 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 可以预见 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这些魔王和魔帅 一定会继续造谣声势 恶意重伤 甚至会卑鄙地 将一切罪名 强加在朱恒与的头上 而且 他们最不该的 便是驱动民众 打死打伤 恒与伤会旗下 那些无辜的店员 彻底断绝了 朱恒与 与魔羊族子民的联系纽带 既然他们已经把事情彻底做绝了 那么 朱恒与也没必要再心慈手软了 一直以来 那些魔帅和魔王 不就是欺负朱恒与拿不出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可惜的是 他们忘记了 大家都是魔族的一员 魔羊三千群岛的会岛上 都有一座咒怨祭坛 这咒怨祭坛 是根据魔族留下的手稿 建造而成的 是魔族留给魔族子民 反抗强权的唯一手段 只要聚集起百万以上的民众 便可以启动咒怨祭坛 凝聚百万民众的重天怨气 咒怨祭坛便可以凝聚出一道咒怨之力 如果被诅咒的目标 赋内心怀鬼胎的话 便会感应和汲取咒怨之力 从而使鬼胎成长 并且迅速壮大起来 成长起来的鬼胎 将会吞噬羞噬的血肉 乃至灵魂 灵魂和血肉消散一空之后 只剩下一具骷髅白骨 以及一副浅别的皮囊 日夜受纳鬼火烧至 永世不得超生 这咒怨之力 是极其歹毒的诅咒之力 对大多数人而言 死亡就是最大的恐怖 可是和诅咒之力比起来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死在咒怨之力下的生灵 其灵魂将被鬼胎吞噬 化为鬼火 一身血肉都将被吞噬一空 只剩下骷髅白骨 和一张浅别的皮囊 而且 周身永恒燃烧着绿色的鬼火 那绿色的鬼火 并没有温度 但却日夜烧制着灵魂 产生剧烈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苦 传说中 那种疼痛 就好比是在烈火上不断地炙烤 又还比是一条滚油 消在了脑袋上 而且 最恐怖的是 这种痛苦 是无止境的 是永远持续的 第4295章 板荡之忠臣 臣 既然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些魔帅和魔王们 一定会不断造谣声势 不断地抹黑 那么 朱衡宇为了自证清白 愿意以身相识 所有会导都可以开启咒怨祭坛 对朱衡宇降下咒怨 但凡朱衡宇内心有鬼 便一定会在咒怨之力下 化作那不死不灭 永坠苦海的咒怨干尸 而如果咒怨祭坛凝聚的咒怨之力 对朱衡宇无效 那就足以说明 朱衡宇是光明磊落 心胸坦荡的人 如此一来 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岂不是一目了然了 那咒怨之力 一定是要以鬼胎为瘾 才可以起作用的 如果不是心怀鬼胎的话 这咒怨之力 倒也不会平白地怨杀一个好人 第二天一早 衡宇商会的骨干 临走前贴出的公告 很快便被早起的民众发现 看中一连三章通告上 那触目惊心的内容 一时之间 所有观看者 都两股战力 一脸的惊恐 虽然暂时来说 还没有证据能证明 朱衡宇不是个骗子 可是很显然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朱衡宇怎么可能自寻死路 主动要求大家开启 咒怨祭坛 来证明他的清白呢 就算活腻了 也没可能找这么个死法吧 确切地说 这根本就不是死亡 咒怨之下 对方的灵魂会化作鬼火 永恒不灭地燃烧住 因此 如果可以的话 所有人都绝对会选择死亡 而不是成为咒怨窟窿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一直以来 朱衡宇根本就没有说谎 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一直在拼尽全力 试图拯救魔阳族 只有心怀坦荡之人 才可以坦然面对咒怨祭坛 可是如此一来 岂不是说 那三千多魔帅和三百多魔王 一直在说谎吗 为了一己私利 他们一手把三十多亿魔阳族子民 推进地狱 如果一切都是真的话 那真的太恐怖 太疯狂了吧 难道说 那些魔帅和魔王的心 不是肉掌的吗 他们的心 真的不会痛吗 难道说 所谓的私利 所谓的面子 真的比三十多亿魔阳族子民的生命 还要重要吗 如果一切都是真的话 那么 该被吸钱血肉 灵魂化为鬼火的 应该是那些家伙才对 朱衡宇和错之友 难道说 一心救人 一心要拯救万民 于水火之中 还有错吗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 魔阳族各大会岛之上 各大群岛的都城之内 所有的子民 都一脸惊慌地走上了街头 所有人 都一脸惊恐地 谈论住那三张公告 以及公告上的内容 很显然 朱衡宇和那些魔阳族 军部的那些大佬们 肯定有一方在说谎 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用自己的理智 用自己的智慧 去搜集讯息 以进行判断 可是很显然 朱衡宇的漏洞更多 那些魔帅和魔王给的理由 也够可信 够有说服力 但现在看来 更可信 更有说服力的 可能才是真正的骗子 而到处都是漏洞 却从来不做解释的朱衡宇 反倒是那个 一心拯救魔阳族的大英雄 大豪杰 一想到这个可能 所有魔阳族的子民们 彻底的慌了 阳星岛的先例 就摆在那里 因为不信任朱衡宇 阳星城的子民们 自己把自己 送上了死路 难道说 同样的灾难 因为同样的原因 即将降临 在他们头上了吗 接近四千万的 阳星城子民 最终能活下来的 只有三百万左右 典型的实不存一啊 三十七亿魔阳族子民 似乎也只有 被朱衡宇运走的 那三亿三千多万 能继续活下来 其他的魔阳族子民 大概都要葬身 妖族之口了 和阳星城 真的太相似了 同样都是实不存一啊 历史之内 朱衡宇盘坐在 蒲团之上 闭目调息 呼吸声无比的轻柔 外界的一切 朱衡宇无心在管 也根本管不了 随着遍布 魔阳族三千群岛 会捣唆在地的 恒宇商会的分布 被摧毁 朱衡宇已经彻底地 失去了与魔阳族子民的连接 朱衡宇想说些什么 也已经无法传达 给魔阳族的子民了 魔阳族子民 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朱衡宇也无从了解了 从某个角度说 这一招之下 直接把朱衡宇 打成了笼子 哑巴 朱衡宇只能独居一鱼 管好自己的一方小地盘而已 外面的风风雨雨 管不了那么多了 朱衡宇并不是一个 冷酷无情的人 即便魔阳族子民那么对他 可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他还是会拼命去救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 不是他想不想的事 而是根本没有办法了 魔阳族三千座群岛的子民 暴乱之下 衡宇商会死伤惨重 分布在三千座群岛 会导致上的衡宇商会分布 员工是非常多的 每座分布都足有三百多人 只有这个规模 才可以处理好日常的工作 那一天的暴动下来 打伤的就不去说了 光是当场打死的 每座分布平均下来 便足有一百多人 三千座分布加起来 总共被杀死了三十多万人 活了这么大 包括朱衡宇曾经经历过的战斗在内 他麾下的士族 从来没有死过这么多人 三千座分布 合计上百万员工 当场战死的便有三十多万 被打伤的也超过了三十万之数 朱衡宇除了命令大家撤退之外 再无其他办法了 再继续留下去的话 暴怒的魔羊族子民 绝对会将他们斩尽杀绝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 朱衡宇不是一个狠毒无情的 既然明知道是死路一条 那么朱衡宇唯一能做的 就是退出三千座会岛 而一旦退出了会岛 那么朱衡宇与魔羊族三千座群岛的一切联系 便彻底断绝了 此时此刻 由山羊群岛 木羊群岛 以及白羊群岛合并而成的三羊群岛之内 魔牛族大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全部抵达 合计三百万魔牛族大军 分别进驻了三羊群岛的战略要塞之中 那些被运送过来的 应召的魔羊族金瑞 也正在进行最紧急的训练 面对朱衡宇的招募令 合计有三千万魔羊族金瑞应召 这些人 无一例外 都是从一开始便支持朱衡宇 并且直到最后都没有动摇过的 他们对于朱衡宇拥有绝对的信任 若非如此 他们便不可能在朱衡宇如此落魄 几乎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情况下 义无反顾地加入朱衡宇的阵营 这些人 不但拥有一双慧眼 更拥有着英明果决的内心 所谓 板荡之忠臣 只有在关键时刻 才可以判断出谁是真的忠臣 第四千二百九十六章英杰 对于这三千万魔羊族金瑞 朱衡宇是绝对放心的 如果在如此极度不利的情况下 他们还如此义无反顾地站到朱衡宇身边的话 那么 朱衡宇想不到有什么情况 能动摇他们的内心 这三千万魔羊族精英 是朱衡宇和对方都处在绝境的情况下 精选出来的 可以说 魔羊族真正的精华 就是这三千万精英了 换了是平常的时候 即便整个魔羊族军部 用尽一切手段 都没有办法将他们 从接近四十亿的魔羊族子民中筛选出来 到底谁是精英 到底谁是人才 哪有这么好检测的 如果只是侦测力量 天赋 血脉纯度 魔力清和度 这倒比较容易 可是问题是 真正的天才 可不止这些 真正的精英 即便手无腹肌之力 也一样可以纵横天下 所向无敌 同样都是愤怒 平庸之人 即便再怎么愤怒 也不过是劈头散发 坐在地上撒泼而已 在平庸之上 则是武士之怒 武士之怒 服侍二人 血流五步 即便个人实力再怎么强大 也不过如此 差别只在于 能多杀几人 还是少杀几人而已 可是 真正的阴杰 可不止是如此 真正的精英 都是横霸一方的大财 他们等闲 不会动怒 可是一旦真正的怒了 那后果将是无比严重的 真正的阴杰 一旦真正成长起来 即便手无腹肌之力 也一样可以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搅动天下大势 所谓的阴杰 指的是材质杰出的阴豪 而所谓的阴豪 指的是武艺高超 胆略过人 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势力的人 因此 所谓的阴杰 真正指的是那些材质过人 武艺高超 有权有势的存在 虽然在整个摩阳族 他们没什么名气 但这些人远比一般百姓 要聪明得多 要有眼光得多 那些普通百姓 很容易被蛊惑 被煽动 对于这些有权有势 聪明狡猾的老油条来说 他们不去蛊惑别人 就不错了 哪可能被其他人给蛊惑了 这次的事件 从一开始 他们就看得很清楚 别管朱衡宇是不是骗子 这根救命稻草 都是必须抓住的 他们很清楚 抓住了朱衡宇这根救命稻草 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是一旦松开了这根稻草 那便是实死无生了 虽然 从种种迹象 种种证据上看 朱衡宇最起码有九成可能 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骗子 可是不管怎么说 最起码有一成的几率 朱衡宇不是在骗人 而这一成的几率 就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要全力争取的 如果不相信朱衡宇 继续留在岛上的话 那么妖族大军一到 他们绝对是实死无生的 而反过来说 跟住朱衡宇走 虽然九成的几率 还是活不了 但最少有一成的几率 可以就此逃出生天 继续活下去 做出这样的判断 其实并不是多难的事 真正难点 是他们可以不被一切假象所迷惑 不被那些谣言动摇 不被那些煽动者蛊惑 没有这点智慧和眼光 根本算不得真正的阴姐 整天三心二意 亦是一个主意的人 那最多就是小聪明 算不得大智慧 可以说 魔羊族面临的绝境 自然形成了一道筛选考核 朱衡宇一连串的遭遇 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若不是经历了这一切 朱衡宇就不会落到如今的局面 就根本考验不出 谁才是真正的阴姐 真正的大英雄 大豪杰 都是要在最危难的时刻 才可以考验出来的 没有比现在的魔羊族 更危难的时刻了 没有比现在的朱衡宇 更艰难的时刻了 只有经过了这双重的考验 才真正获得了朱衡宇的认可 并获得了朱衡宇的信任 也只有这样的存在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豪杰 孤语云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阴差阳错之下 朱衡宇将37亿魔羊族的 所有精英一网打尽 确切地说 这三千万精英 各顶各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 对于这三千万精英 朱衡宇也给予了 最高的国民待遇 这为数三千万的精英 也成为了新建立的 衡宇王国的第一批子民 作为以自己的名字 命名的新王国 朱衡宇有权制定一切的律法 在衡宇王国之内 朱衡宇的意志 便代表住一切 朱衡宇实在是受够了 那些极异被煽动的 魔羊族子民 随时左右住 决定住 干涉着 甚至是阻挠他做事 这个世界上 聪明人终究只是极少数 大多数人 都不过是平庸之辈而已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旦将一件事情 交给人群去决定的话 那么 占了绝大多数的 极异被蛊惑 煽动 诱导的人 便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在世俗的眼光中 那些有一定才华 学识 见识 乃至能力的人 都有点特立独行 他们总是会做出一些 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很多时候 他们看起来甚至很傻 很愚蠢 世俗的眼光 甚至完全无法接受 这样的存在 但事实上 真正成大事 成大气厚的 却就是这样的人 衡宇王国建立之后 朱衡宇总揽了一切大权 并且将衡宇王国的一切 都归为私人所有 无论如何 朱衡宇再也不想像一个牵线木偶一般 被一群渔民所操控啊 以后如何 暂时还不得而知 可是单就目前而言 朱衡宇却必须拥有绝对的掌控权 整个衡宇王国之内 朱衡宇的命令 就是最高指令 在这特殊的时期 任何胆敢违抗朱衡宇指令者 杀无赦 王国建立 并且招募了第一批国民之后 朱衡宇宣告了王国的建国核心 一个王国的建立 是要有核心的 核心的类型 分别有农业 工业 商业 旅游业 而朱衡宇的衡宇王国 却不是以这些为核心 衡宇王国的建立 是为了拯救 乃至复兴摩扬族的 按照朱衡宇的本意 一旦摩扬族重新复兴 那么朱衡宇的精神力 就会转移到崩坏战场的核心处 王国的大权 财富 对朱衡宇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此 衡宇王国的建立 为的就是拯救摩扬族 振兴摩扬族 一旦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衡宇王国的使命 就已经完成了 即便立刻解散掉 朱衡宇也不会有任何的不舍 说白点 朱衡宇就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牵线木偶 被摩扬族军部的大佬们 以及那些渔民们操纵 所以才建立了专属于自己的王国 衡宇王国从建立的那一刻起 便肩负着特殊的任务 特殊的使命 因此 衡宇王国注定不可能以工业 农业 商业 旅游业 为核心 想要拯救和振兴摩扬族 需要的就是不断的战斗 只有击退了妖族侵略者 才可以拯救摩扬族 振兴摩扬族 既然战斗无可避免 那么衡宇王国 自然便以战斗为核心 更确切地说 是以兵工为核心 第4297章永久的盟约 在魔牛族的权力支持下 上千家造船厂 正在三阳群岛的各大岛屿上 全力兴建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躲避战乱 三阳群岛上的魔阳族子民 都已经被迁往三阳群岛 与青牛群岛之间 那些散乱的岛屿上了 换了是其他的群岛 让岛上的居民迁移 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可是对于三阳群岛的 魔阳族子民来说 如此平级的三阳群岛 根本不值得他们留恋 至于说故土难离 也得分什么时候 此时此刻 妖族大军随时都有可能 出现在岛屿之外 为了躲避战乱 绝大多数魔阳族子民 都非常乐意迁移 整个三阳群岛 也就是原本的山阳群岛 木阳群岛 白阳群岛上 除了魔牛族的建设大军之外 便只有刚刚运送过来的 为数三千万的精英 以及为数三亿的清卷和随从 正势力的称王 成为了恒宇魔王 建立了恒宇王国之后 朱恒宇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和制度 按照朱恒宇制定的规则 三千万精英 都将成为恒宇王国的正式国民 恒宇王国 以兵宇为核心 以战斗为使命 因此 三千万国民 可谓是全民皆兵 身为第一批正式国民 三千万精英 都拥有着组成军团的权力 暂时来说 恒宇王国 一共有一千艘战略铁甲剑 这一千艘战略铁甲剑 正是从妖族手中缴获而来的 朱恒宇将这一千艘战舰拿了出来 这些战舰的归属权 毫无疑问地归朱恒宇所有 但其使用权 却可以暂时转交给其他人使用 平常的时候 他们可以驾驶自己的战舰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去运输物资 做航运生意也好 去倒买倒卖 做海上贸易也好 去海上捕鱼虾 当一个渔民也好 甚至是去纵横四海 四处劫掠 成为一名撕掠者 只要在朱恒宇报备过 就都是可以的 不过当然 这使用权也不是白白的 这一艘战舰 他们可以随意使用 去做任何被批准的事情 但是 但朱恒宇需要 并且下达了命令 那么 所有人必须无条件地 放下手边的一切事物 第一时间 按照朱恒宇的命令 去做任何事 身为恒宇王国的一员 一旦有人试图抗命 又或私自携船逃跑 那么 朱恒宇一定会第一时间 派出恒宇舰队进行追杀 就算他们逃到天涯海角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朱恒宇有这个信心 这种信心 可不是平白而来的 朱恒宇的麾下 有速度超快的黑金战舰 其速度 比魔羊族的战舰 要快上一倍 至于和这些妖族的战舰比起来 速度更是快了近三倍 这还只是黑金战舰而已 如果只是几支舰队叛逃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动用黑金战舰 只要派出秦兰儿 秦允儿 以及秦可儿三女 驾驶白金战舰 便可以轻易将其诛杀 至于说 白金战舰的速度 那是不需要怀疑的 全速状态下的白金战舰 只有战舰的尾部 与海面轻轻接触 30米长的战舰 倒有29米 飞出了海面之外 全速状态下 万里之遥 一时空就可以抵达 而同样是上万里的距离 妖族的战舰 最少也要一周的时间 才可以跨越 其速度的差距 就好比是乌龟与飞鸟一般 已经完全无从比较了 三千万精英 暂时只有一千艘战舰 而一艘战舰 只能容纳一万名十足 因此 虽然三千万精英 足以组成三千个军团 但是朱恒宇暂时能为他们提供的 却只有一千艘而已 有两千个军团 暂时无法取得战舰 既然战舰数量有限 那么彼此之间的竞争 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只有最强的一千个军团 才有资格取得第一批战舰的使用权 至于剩余的其他军团 则只能耐心等待 等建造 或是俘虏了新战舰之后 再分配给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 横宇王国 暂时只有三千万国民 全民皆兵之下 最多可以组成三千个军团 每个军团 都可以自己取一个番号 这三千个军团 便将是极限 除非某个军团 被团灭了 否则的话 无论将来发展到哪一天 军团的数量 都不会超过三千个 不过 这些军团 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就全看个军团 自己的努力了 发展得够好的话 一个军团 便可能拥有几十 几百 甚至几千艘战舰 另外 横宇王国 是没有陆军的 魔牛族已经清醒地意识到 他们离不开魔羊族 如果在袖手旁观 做事不理的话 那魔羊族 真的被妖族覆灭了 而一旦魔羊族覆灭 接下来就轮到魔牛族了 因此 魔牛族已经与朱横宇 残血为盟 在魔族的神像前 立下了永久的盟约 从盟约缔结的那一刻起 魔牛族便将无条件地 全力保护 横宇王国的所有城市 魔牛族一天不灭 便要清其所有 确保横宇王国的陆地安全 当然 盟约是相互的 并不是只有魔牛族 要保护横宇王国 横宇王国 也要全力守护魔牛族的海域 只要横宇王国一天不灭 便要清其所有 确保魔牛族海域的安全 双方之间 是彼此合作 而不是朱横宇投靠了魔牛族 更不存在 寄人篱下一说 事实恰恰相反 是魔牛族 要抱紧朱横宇的粗腿 死缠烂打的 要和朱横宇结盟的 如果说寄人篱下的话 也是魔牛族 躲避在朱横宇的羽翼之后 受朱横宇的保护 能一听起来 这显然有点难以理解 可是老话说得好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魔羊族艰苦卓绝地 与妖族对抗的时候 是魔羊族需要 魔牛族的帮助 魔羊族是求人的一方 而魔牛族是被求的一方 可是 时一是亿 时到如今 魔羊族已经是 覆灭在即 神仙难救了 一旦朱横宇也学 魔羊族那三千多魔帅 以及三百多魔王那样 直接一甩手 抛下一切离开的话 那么 少则三个月 多则半年 魔羊族便将全境陷落 最多一年之后 妖族的海军 便将兵押魔牛族 在妖族的面前 魔牛族还不如魔羊族 魔羊族最起码 还可以在大海上 碾压妖族的战舰 过去亿万年来 魔羊族已经不知道 在大海上战胜妖族多少次了 可是魔牛族 拿什么跟妖族对抗呢 魔牛族完全没有制海权 一旦妖族海军 进入魔牛族的海域 魔牛族根本无力抵抗 虽然说 魔牛族的陆军 无敌的强大 可是你在强大又如何呢 我一百万人 围攻你十万人 就算能胜 又能胜几场 一路围歼各座岛屿 少则一年 多则十年 魔牛族也必将布了 魔羊族的后尘 被彻底的覆灭 只要不是傻的 就都明白 现在的局势 有多么的危险 一个处理不好 魔羊族和魔牛族 必将在三年之内 先后陷落 乃至灭绝 类似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过去亿万年来 魔族因此灭绝的种族 多了去了 第四千二百九十八章 铜墙铁壁 现在真不是朱衡宇 需要去哀求 需要寄人篱下的时候 朱衡宇已经成了 魔牛族唯一的救命稻草 抱住朱衡宇的粗腿 魔牛族还有一线生机 一旦朱衡宇把腿离开了 那么魔牛族必亡无疑 魔牛族军部的大佬们 但不像魔羊族那些容易被蛊惑和煽动的子民 还是那句话 没有足够的智商 根本不可能达到太高的境界 别说魔王了 连魔将都不可能达到 魔牛族军部大佬们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放开朱衡宇这根救命稻草 若非如此 区区一个王国而已 哪有资格与整个魔牛族签订全方位的盟约 一旦盟约签订下来 只要魔牛族不灭 就必须全力保护横宇王国 单就字面上的意思 可能很难理解 权力简单说 就是如果魔牛族的首都 以及横宇王国同时遭到了攻击 那么 依照盟约 魔牛族必须先守护横宇王国 然后再去守护魔牛族的首都 这才叫权力 但凡分出一丝人力 物力 财力 那都不能叫权力 可以说 为了守护横宇王国 魔牛族即便站至最后一兵一族 也是在所不惜的 因此 无论理论或实际 都是魔牛族 在抱紧朱衡宇的粗腿 是魔牛族 躲避在朱衡宇的羽翼之下 靠朱衡宇去保护 有了魔牛族守护岛屿上的城池 朱衡宇自然就不需要组成陆军了 让魔羊族去组陆军 就好比让魔牛族去组海军一样 都是彼此最不擅长的事 既然不擅长 那就不做好了 用所有的精力 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因此 衡宇王国的三千军团 全部都是海军 朱衡宇很清楚 想要战胜妖族 就要战胜他们的海军 正如当年的玄冰魔皇 只要能碾压妖族的海军 就可以将他们赶出大海 至于说 想彻底战胜妖族 甚至将妖族覆灭 暂时来说 朱衡宇还想不了那么远 也想不到有那个可能 想覆灭妖族 那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没有千万年的时间 是不可能做到的 无论如何 朱衡宇现在绝对不可能去思考这件事 三百万魔牛族精锐 已经进驻了三阳群岛 布下了一道坚固无比的防线 这三百万魔牛族精锐 只是先头部队而已 接下来 还将陆续有三千万魔牛族大军 源源不绝地开赴战场 有了三千万魔牛族大军守护 单就三阳群岛而言 绝对可以说是铜墙铁壁 牢不可破 只要能在大海之上 抵挡住妖族 那么妖族便绝无可能 覆灭横宇王国 现在 制约朱衡宇的 就是麾下的海军士族太过稀少 空有一千艘战舰 但却没有足够的士族去驾驭 虽然临时的培训一直在进行 但是很显然 短时间内的突击培训 是无法培养出合格的海军士族的 维京之计 只有将一切都交给大家自己去努力 这三千万精英 都是才华洋溢之辈 朱衡宇一个人解决不了的困难 那就群策群力 让所有人共同为之努力 朱衡宇相信 三千万精英群策群力之下 一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这些难题的 由于时间太紧 人手太过有限 所以 恒宇王国的三千军团的组件 以及三千军团之间的比拼 决出胜负 排定名次 这一切的一切 朱衡宇都不去过问 三千个军团如何组件 以什么形式组成 三千军团之间如何比拼 如何排定名次 都交给那三千万精英 自己去解决 朱衡宇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军团组成完毕之后 进行批准 在名次排定之后 对战舰从事的行业 进行审核 除此之外 一切的权力 朱衡宇都放了出去 不是朱衡宇偷懒 实在是 朱衡宇麾下的人才 实在太少了 一直到现在 朱衡宇的麾下 也没有多少可用之人 而且 千万不要小看了 那三千万摩羊族精英 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摩羊族最杰出的英豪 超过八成 一定是从这三千万精英中 脱颖而出的 就算朱衡宇不曾存在过 就算摩羊族 没有这次的劫难 一切也一样会是如此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耐心 这三千万中 一定会涌现出 足以和摩羊族 那三千多摩帅 以及三百多摩王 相提并论的大能 甚至于 其中也可能涌现出 足以羽扬号 陆姊妹 以及朱衡宇 相提并论的存在 如果有朝一日 这三千万精英中 涌现出了 超越炼狱魔王 以及玄冰魔皇 一级的存在 也绝不需要有 太大的惊讶 因此 朱衡宇将一切权力下放 是绝对不需要担心的 连如此危难的局势下 他们都能清晰地 洞悉一切 并且做出了最佳的选择 事实证明 他们是够聪明 足以信赖的 他们的能力 足以解决任何问题 即便是朱衡宇 无法解决的 三千万精英 群策群力之下 也一定是可以找到 解决办法的 衡宇王国之内 全民皆兵 所有人 都有自由参政 义政的权力 朱衡宇也没有 隐瞒任何事物 而是开诚不公的 将目前的处境 以及面对的难题 如实地公布了出去 至于该如何解决 如何处理 朱衡宇也不知道 大家有责任 有能力 有担当的 可以尝试解决 解决不了 也没人怪他们 而一旦成功解决 那么朱衡宇是不吝啬奖励的 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 无论是权力还是势力 只要是大家想要的 朱衡宇都可以给出去 不过 一旦朱衡宇开口 下达了指令 那么 整个衡宇王国 只能有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 只能是朱衡宇的声音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面对朱衡宇定下的 这道霸道无比的规则 没有人能说什么 是朱衡宇 将他们从死亡线上 拉下来的 是朱衡宇 拯救了他们 因此 朱衡宇定下的规则 再怎么霸道 他们也只能遵守 上了人家的船 又不想听从人家的安排 这世界上 哪有这么多好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事实证明 朱衡宇确实神通广大 确实远胜所有人 朱衡宇的岁数 比绝大多数人还小 朱衡宇的出身 比绝多数人低 但朱衡宇拥有的实力 势力 以及底蕴 却是三千万人加在一起 都无法比拟的 别说是他们这三千万人了 就算上整个摩羊族 以及摩羊族军部的那三千多摩帅 和三百多摩王 所有人捆绑在一起 也不如朱衡宇一人之力 第四千二百九十九章霸道规则 虽然大家还是猜不出 朱衡宇是如何战胜妖族海军的 但是那一千多艘妖族的战舰 却假不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魔牛族权力的支持 那可是摩羊族争取了数亿年 也没能争取到的 既然事实证明 朱衡宇的能力 强过所有人 而且 他又救了所有人的性命 那么 即便听他的又如何呢 如果将时间倒退一年 不 只需要将时间倒退半年时间 这里的所有人 对朱衡宇都绝对不会心服口服 想让所有人 无条件地听从朱衡宇的命令 那绝对是痴人说梦 可是 经历了阳心城的毁灭之夜 经历了魔羊族 在有心人的蛊惑和煽动下 一连犯下的无数个错误 直到将自己玩崩 把魔羊族玩灭 经历了这两次事件的教训之后 已经没有人觉得 这有什么不好的了 大家其实也能理解朱衡宇 也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设身处地地想想 朱衡宇明明有能力拯救魔羊族 甚至还可以振兴魔羊族 可是 先是阳心城的百姓 愚蠢地阻止了朱衡宇 使他无法开启皇室宝库 随后 魔羊族三千座群岛的子民 在有心人的蛊惑和煽动下 将朱衡宇赶下了皇位 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权利 朱衡宇明明可以做到一切 可是因为那些愚蠢之人 朱衡宇最终什么都没能做成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换了是他们上尉 也绝对不可能继续放任这种情况 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了 专业的事 还是让专业的人去做 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平民 凭什么决定国家大事 这里 没有贬低平民的意思 事实上 那三千万精英 就都是平民 可是即便他们自己 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所知道的 所了解的 实在太少了 什么资讯都不给 便贸然让他们做出重大决定 这样真的合适吗 因为所有人都想不通 朱衡宇到底怎么能打败妖族舰队 所以就认为 朱衡宇是个骗子 因为朱衡宇是个骗子 所以要把他赶下皇位 可是事实上 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的 尤其是涉及军事机密 那是能对一般百姓说的吗 如果摩羊族三十七亿人都知道了的话 那妖族能不知道吗 冰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最怕的就是保守不住秘密 怎么可能说给一般百姓听 而因为他不能说 所以被弹劾了 被赶下皇位了 被驱逐了 而且 这三千万精英中 未必没有当初弹劾 并驱逐朱衡宇的人 因此 朱衡宇凭什么相信他们 总之一句话 朱衡宇的话 便是最高指令 就是天意 觉得能接受的 那就留下来 大家一起对抗妖族 一起拯救摩羊族 如果实在不能接受 那哪来的就回哪去 没人求你留下来 所谓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不外如是 因此 对于朱衡宇所制定的 霸道规则 所有人 只稍微不舒服了一会儿 不过很快 大家就理解 甚至同情起朱衡宇来 确实 无论如何 不能让同样的错误 继续发生了 阳兴城子民 犯了大错 结果是阳兴城子民 实不存一 摩羊族三千群岛的子民 犯了大错 结果恐怕依然是实不存一 如果他们不想 不前两者后尘的话 那么同样的错误 是必须杜绝的 而想杜绝这种错误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虽然恒宇魔王 已经将目前所面对的局面 如实地向他们做出了解释 不过 朱恒宇不是傻子 他能对所有人公开的 一定不是机密的资讯 比如说 朱恒宇到底是如何 击败妖族北海舰队的 比如说 到底是如何俘虏那一千多艘妖族战舰的 也有人曾经怀疑过 怀疑朱恒宇是不是被妖族收买了 成为了妖族的奸细 可是这种怀疑 只有最愚蠢的人 才会去考虑 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 瞬间就会否决掉 魔羊族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了 妖族爱怎么剁就怎么剁 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魔羊族根本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妖族何必多此一举 脱裤子放屁呢 还是那句话 如果恒宇王国的三千子民 都知道这个秘密了 那么 这个秘密便在成为不了秘密 很快便会散不开来 变得人尽皆知了 既然无法掌握详细的情报 那么他们自然没有资格决定什么 且不说 三千万恒宇王国子民 如何思索 如何组成军团 也不提 三千军团是如何组成的 又是如何展开竞赛 争夺排名的 另一边 朱恒宇进入了密室 开启了闭关状态 朱恒宇的实力 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目前的需求了 八十三段魔体 根本镇压不住恒宇王国的气韵 一旦有大能前来捣乱 整个恒宇王国 甚至找不到能对抗的人 勉强能一战的 大概只有黑妹了 以及三尊暗精魔羊战偶了 可是黑妹也好 三尊暗精战偶也好 都不会飞行 因此 对上那些大能的时候 可谓是防守有余 但却进攻不足 朱恒宇必须抓紧时间 快速地将魔体的段位提升起来 以应付随时有可能来犯的各族大能 不仅仅是朱恒宇 三千六百名天魔禁卫 也已经进入了闭关状态 全速提升魔体段位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 密室之内 朱恒宇并没有使用皇室宝库内发现的丹药 那些丹药 虽然是魔阳族历代的炼丹宗师 亲手炼制而成的 但是对于朱恒宇来说 却还是差了点意思 以朱恒宇的炼丹水准 九瓶以下的丹药 他是不会用的 不然的话 魔体内沉寂的丹毒 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从冰皇手环内 取出了九瓶地火神炉 这九瓶地火神炉 原本必须是脊柱炼玉真火 才可以发挥出功效的 不过好在 一来 朱恒宇并不需要发挥 九瓶地火神炉的分担功效 二来 朱恒宇拥有着炼玉之力 完全可以认为凝聚起炼玉真火 用来催动九瓶地火神炉 来炼制丹药了 皇室宝库之内 囤积着魔阳族亿万年来 累积下来的宝物 不过总的说起来 这些宝物中 灵药和灵丹 都是针对九十段 魔体以下的修饰 毕竟 战备宝库内的物资 是用来拯救魔阳族的 透过这些物资 可以培养出强大的军队 而不是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个体 一旦魔阳族陷入绝境 那么能拯救魔阳族的 肯定不是哪一个人 而必然是哪一群人 因此 魔阳族皇室宝库内的宝藏 可以培养出千万名精锐士族 但却并不能帮助一个修饰 突破九十段魔体 更不能提升九十段魔体以上 修饰的魔体段位 可以说 九十段魔体以上 是无法靠别人帮忙的 即便身份和地位高如阳号 江海 以及陆姊妹 也只能自己想办法 找机会 不说九十段魔体以上 光是突破九十段魔体的桎 便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 可以说 九十段魔体以上 连魔王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弄 因此 这皇室宝库内 什么都有 但却就是没有黄瓶以上的灵药 不过 对于朱衡宇来说 却已经足够了 耗费了一周的时间 朱衡宇开炉链丹 并且将自己的魔体段位 从八十三段 晋升到了九十段魔体 第四千三百章 魔王劲出阶 黄劲出阶 九十段魔体 已经算是魔王劲出阶了 不过 想要从九十段魔体 晋升到九十一段魔体 却有一道巨大无比的鸿沟 想突破这道桎梏 不可或缺的 就是红光破障单 而红光破障单 乃是红光金牙八爪怪的鸡河 且不说 红光金牙八爪怪无比的稀少 关键点在于 红光金牙八爪怪 不但拥有白光圣体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 红光金牙八爪怪的身躯庞大无比 传说 红光金牙八爪怪的一条触手 便足有三千丈长 一条触手卷出来 瞬间就可以将所谓的战舰 给缠绕几圈 然后拖进大海深处 当然 运气够好的话 也是可以遇到一些 九十段战体的 红光金牙八爪怪 通常而言 九十段以上的八爪怪 便已经是 红光金牙八爪怪了 可惜的是 对于红光金牙八爪怪来说 修炼起来 是没什么桎梏可言的 它们在九十段战体 不会停留太久 因此 想要遭遇一个 刚刚晋升为 红光金牙八爪怪的存在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红光金牙八爪怪本身 已经是少得可怜 听海蛇族二皇子 以及毒牙说 整个北海之内 现在大概只剩下 七只红光金牙八爪怪了 其中 四只 乃是白光圣体初阶 两只 乃是白光圣体中阶 最后一只 更是已经达到 白光圣体巅峰了 只差一线 便可以成就混沌战体 至于说 那些九十多段战体的 红光金牙八爪怪 早就被猎杀一空了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海山统率住 三千毒龙军团的士族 在大海之内游异 试图帮助横宇 猎杀一只 红光金牙八爪怪 取得一枚红光金盒 可惜的是 虽然海山成功找到了 一只白光圣体初阶的 红光金牙八爪怪 但可惜的是 在战斗持续了 半个时辰之后 那只红光金牙八爪怪 见识不妙 竟然逃跑了 其速度之快 犹如瞬间移动一般 可以说 在大海之内 如果红光金牙八爪怪 想跑的话 那基本上 没人追得上 现在 海蛇族二皇子海山 在获得了全套的 龙蛇九退之后 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苦修 海山已经将龙蛇九退 修炼到了第七退 只差两次退变 便可以成就白光圣体了 因此 过去二三十年来 朱衡宇都没有见到海山 也没见到海山麾下 那三千毒龙战士 不过 虽然彼此没有见面 但却不等于 朱衡宇对他们不关心 透过森罗之力 形成的灵魂锁链 朱衡宇随时都掌控着 毒龙军团的动向 而且朱衡宇可不只是了解和关注而已 在朱衡宇的石海核心处的炼狱神殿之内 英灵儿盘坐在神座之上 五星向天 手捏手指 英灵儿的头上 十万八千根紫色绣发 无风自动 如果将英灵儿的绣发放大的话 那十万八千根紫色的绣发 分明是一条条紫色的灵蛇 正在欢快地舞动住 十万八千根紫色的绣发中 大部分都是灰紫色的 猛一眼看去 更像是闪着紫色光运的灰发 很显然 这些灰紫色的绣发 是暂时还没有觉醒的森罗阴蛇 其中 少数已经觉醒了的森罗阴蛇 则通体闪耀着亮子的光芒 这些亮子色的光芒不是别的 正是灵魂之光 其中 最明亮的三千条森罗阴蛇 便连接在独龙军团 三千士族的石海中 事实上 朱衡宇更多的是考虑战略层面的事物 具体到每个军团的管理 其实已经完全交由英灵儿来负责了 让朱衡宇感到奇怪的事 在未来的自己 送回来的信息中 却并没有提到英灵儿 对于这一点 朱衡宇非常的疑惑 不解 对于朱衡宇来说 英灵儿实在太重要 太强悍了 有英灵儿在 朱衡宇可以组成最多十万八千的精锐部队 之所以是十万八千这个数字 是因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拥有的头发数量 便是十万八千根左右 英灵儿也不例外 她头上的绣发 便正好有十万八千根 英灵儿的绣发 每一根都是一条森罗英蛇 可以完全 绝对 彻底地控制一个目标 透过这些森罗英蛇 可以建立一条灵魂锁链 即便相隔亿万里 也可以随时掌控那边的情况 因此 朱衡宇已经不再关注各大军团的事物 而是完全交给了英灵儿 也正是因此 所以英灵儿已经很少离开炼狱神殿了 很多时候 甚至连朱衡宇自己 都忘了英灵儿的存在 但事实上 英灵儿的存在 却是最重要的 坐镇在朱衡宇十海核心处的炼狱神殿 英灵儿透过森罗英蛇 所形成的灵魂锁链 布下了一张天网 这张灵魂聚网之内 网络住朱衡宇麾下 所有军团的成员 而且 随着朱衡宇实力的不断提升 这张巨网的功能 也在不断地增强 增多 所有被中入了森罗英蛇的修饰 已经拥有了初步的 短距离通话功能 只要彼此的距离 保持在方圆百里之内 那么 彼此的灵魂锁链 便可以交错穿插成 一张区域网络 区域网络内 所有人可以发送意念波纹 来进行沟通 尤其是在军团作战的时候 团长的命令 可以透过这张巨域网 瞬间传递到军团内 所有人的尸海中 不需要以文字 或声音的形式去传达 这张灵魂之网传递的是意念 接受到这道意念的所有人 都能瞬间明白 团长的想法和意图 极有这道区域网 所有人都知道团长要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要怎么去配合 且不说其他人 历史之内 朱衡宇耗费了一周的时间 炼制出了六枚丹药 成功将自己的魔体断位 晋升到了九十段 这次的皇室宝库之行 朱衡宇取得的所有丹药 优先供应给三千六百天魔镜位 至于炼狱镜位 朱衡宇会亲自出手 为他们炼制九品丹药 在朱衡宇的心里 炼狱镜位是最重要的存在 他们享受的待遇 是至高的 而所谓至高的待遇 那就是和朱衡宇本身 是完全一样的 好在 这次的皇室宝库一行 朱衡宇取得的神品灵药 足以炼制出海量的丹药 皇室宝库之内 存放住的可是摩羊族 累积了亿万年的珍贵资源 尤其是其中的珍稀灵草 灵药 很多都已经绝种了 这次的皇室宝库一行 朱衡宇的收获 实在太丰盛了 取得的高品灵草和灵药 足以将三千炼狱镜位 全部提升到魔皇境出阶了 再配合上皇室宝库第四层 发现的实践组主宰套装 不需要怀疑 即便单对单的情况下 这三千炼狱镜位 也足以正面战胜 魔羊族的三千魔帅 甚至于 有可能出现碾压 也许有人觉得 这太疯狂 太夸张了 可是事实上 这其实是一种必然 魔羊族被驱赶到魔羊群岛 已经过了亿万年的时间 魔羊族几十亿子民 勤奋恳恳地积攒了亿万年的资源 难道连三千个修士 都培养不起来 武装不起来吗 第四千三百零一章雷结 魔羊族的皇室宝库 一共分五层 其中 前两层存放的 都是一些黑金 白金等珍贵的金属和物资 第三层存放的 则是各种灵草 灵药 以及已经炼出完毕的丹药 第四层 总共十个房间 每个房间里 都存放着一件主宰套装的配件 第五层 则没什么说的 一共就有三个祭坛 三个祭坛之上 分别陈列住雷结的传承魔球 一大块玄空晶晶 以及三阳开泰的魔羊族皇冠了 因为兵皇守皇空间有限 而且时间上也太过紧迫的关系 所以 皇室宝库前两层的宝藏 朱衡宇是分文畏曲 一路就跑过去了 第三层的皇室宝库 则囤积着大量的灵草 灵草 以及现成的丹药 时到现在 第三层囤积的八层灵草和灵药 都已经用在了炼狱敬畏身上 至于第四层的十件主宰套装 则更是全部给了炼狱敬畏 仔细想想 朱衡宇这次的皇室宝库一行 九层的收获 都消耗在了炼狱敬畏的身上 魔羊族累积了亿万年的稀有资源 全部用来打造这支战队了 多了不敢说 最起码 单就个体实力而言 这三千炼狱敬畏 绝对不逊色他们的先祖炼狱魔王 随便放出去一个 那都得是纵横驰骋 所向无敌的存在 最起码 九十段魔体以下 绝对是无敌的 接收到来自未来的警告之后 朱衡宇对炼狱敬畏的投入 绝对是不遗余力的 什么都用最好的 就算有一丝瑕疵 都不配给炼狱敬畏使用 自皇室宝库三层取得的大量丹药 一颗都没分给炼狱敬畏 炼狱敬畏使用的每一颗丹药 都必须是朱衡宇亲自炼制的 连八品的丹药 都配不上炼狱敬畏 必须是九品的丹药 才配得上炼狱敬畏的身份和地位 从某个角度说 朱衡宇对炼狱敬畏 甚至比对自己都好 自己都舍不得吃的 也要先保证炼狱敬畏能先用到 若非如此 朱衡宇的魔体段位 怎么可能在八十三段停留这么久 若一心只顾自己修炼的话 恐怕二三十年前 朱衡宇便已经成为一尊魔皇精的高手了 不过是到如今 建立了衡宇王国之后 朱衡宇已经不得不全力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以前是没有那个必要 可是现在 却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 炼狱敬畏再强 也终究是外力 炼狱敬畏不可能随时都留在他身边 一旦有强敌入侵 当着朱衡宇的面烧杀强掠的话 朱衡宇必须强势站出来 朱杀强敌 若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那大家根本不会对朱衡宇心悦诚服 要不了多久 所有人就离心离德 整个衡宇王国 恐怕也就散掉了 可以说 身为一尊魔帅 是可以不以物力著称的 毕竟 魔帅之上还有魔王 魔帅即便实力再强 终究不如魔王 因此 即便实力逊色一些 倒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是魔王不同 虽然魔王之上 还有魔皇 可是事实上 魔皇就是魔王 单就实力和境界而言 无论是魔王还是魔皇 其实大部分修士 都是魔皇境的高手 可以说 最强的魔王 就是魔皇 因此 作为一尊魔王 他的实力 必须是要有所保证的 魔族 终究是以实力 为尊的种族 个人实力不强 终究是底蕴太浅 根本走不了太远 因此 所有人必须 另做打算 另谋出路 就算暂时不会被判 但是很显然 所有人都会胜有二心 一旦朱恒宇倒台了 他们要有其他的准备 其他的选择 因此 在正式自立为 恒宇魔王 建立了恒宇王国之后 朱恒宇的实力提升 便成为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 还好 这次的皇室宝库之行 朱恒宇取得了魔阳族 累积了亿万年的灵草和灵药 连同三千炼狱禁卫一起 朱恒宇也将自己的魔体段位 晋升到了九十段 成为了初阶的魔皇禁高手 换了是其他人 除非能够获取到一枚 红光金牙八爪怪的金盒 炼制出红光破障单 否则的话 九十段魔体 便已经是极限了 可是 朱恒宇和三千炼狱禁卫 是不同的 身怀炼狱之力 他们即便使用红光破障单 也一样可以透过 不断的苦修 破除九十段玄关的桎梏 正式成为真正的魔皇禁高手 不过 如果全靠个人修炼 仅仅依靠炼狱之力 缓慢去淬炼的话 需要的时间 实在太过漫长了 没有千百年时间 是很难突破的 不过 别忘记了 朱恒宇和三千炼狱禁卫 可是使用过入魔单的存在 在炼狱核心处 在炼狱之力的遮蔽下 朱恒宇和三千炼狱禁卫 都使用了入魔单 如此一来 九十段魔体的桎梏 对它们而言 已经是完全不存在的了 那红光金牙八爪怪的金河 也完全没必要去找 只要不断苦修下去 大家的魔体段位 便会突破九十段 正式成为真正的 魔皇境的高手 不过 想要靠自然修炼提升的话 那需要的时间 就太过漫长了 没有几千万年的时间 恐怕连一段魔体 都提升不了 将魔体晋升到九十段之后 朱恒宇没有时间开心 时间如此宝贵 朱恒宇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右手一挥之间 得自皇室宝库中的 那枚传承魔球 以及那块玄空晶晶 出现在了朱恒宇的面前 虽然说 皇室宝库中 前四层取得的资源 九层消耗在了炼狱禁卫的身上 可是皇室宝库第五层的三件宝贝 则全都将用在朱恒宇的身上 看了看那硕大的玄空晶晶 又看了看那枚紫黑色的传承魔球 下一刻 朱恒宇右手一挥之间 收起了玄空晶晶 随后 朱恒宇小心翼翼地 将那枚封印住雷杰的传承魔球 给拿在了手中 看住手中的传承魔球 朱恒宇目光中满是疑惑之色 毫无疑问 这名为雷杰的传承魔法 并不是唯一传承魔法 甚至于 这都不是终极传承魔法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初级的传承魔法 可是 如此一来 那就太奇怪了吧 堂堂的皇室宝库之内 为什么会藏着一颗初级传承魔球呢 仔细探测了好半天 朱恒宇却始终没有任何的要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这传承魔球都普通到 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 哦 也不对 这名为雷杰的传承魔球 和雷电 落雷术 雷击术 之类的传承魔球比起来 名字上还是比较特别的 不过 除了名字稍微有那么一点特别之外 大概也没有其他的不同了吧 第4302章 好笑吗 看住那枚封印住雷杰的传承魔球 满脸疑惑的朱恒宇 沉吟了一小会之后 便断然做出了决定 如果一件宝贝 连朱恒宇都弄不清楚 搞不懂的话 那不需要疑问了 那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这传承魔法实在太弱 太平常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第二种可能 就是这传承魔法实在太强 太逆天 即便以朱恒宇如今的实力 也完全没有办法探查到其恐怖之处 两种可能 表面看来 基本上是各占一半 可是 这枚传承魔球 可是陈列在皇室宝藏第五层 保存在三座祭坛之上的 难道说 远古时代的魔羊族魔皇 闲着没事 耗费天大的代价 建立起一座祭坛 就为了斗后来人玩的吗 这皇室宝库 等闲是不会开启的 只有魔羊族遭受了灭顶之灾 随时有可能被灭族的时候 才可以开启 这里的宝藏 是为了拯救魔羊族而准备的 要开玩笑 也没可能在这种事上开玩笑吧 魔羊族都快被灭了 然后好不容易打开的宝库 却发现祖先和自己开了个小玩笑 这真的好笑吗 因此 朱恒宇是万万不敢舍弃这枚传承魔球的 这可是魔羊族的祖先 为了抵抗外族入侵 为了拯救魔羊族 而为子孙后代准备的三大法宝之一 这要是真的浪费掉了 那恐怕能把魔羊族的祖先活活气活过来 魔羊族都要亡了 开哪门子玩笑啊 猛一咬牙 朱恒宇终于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慢慢闭上眼睛 朱恒宇运转体内的魔器 开始炼化这枚平平无气的传承魔球 轰隆 炼化刚一开始 朱恒宇的尸海之内 便瞬间响起了一道雷鸣声 朱恒宇只觉得眼前一黑 便完全失去了知觉 一片黑暗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朱恒宇终于缓缓地恢复了知觉 但奇怪的是 朱恒宇感受不到自己的身躯 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尸海 一片混沌般的黑暗中 朱恒宇茫然地观察住周围 可是 在这绝对的漆黑环境下 朱恒宇什么都看不见 一片黑暗的环境下 朱恒宇渐渐地开始无聊了起来 在这混沌般的环境下 朱恒宇而不能闻 目不能见 鼻子眼 朱恒宇此刻 根本就没有躯体 也根本没有味觉 触觉 嗅觉 视觉 听觉 这无感可言 只有一道意识存在 那种感觉 实在太过诡异 也太过痛苦 如果是一块石头 没有任何意识的话 倒还好说 但朱恒宇有意识 却有什么知觉都没有 那种痛苦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一片黑暗之中 朱恒宇的内心深处 慢慢滋生出一种 名为孤独的感觉 而且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感觉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 在无尽的孤独之中 朱恒宇知道 他必须找点事做 不然的话 这无边无际的孤寂 足以把他折磨疯了 可是 到底在找什么事情做呢 思索之间 朱恒宇很快便找到了目标 朱恒宇的记忆 都是存在的 虽然陷入了暗无天日的黑暗之中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朱恒宇并没有死亡 或早或晚 朱恒宇终究是会苏醒的 一个人一旦死了 其灵魂和躯体 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所有的记忆都会消失 不复存在 既然记忆还在 那便必然没有死亡 这对修士来说 是个常识 既然能苏醒过来 那么值得朱恒宇考虑的事情 就太多太多了 不过 最迫在眉睫的事情 却只有一个 这件事情不是别的 正是对那块悬空津津的运用 在皇室宝库之内 朱恒宇一共得到了三件宝贝 其中第一件是那枚传承魔球 朱恒宇现在之所以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正是那枚传承魔球所导致的 除了传承魔球之外 还有一顶三阳开太皇冠 以及那块悬空津津 作为老祖先 为子孙后代留下来的 最后的抵胎 这悬空津津 实在太重要了 朱恒宇最需要考虑的 就是这块悬空津津的使用 老话说得好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如果使用不得当 把这块悬空津津用在了刀背上的话 那即便这悬空津津再怎么强大 也根本发挥不出威力 对现在的朱恒宇来说 他必须找出这块悬空津津 最合理的用处 必须将这块悬空津津的特点 发挥到极致 才不辜负老祖宗的期望 苦苦的思索之间 朱恒宇内心深处的孤寂 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所谓的孤独也好 寂寞也罢 那其实都是无所事事的人 才可以感觉到的 对于那些天天忙得脚 打后脑勺的人来说 他们连感受孤独的时间都没有 沉浸在思索中 朱恒宇忘却了身外的一切事物 对于这块悬空津津的使用 朱恒宇首先想到的 就是白金战剑 如果将这块悬空津津 熔炼进白金战剑中的话 那么 这艘白金战剑的重量 将会大大的降低 而随着白金战剑重量的减轻 白金战剑的速度 便将大大提高了 不过 这个想法 很快便被朱恒宇否决掉了 这块悬空津津的块头 虽然很大 但是用在战剑上的话 还是太勉强了 那白金战剑再小 也终究是一艘战剑 其长度 超过了30米 其重量 也是无比恐怖的 区区一块悬空津津 根本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支白金战剑 终究只是一艘战剑 只能在大海上航行 使用起来的话 是非常受限的 一旦战斗发生在陆地上 白金战剑就束手无策了 至于海上的战斗 白金战剑 已经所向无敌 性能上 已经碾压了其他所有的战剑 多少倍了 在此基础上 即便再强大一些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和必要 无敌的基础上 再怎么强化 还是无敌 这对朱衡宇 乃至整个衡宇王国来说 都是没有太大促进和提升的 现在朱衡宇最欠缺的 是个人的实力 身为衡宇王国的国王 朱衡宇个体的实力 不足以镇压整个王国 更无法震慑外族的入侵者 摆在朱衡宇面前 最关紧要的任务 就是提升个人的实力 如此一来 不能随时跟随在朱衡宇身边的白金战剑 很快就被否决掉了 既然不能炼制白金战剑 该如何使用呢 只稍微一琢磨 朱衡宇便有了新的想法 第四千三百零三张灵光 时到如今 朱衡宇的兵器 是三叉两银戟 这件兵器 猛一看起来 似乎是个近战兵器 可是 这件兵器常规的用法 却是远程的法术轰击 从某个角度说 这其实是一柄法杖 而不是一件兵器 因此 朱衡宇其实还缺少一件 衬手的兵器 虽然 借给毒牙的那柄嗜血魔剑 潜力也是巨大无比的 可是不得不说 潜力不等于实力 也许经过千万年时间的激烈 那嗜血魔剑足以秒杀一切 可是单就暂时来说 嗜血魔剑的威力 终究是有限的 嗜血魔剑拥有无限的潜力 但却需要漫长的时间 用鲜血去激烈 单就目前而言 嗜血魔剑的威力 已经远远满足不了 朱衡宇的需要了 从六十段魔体之后 嗜血魔剑就开始 显得有些疲倦了 而如今 朱衡宇的实力 已经晋升到了九十段魔体 那自然更是满足不了 朱衡宇的需要了 不过 如果单单是炼制一剑兵器的话 那么 从皇室宝库四层 发现的主宰之剑 便似乎可以满足 朱衡宇的需要了 那主宰之剑 乃是远古时代 摩扬族先祖炼制的宝剑 宝剑的本身 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是由混沌白金炼制而成的剑器而已 可是 虽然主宰之剑本身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那主宰之剑 却在地煞翠剑大阵之内 淬炼了一兆年的时光 如此漫长的岁月里 在地煞翠剑大阵的淬炼之下 主宰之剑内 已经淬炼出了一道无坚不摧的剑器 其威力之大 绝对是可以满足朱衡宇需要的 而朱衡宇作为衡宇魔王 作为衡宇王国的国主 他是不适合 用近战兵器去战斗的 堂堂的国主 手持利器 被地方的几元大将围殴 即便能胜 那也肯定狼狈不堪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对方只要派出几元大将 暂时困住朱衡宇 那么 其他大军 便可以一勇而上 朱衡宇麾下的大军 在群龙无首 六神无主的情况下 大概也只能溃败了 自古以来 御驾清征 发生过很多次 可是 你什么时候听过 一代国王 或是皇帝 亲自出去斗将的 且不说能不能胜 即便能胜 也绝对是很丢脸的事 对异国之主来说 是不能轻易以身涉嫌的 所谓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更何况 朱衡宇乃是异国之主呢 总而言之 朱衡宇需要有强横的实力 以及强大的破坏力 但是 朱衡宇需要的 却绝不是近战的兵器 以及近战的魔技和魔法 因此 所有的近战兵器 便全部都被否决了 无论如何 以朱衡宇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注定无法手持三尺剑 上阵与敌人厮杀了 就算要战斗 也只能坐针大本营 远程释放魔法 或者是魔技 来诛杀敌人了 一旦朱衡宇敢踏上前线 与敌人斗将 那就只要对方不是傻的 就绝对会一拥而上 争取活捉朱衡宇 只要抓住了朱衡宇 整个衡宇王国 瞬间就崩溃了 在苦苦的思索之间 朱衡宇不断地否决了 一个又一个想法 近战兵器 肯定是不需要的 即便炼制出来了 他也没机会用 但远程兵器的话 以朱衡宇如今的技术和水准 很难炼制出 超过三叉量引己的法器来 倒不是说 朱衡宇练其之道上 不如对方 实在是 这悬空晶晶 根本就不是用来炼制法杖的 悬空晶晶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可以悬浮在半空中 其最大的特性 就是重量轻 而作为一柄法杖 重量即便在轻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说 只要寻找到大量的稀释奇针 朱衡宇是有能力 炼制出超越三叉量引己的法器的 而且还会超出很多 可是一来 朱衡宇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稀释奇针 二来 即便找到了 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炼制法器 炼制出如这根三叉量引己相同的法器 没有千万年时间 是无论如何 也炼制不成的 还有 那皇室宝库四层的主宰之剑 想炼制出剑胚 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 想要完成整体的炼制 却需要亿万年的时光 若是不在地煞淬剑大阵下 淬炼上亿万年的话 那些主宰之剑 与摩阳族军部之势的白金战剑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地煞淬剑大阵 凝聚地火或地水 来淬炼宝剑的锋芒 借助天地的伟力 才炼制出了主宰之剑 因此 朱衡宇不是炼制不出 而是没有材料 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也没那个心思 如今 需要他去处理的事情 真的太多 太杂了 这三件宝贝 朱衡宇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拿到了 可是直到现在 才来得及去炼化 去使用 不是朱衡宇不想早点用 而是根本没那个时间 真的闭关百年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恐怕整个摩阳族 都已经被灭绝了 苦思冥想之间 时间飞快地流逝住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朱衡宇的脑海中 瞬间闪现了一道灵光 那道灵光很亮 但也很短暂 只一闪之间 便彻底消散了 快到朱衡宇来不及 捕捉到那一丝灵感 便彻底地熄灭了 换了是其他人 灵感一旦熄灭了 那不知道要多久 才可以再想 可是好在 朱衡宇别的没有 就是记忆力强悍 虽然刚才的灵感 只是一闪即逝 但朱衡宇 却还是留下了 一丝丝的印象 顺着那丝记忆 朱衡宇苦思冥想之间 很快便想起了 那道灵光是什么 这道灵光 就是炼制一柄飞剑 说起飞剑 也许有人会疑惑 有了法杖 又炼化了雷杰 朱衡宇应该已经 不缺远程输出了吧 可是事实上 雷杰的威力 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雷杰是魔法攻击 而不是物理攻击 魔法虽强 却也是有限制的 很多强横的生物 都拥有魔法免疫的特性 虽然不可能完全免疫 但是免一个五六成 七八成的魔法攻击 便几乎可以飞掉雷杰了 一旦面对上 拥有很高魔抗的生物 单单凭击住雷杰 恐怕是无法击败对手的 如此一来 朱衡宇就需要一种 武力攻击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 完全可以是飞剑 而且 飞剑本身 其实就是一件兵器而已 兵器本身 是没有办法自动飞行 自动发动攻击的 想要驾驭飞剑 就必须学习并掌握预剑术 而预剑术 其实是魔际的范畴 如此一来 手持亮银三叉戟 施展预剑术的话 便可以将预剑术的威力 强行增强三倍 如此一来 亮银三叉戟 便与飞剑形成了连锁 其威力之大 恐怕丝毫不在任何魔法 和法术之下 第4304张飞剑 一旦将悬空晶晶 炼制成一柄飞剑的话 便可以将悬空晶晶的特性 发挥到极致 悬空晶晶的特性 就是重量轻 甚至可以悬浮在半空中 如果将其炼制成飞剑的话 那就太合适了 崩坏战场内 拥有超重力环境 即便一块碗石 也是重若山岳 在崩坏战场之内 所谓的飞剑 是不可能存在的 预见之数虽然强大 但是毕竟比不了魔体的力量 想驾驭如此沉重的宝剑 在空中保持高速的长距离飞行 那需要的力量实在太庞大了 尤其是 作为飞剑 必须保持足够的灵活 否则是很难命中目标的 如此一来 其驾驭的难度 就更加巨大了 整个崩坏战场上 朱恒宇不但没亲眼见过 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这里曾经出现过飞剑这种兵器 而且 连历史的文字记载中 也找不到飞剑的蛛丝马迹 若不是朱恒宇传承的 炼气之道中 确切地记载住 飞剑的祭练方法 朱恒宇甚至连飞剑的存在 都不可能知道 在快速思索之间 朱恒宇越来越兴奋 悬空津津的悬浮特性 可以将朱恒宇的预剑之术 发挥到极限 在半空中的时候 悬空津津的重量 近乎零的 在如此状态下 朱恒宇完全可以用量银三叉戟 增幅了三倍的预剑之术 催动飞剑 达到超高的速度 由于在半空中 悬空津津的重量 是可以降到零的 因此很容易 就可以将飞剑的速度 催动到极限 在超高的速度下 即便是一根针 都可以射穿一块钢板 更何况 如此庞大的一块悬空津津 炼制出来的一整把宝剑呢 另外 悬空津津 还有一大特性 那就是距离地面越近 重量越大 距离地面越远 重量越小 如此一来 当驾驭这柄飞剑 攻击地面目标的时候 其威力就太恐怖了 现在亮银三叉戟的增幅下 施展预剑术 将飞剑的速度催到极致 然后 再从高空 对地面目标进行俯冲轰击 随着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重力加速度之下 整把飞剑所蕴藏的动力 将以几何极数攀升 所造成的破坏力 更是成倍 甚至是数倍的提升 越是思索 朱衡宇就越是开心 这悬空晶晶 实在是太适合用来炼制飞剑了 只要将飞剑系在半空中 不需要任何催动 它便可以悬浮在那里 而一旦稍加催动 因为其重量为零的关系 很容易就可以将其速度 催动到极致 一旦对地面目标 发动攻击的话 飞剑的重量 又会随着高度的降低 而迅速变大 而随着重量的提升 其蕴含的动能 也随之疯狂提升 其造成的破坏力 也随之疯狂的攀升 越是思索 朱衡宇就越是兴奋 不过很快 朱衡宇便按捺住内心的雀跃 静下心来 快速思索了起来 毫无疑问 这块悬空晶晶 就是为了飞剑而生的 一旦将其炼制成飞剑 那么悬空晶晶的一切优点 都将被发挥到极致 不过 即便炼制成飞剑 也是有很多种选择的 炼制的方法 炼制的手段 也多种多样 有血炼之法 神炼之法 金炼之法 以及天炼之法 地炼之法 水炼之法 火炼之法 光是炼制方法 就足足有81种之多 朱衡宇必须寻找 最适合的方法 来炼制这柄飞剑 毕竟 朱衡宇的时间和精力 实在太有限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用来炼制这柄飞剑 对于高达81种的 祭炼之法 朱衡宇选择用最笨 也最不容易犯错的办法 淘汰法 炼制飞剑的方法 一共有81种 一种重淘汰下去 最后剩下的 就是最适合的方法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朱衡宇依照节省时间 节省精力的原则 淘汰了多数的淬炼制法 最终 依照省时省力的原则 一路淘汰下 最终只剩下了一种炼制方法 锻炼法 所谓的锻炼法 就是对一块金属 进行千锤摆链 每锻造三千锤 便要放入火中 炼去其中的杂质 在烈火中淬炼之后 便要再次锻造三千锤 以九百万次锻造 以及三千次火炼 为一个轮次的循环 当整个锻炼循环 进行三千回合之后 便可以淬炼出 一柄飞剑的剑胚 如此周而复始之下 即便是一块繁铁 恐怕也已经脱去繁胎 成为神兵利器了 值得一提的是 剑胎的品质 由锻造时 锻造的力量 以及火炼时 火焰的温度决定 锻造的力量越大 火焰的温度越高 则飞剑的品质和威力 也就越强 而且锻造的那三千锤 可是每一锤 都不能随意的 每一锤落下去 都决定了 剑胚的品质和威力 任何一锤 都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想炼制出完美的剑胚 那么在炼制的过程中 每轮九百万次断打 每一锤都必须全力以赴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可是 想维持巅峰状态 锻造九百万次 要多久呢 锻炼之法 是最为蠢笨 最为费时费力 也最苦的炼器之法 通常而言 只有俗世中 最低级的铁匠 才用这种锻炼之法 但凡稍微有点实力 都不会采用这种炼器之法 锻炼之道 是炼器之道的基础 炼器之道 正是在锻炼之道的基础上 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般而言 三十段磨体以上的修饰 便已经抛弃了这种锻炼方法 进而采用更先进 更有效率的炼制手段了 但朱衡宇考虑了很久 却还是选了这种炼器之道 之所以如此 朱衡宇自然有他自己的考量 如果 这一锤锤 都需要朱衡宇自己去锻造的话 这次次火炼 都需要朱衡宇去进行的话 那么无论如何 朱衡宇也不会选择锻炼之法 来炼制这道剑胚 之所以选择这种祭炼之法 朱衡宇自然是有所依据的 青柳岛上 朱衡宇可是建立了一个大型锻造车间 而且 还在青柳岛的火山口处 建立了一座太阳神炉 如此一来 根本就不必朱衡宇亲自去炼制 只要将这块悬空晶晶 炼制上大量的符纹 完成初步的炼制 接下来的一切 便不再需要朱衡宇亲自去进行了 有超级锻造机在 每一次锻打都沉重无比 不夸张地说 那超级锻造压机 每一次的锻造力量 都远远超越混沌战体的大能 那超级锻压机 是挤住天地的威力 每一次锻压 其力量都大到惊人 修士的肉身 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 至于火炼之道 朱衡宇个人的力量 也终究是有限的 青流岛上 那火火山口内建造的太阳神炉 可是在魔牛族全力的支持下 建造的一座超大型太阳神火大阵 还是那句话 个人的力量在墙 也无法和一整座大阵对抗 太阳神火炉内燃烧的 可是纯纯的太阳真火 单就温度而言 太阳真火丝毫不比炼狱真火逊色 甚至还要强出一筹 太阳真火 乃是天下至刚至强的火焰 用来炼气 绝对是至高无上 无可取代的 如此一来 朱衡宇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去炼制飞剑 只要完成飞剑的初步炼制之后 便可以将飞剑交给兵魔重弓的工匠 由那些顶级工匠 下御柱超级断压机 以及太阳神火炉 锻炼这柄飞剑 一天12个时辰 完全可以进行三扳倒 12个时辰 不停歇 不间断地 对剑胚进行断打 淬炼 第4305章弥补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 900万次断打 以及3000次火炼 为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之下 只可以炼制出一个剑胚而已 在此基础上 再次锻造900万次 以及火炼3000次 完成一个循环的话 便可以将剑胚 晋升为一星剑胚 如此循环 合计81个循环 便可以将剑胚 升到81星 99归真之下 剑胚便将晋升为 九品飞剑 继续锻造下去 每9981个循环 飞剑的品级 就会晋升一品 连续循环下去 飞剑便会晋升为一品飞剑 当然 一品飞剑 也远远不是极限 一品飞剑 也不过只是新的开始而已 炼器之道 几乎是没有极限的 如果将炼器之道 修到极限 炼制出一柄圣品飞剑的话 那么朱衡宇 完全可以平级这柄圣品飞剑 一剑正到了 决定了将悬空晶晶 炼成飞剑之后 接下来要考虑的 就是阵法的选择了 通常而言 飞剑上要炼制的阵法 是固定的 首先是清零法阵 减轻飞剑的重量 其次是疾风法阵 增加飞剑的速度 再次是锐晶法阵 增加飞剑的锋力 这三大法阵 乃是炼制飞剑的 三大基础法阵 可谓是缺一不可 而这三大法阵之外 基本上也无法炼制 第四套法阵了 毕竟 飞剑的体积 毕竟是比常规的宝剑 小很多的 能够篆刻符文的区域 也非常小 想要在有限的空间内 铭刻出第四套法阵的话 不如强化这三套 基础法阵的收益大 不过 当初衡宇选择用 悬空晶晶 作为炼剑的材料 第一道清零法阵 便不需要炼制了 悬空晶晶的特性 与清零法阵是重叠的 当然 这并不能说 悬空晶晶就是最好的炼剑材料 换了是其他的金属 例如太阳晶晶 虽然重量很重 但是飞剑却自备太阳真火 飞剑寄出去 便犹如一轮大日一般 可以爆发出肆虐的太阳真火 威力巨大到了极限 只不过 太阳晶晶虽然强悍无比 威力堪称逆天 但是 在这崩坏战场的超重力环境下 太阳晶晶根本不能用来炼制飞剑 也没有人 能用御剑术 驾驭如此沉重的飞剑 这悬空晶晶 是崩坏战场上 唯一能用来炼制飞剑的材料 其逆天极数的悬空特性 实在太过强悍了 与清零术减轻的那一点重量比 悬空晶晶的强大悬浮力 千万被玉灵术提供的悬浮力 总而言之 朱恒宇的飞剑 可以省掉三大法阵之一的清零法阵 至于接下来的锐晶法阵 以及疾风法阵 则是必须要转刻 无法节省的 没有疾风法阵推动 飞剑的速度就无法达到极致 没有锐晶法阵的催动 飞剑就不够锋利 就无法造成太大的破坏 在快速思索之间 朱恒宇很快便理清了思路 悬空晶晶的悬空特性 可以完美取代清零法阵 如此一来 飞剑必须的三大法阵 就空出了一个名额 如果朱恒宇想的话 完全可以炼制一个太阳神火阵 使飞剑拥有太阳真火的破坏力 不过很显然 朱恒宇显然不需要太阳真火 就算要炼制 那也一定是炼制炼狱真火的法阵 而不是太阳真火法阵 飞剑加持的所有特性 大都属于法术类的效果 可是朱恒宇已经有了雷结 根本不需要其他的法术类攻击了 面对这空出来的区域 朱恒宇不由地沉思了起来 飞剑之上 可以转刻三道法阵 如今只需要转刻疾风法阵 以及锐金法阵 朱恒宇必须选出第三大法阵 以进行文课 如此一来 朱恒宇的选择 就实在太多了 苦思冥想之间 面对这千百种选择 朱恒宇反倒迟疑了起来 很多时候 太多选择 等于没有选择 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法阵加持上去 似乎都不错 甚至于 加强重力法阵 配合飞剑的特性 也可以爆发出数倍的破坏力 可是 每一种选择 虽然都不错 但却不是最好的 每一种选择 都有特别之处 但却无法碾压其他的选择 而随便选择一种的话 那显然不符合朱恒宇的性格 沉吟了很久 朱恒宇终于停止了思索 既然从增强的角度 无法选择的话 那么 不如反其道而行 从缺陷的角度 想想该如何弥补缺陷 这悬空晶晶炼制的飞剑 几乎是完美无缺的 可是 仔细思索起来 缺点还是有的 仔细想了想 朱恒宇很快 便有所明悟 这柄飞剑 朱恒宇并不打算亲自去炼制 基本上 朱恒宇转刻完三大法阵之后 便会将其交给兵魔重工 由兵魔重工专门派出三名工程师 负责炼制 这柄飞剑 会长期不在朱恒宇身边 如此一来 便会出现一个矛盾 如果朱恒宇要随身佩戴使用的话 炼制便无法进行了 如果要随时保持炼制的话 那么朱恒宇就无法随身穿戴使用了 这个矛盾 几乎是无可调和的 到底是要不断地炼制 不断强化飞剑的威力 还是要随身佩戴 随时使用呢 这对矛盾不解决的话 恐怕这飞剑有和没有 都没什么差别了 要么是因为无法持续炼制 威力有限 要么就是一直在炼制 威力强大 但是用的时候却不在身边 这个矛盾是必须要解决的 而想要解决这个矛盾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炼制一道次元法阵 就可以完美解决 平常的时候 这柄飞剑都可以留在兵魔重工 不断地进行锻炼 要用的时候 只要凭集灵魂锁链 激发次元法阵 便可以开启次元通道 将飞剑召唤到身边 以攻使用 使用完了 再激发次元法阵 将飞剑送回去 如此一来 飞剑就始终保持在 可以使用的状态 并随时保持在运动的状态 没有比这更完美地解决办法了 大脑飞快运转之间 朱衡宇反复地验证住 判断住 在朱衡宇深思熟虑之下 很快便确定了下来 飞剑共要文刻三大法阵 分别是次元法阵 疾风法阵 以及锐金法阵 后两大阵法 没什么好说的 疾风法阵提供推动力 锐金法阵提供破坏力 至于次元法阵 也不仅仅是提供了一条通道而已 这次元法阵如果用得好了 足以让飞剑变得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如果对方试图用盾牌 去抵挡飞剑的话 那完全可以施展瞬移 让飞剑瞬间进入次元空间 再瞬间从次元空间内钻出来 施展得当的话 完全可以透过次元法阵 绕过盾牌 直接攻击对方的本体 施展得够巧妙的话 不只可以平击次元法阵 绕过盾牌 甚至可以穿越墙壁 穿过大山 对重重保护下的目标 进行全力打击 而且 就算飞剑被对方抓住 或是禁锢住 朱衡宇也可以开启次元法阵 瞬间收回飞剑 第4306章轰鸣的雷声 总而言之 这次元法阵 虽然不增加飞剑的威力 是使用得当的话 却可以让飞剑变得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思索之间 朱衡宇甚至有点怀疑 在飞剑的三大基础法阵中 其实锐经法阵是可以被次元法阵替换掉的吧 不是说锐经法阵不够强大 但很显然 次元法阵似乎更加强悍 疑惑的思索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哑然失效 次元法阵 绝对可以让飞剑神出鬼没 威力大增 不过 次元法阵可不是普通的炼气师 可以随便掌握的 作为两大逆天法阵之一 次元法阵可是终极法阵 普通修士 别说炼制次元法阵了 事实上 他们恐怕连次元法阵长什么样 都没看过 朱衡宇不理解那些炼气大师 为什么不选择次元法阵 就好比皇帝不理解那些饿死的平民 为什么不适肉迷 在想通了一切细节之后 朱衡宇终于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悬空飞剑 材料为悬空晶晶 上课三大法阵 次元法阵 疾风法阵 锐晶法阵 有所决定之后 朱衡宇并没有就此停止思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朱衡宇反复进行了上百轮验证 方方面面 各个角度 全部都思索了一遍 确认无误之后 这次最终确定了下来 赞叹地摇了摇头 虽然在这黑暗之中 朱衡宇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 但是 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想完成如此庞大 而又有系统的思索 以及验证 那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 保守估计 也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 耗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朱衡宇终于将飞剑的一切 都想得非常全面 非常周全了 这柄飞剑也许不是最强的 但却已经是此时此刻 最适合朱衡宇的 一旦这柄飞剑炼制出来 肯定会是崩坏战场 有史以来第一柄飞剑 思索之间 朱衡宇收射心神 不再考虑悬空飞剑的事 再继续耗费精神去思索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飞剑的四大要素 材料 以及三大法阵 都已经是无可取代的了 有所决定之后 朱衡宇又进入了茫然状态 不考虑飞剑 可是接下来要考虑什么呢 只思索了一小会 朱衡宇便有所决定 有了飞剑 朱衡宇的战斗体系 便基本上完善了 法术攻击方面 有雷结 物理攻击方面 有飞剑 无论对方是哪种类型的修士 朱衡宇都有手段 能对其产生克制 接下来 朱衡宇要注重考虑的 就是衡宇王国的发展 以及与妖族之间的战斗了 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势 朱衡宇虽然一直在思索 但说实在的 朱衡宇的事情实在太多 太杂 根本抽不出时间 来全面的 详细的 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现在难得有空闲 朱衡宇自然可以放松心情 慢慢地去思考了 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 以及目前所处的局面 朱衡宇开始了全方位的思考 专属思索之下 朱衡宇已经忘却了身外的一切 轰隆 轰隆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滚滚的雷声 自虚空中乍响开来 轰鸣的雷声 将沉思状态的朱衡宇 惊醒了过来 愕然抬头看去 入目所见 一条紫色的雷龙 在漆黑的天地之间 一闪而过 正在朱衡宇 惊异不定的时候 紫色光芒横空而起 下一刻 一道紫色的雷霆 再次横空而过 轰隆 在滚滚的雷声中 朱衡宇只觉得心神动摇 神识一阵恍惚 骇然看住那天穷之上的紫色雷龙 朱衡宇不由地骇然 这是什么 为什么隔着这么远 都能撼动他的神志 正在朱衡宇疑惑之间 那条雷龙再次闪现 滚滚雷鸣声中 那道紫色的雷龙 竟然朝住朱衡宇所在的位置 呼啸住砸落了下来 紫色雷光照耀之下 朱衡宇终于看清楚了周围的一切 朱衡宇第一次发现 他并不是没有身躯 他不但有身躯 而且他的身躯 更是恐怖到了极点 朱衡宇的身躯 乃是一条巨大无比 长达三万里的黑色龙 紫色雷光的照射之下 长达三万里的黑色巨龙 正盘成龙阵 悬浮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此时此刻 那紫色的雷龙 正张牙舞爪的 朝住黑龙的头颅处 劈了过来 而朱衡宇的神念 此刻正在黑龙的石海中 眼看着当头劈下的紫色雷龙 朱衡宇不由的亡魂静茂 刚才只是远远的 在天边乍响了一道滚雷 辩证的朱衡宇心境动摇 亦是恍惚 现在 这道雷霆 竟然朝住朱衡宇所在的位置 当头劈了下来 这还得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记雷霆之下 朱衡宇肯定是要被秒杀当场的 眼看着粗壮的紫色雷龙 一路俯冲下来 一时之间 朱衡宇只能呆呆地看住那条张牙舞爪的雷龙 咕噜噜 就在朱衡宇自认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一阵浑厚的咕噜声 从黑龙的口鼻中响了起来 只见那粗壮无比 长达三万多里的黑龙 慢慢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隙 扯了扯嘴角 那黑龙蔑视地露出了一丝不屑笑意 随后竟然再次闭上了双眼 就在朱衡宇茫然不解之间 一道漆黑的布满黑亮鳞片的龙爪 自虚空中陡然出现 那巨大无比的龙爪 犹如一张天网一般 自虚空中照了下来 不等那紫色的雷龙反应过来 便瞬间跨越了无尽的虚空 一把将那条紫色的雷龙 给紧紧地攥在了手心里 我擦 见到这一幕 朱衡宇不由的目瞪口呆 如此气势汹汹 足以毁天灭地的一条雷龙 竟然被那只布满黑色鳞片的龙爪 瞬间就给降服了 看出那条在漆黑龙爪中 激烈扭动住的雷龙 一时之间 朱衡宇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幅幅似曾相识的画面 对比起来 这雷龙虽然狂猛爆裂 但是和这条巨大无比的黑龙比起来 却什么都不是 如果 把黑龙比喻成渔夫的话 那么这条雷龙 不过相当于一只蚯蚁一般 任他再怎么挣扎 也休想逃脱渔夫双指的禁锢 失了 就在朱衡宇以为 那条雷龙注定再结难逃的时候 那条紫色雷龙奋力挣扎之间 竟然自断其尾 化作一道惊雷 瞬间远去 隐没在了黑暗虚空之中 看住龙爪中 那依然剧烈扭动住的半截龙尾 朱衡宇不由的目瞪口呆 那紫色雷龙 实在太过绝了 它断掉的龙尾 可是占了身体总体积的三分之一还多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瞬间下定决心 并且付诸行动 那雷龙显然也是刚毅果决之辈 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比你的 第4307章圣品 在朱衡宇的注视下 那硕大无比 遮天蔽月的龙爪 只轻轻一合之间 一道道漆黑的魔纹 接二连三的 出现在了那硕大的龙爪之间 一道 两道 十道 百道 足足三千道魔纹 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 在朱衡宇的注视下 三千道魔纹 争先恐后地付诸在了那半截龙尾之上 随后 一道道魔纹 犹如复古之躯一般 像雷龙的尾巴钻了进去 很快 那半截龙尾 便被三千道魔纹 给封印成了一枚传承魔球 只见那硕大无比 遮天蔽月的龙爪一探之间 那枚传承魔球 便瞬间化作一道黑光 飘忽地飞到了朱衡宇的面前 咕噜噜 满意地发出了一阵咕噜声 那硕大无比的黑龙 满意地蠕动了一下身躯 随后再次安静了下来 再无任何反应 这个 面对这一幕 朱衡宇的脑海中 出现了无数个疑问 怎么回事 它怎么会出现在 这只黑龙的石海内 而且 那紫色的雷龙 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个生物吗 可是不像啊 虽然在外形上看 那确实是一条雷龙 龙铃 龙爪 甚至龙角和龙牙 龙身和龙尾 一切的一切 都和龙族一模一样 但如果说它是龙族的话 它的身躯 却并非是血肉之身 而是完全有紫色的雷霆 凝聚而成的 最让朱衡宇忌惮的是 那紫色的雷龙身躯内 波荡住震荡神魂 撕裂灵魂的力量 即便隔着很远 便可以让朱衡宇心惊摇曳 神石眩晕 连思维都为之停顿了 正在朱衡宇茫然不解之间 一道意念波纹 自黑龙的石海核心处 朝朱衡宇涌了过来 接受到那道意念波纹 朱衡宇顿时瞪大了双眼 那紫色的雷龙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杰雷 全盛时期 杰雷拥有毁天灭地 朱仙陆神之神威 不过破灭一战 天崩地裂 天地破碎 杰雷也在天地破碎的时候 遭受了巨大的损伤 其一身的实力 也是十句七八 不复存在之神威 这一次 杰雷此来 原本是找黑龙复仇的 可惜的是 他低估了黑龙的实力 不但复仇不成 反而还被逼住 断尾求生 这断尾求生 可不是随意就可以施展的 每施展一次断尾求生 杰雷都会随机 失去三千雷节中的一道杰雷 此时此刻 杰雷不但舍弃了三分之一的法身 更剥离了一道杰雷出来 从这一刻起 雷节便只有两千九百九十九道杰雷 第三千道杰雷 已经随同断尾一起 被割舍了 而那道断尾中的本源之力 连同一道被剥离的杰雷 被黑龙封印成了传承魔球 送到了朱衡宇的面前 这道杰雷 虽然只是三千雷节中的一道 可即便如此 那也是至高无上的圣级法术 看住面前悬浮的紫黑色传承魔球 朱衡宇内心不由的一阵波动 雷节 是天道下的秩序神龙 掌握着三千劫雷 负责诸杀一切妖魔斜碎之物 三千劫雷齐聚之下 一旦被雷节锁定 便是死死无生 连一线生机都找不到 很显然 这并不符合天道的变化 天道秩序 就好比是下围棋一般 如果用黑白子 将棋盘上的每个空位 都占满了的话 那么整个棋局 便彻底的吓死了 失去了所有的变化 而只要空出一个位置 那么整盘棋立刻就活了过来 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 随便移动一个紫位 就可以产生千万种 甚至亿万种变化 时到现在 雷节的三千劫雷 少了其中的一道 虽然出现了漏洞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给所有杜节的修饰 留下了一线生机 而这一线生机 不但是给予那些杜节的修饰的 其实换个角度看 也未尝不是给雷节自己 给天道本身的一线生机 知不知道 面前这劫雷 到底是三千劫雷中的哪一道呢 三千劫雷和并在一起 便形成了完整的雷霆之道 三千劫雷 每一道劫雷 都有着不同的特质 有轰击天魂的 地魂的 命魂的 有轰击 一破天冲 二破灵慧 三破气 四破力 五破中枢 六破金 七破阴 这七破的 还有轰击修饰精神的 轰击修饰肉身的 每一道雷节 都有着不同的特性 可以对不同的修饰 造成不同的伤害 无论你修炼的是哪一门 哪一法 都有专门的一道劫雷 可以把你磕得死死的 只有超脱出天地之外 所谓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圣境大能 才可以不被劫雷所克制 不过 不被克制 不代表一定可以战胜雷节 不然的话 那雷节也不会千里迢迢 跑来黑龙这里找死了 思索之间 朱衡宇右手一看之间 抓起了悬浮在面前的传承魔球 一拿起那传承魔球 朱衡宇变猛的一乐 原本 在朱衡宇看来 这颗传承魔球 应该就是之前 他从皇室宝库 第五层中得到的那颗传承魔球 但没曾想 一将面前悬浮的传承魔球 拿在手中 便发现此魔球 非比魔球 这颗传承魔球里封印住的 是一条暴虐无比 疯狂扭动住的截雷本源 而皇室宝库中得到的传承魔球 却一片迷茫 根本感受不清楚 稍微一思索之间 朱衡宇很快便找到了答案 很显然 皇室宝库内发现的传承魔球 其实只记载了一道讯息而已 那颗传承魔球唯一的功能 就是将朱衡宇的神念 穿越时空 带到黑龙的面前 此时此刻 朱衡宇面前的这颗传承魔球之内 封印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截雷 感受着那疯狂扭动住的截雷之力 朱衡宇不由地长吸了口气 这截雷之力 虽然暴虐无比 但是好在 它不过是雷结的一条断尾而已 这条尾巴中 并无神念和意识 因此 练化起来虽然非常艰难 也肯定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好在 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才对 只要拿出铁杵磨成针的耐心 做好水滴石川的心理准备 早早晚晚 都会将这道截雷 给彻底练化的 朱衡宇不敢怠慢 朱衡宇并不知道这里的时间 与它所在的时空之间 到底成什么比例 万一时间的流逝速度 是一样的话 那么一旦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太久的话 那么回去后 恐怕魔阳族都已经被灭掉了 因此 第一时间拿起了那颗传承魔球 全力炼化了起来 嘖嘖 滋滋 嘶嘶 一道道轻微的嗡名声中 那剧烈扭动的龙尾之上 不断放射出一道道紫色的电弧 朱衡宇不敢直接去汲取 吸收那剧烈扭动的 龙尾上的截雷之力 全神贯注之下 朱衡宇不断地捕捉着 那龙尾放射出的一道道电弧 虽然每次 只能捕捉到绣花针长短 比发丝还要细得一小缕电弧 但要知道 这可是截雷之力的本源之力 汲取并吸收了这些本源之力 种下了截雷的种子之后 朱衡宇便可以拥有三千截雷之一 那可是圣品的至高魔法 第4308章雷龙断尾 嘖嘖 轻微的嗡名声中 一丝截雷电弧 被朱衡宇瞬间捕捉 汲取进了自己的石海之内 随着那丝电弧进入朱衡宇的石海 一道剧烈的雷鸣声中 一道横跟三万多里的紫色雷霆 从朱衡宇石海内 天穹的东北方腾空而起 一直向着西南蔓延 彭扶整个天穹 裂了一道缝隙一般 感受着天穹上 那一丝截雷本源 朱衡宇不由地叹为观止 来不及多想 朱衡宇凝聚起心神 开始感应了起来 三千截雷 分别克制三千大道 朱衡宇很想知道 他所获得的截雷 到底是三千截雷中的哪一截 这一道截雷 克制的又是三千大道中的哪一道 在朱衡宇小心翼翼的操控下 朱衡宇的神魂 朝着石海的天穹蔓延而去 轰隆 咔咔咔 又是一道截雷的电弧 被汲取进了石海之内 紫电横空 截雷之力 自朱衡宇的天灵处 灌顶而入 同时 朱衡宇弥漫在整个天际的神魂 也准确地捕捉到了那一道雷霆中 所蕴含的截雷之力 众所周知 仍有三魂七魄 三魂分别是天魂 地魂 以及命魂 七魄分别为 一魄天冲 二魄灵慧 三魄为气 四魄为力 五魄中枢 六魄为金 七魄为音 在朱衡宇的探测之下 截雷所剥离出来的这一道截雷 正是三千截雷中 轰击第六魄的截雷 六魄为金 这个金就是精神的金 精力的金 而所谓的精力 其实就是精神的制和量 赞叹地感受住 那道克制精神力的截雷之力 朱衡宇不由兴奋地大笑了起来 精神力 是地人的第六魄 一旦精神力遭受轰击 轻则投欲目眩 重则昏迷 简单说 如果把人类的灵魂 比作是一台引擎的话 那么精神力 就是这台引擎的油 没有精神力推动 灵魂是无法运作和思考的 而身为修士 一旦精神力枯竭 也必然会陷入昏迷当中 具体到战斗中的话 一旦被这道六魄节雷轰重 则对方的精神力 会遭受剧烈的冲击 被轰击的目标 会陷入短暂的眩晕状态 如果双方实力差距过大的话 甚至会瞬间击溃对方的精神力 直接使对方精神溃散 瞬间猝死 另外 由于这截雷 是直接轰击精神力的 因此 这击六魄节雷 对那些妖精鬼怪 是有着特效的 所谓的妖精鬼怪 指的是那些没有实体 完全由能量 以及精神力 灵魂力 凝聚而成的特殊存在 因为没有实体 因此对于这剂 直接轰击精神力的劫雷 便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在对上普通生命体的时候 这剂劫雷 可以爆发出正常的伤害 但一旦对上鬼魅 精怪之类的存在时 不但可以无视防御 更可以爆发出十倍的破坏力 鬼魅精怪 最害怕的 就是这种直接轰击精神力的劫雷 同境界之下 一剂六魄节雷下去 瞬间就可以将对方 轰得支离破碎 散成漫天的云烟 当然 朱衡宇暂时了解到的一切 还很片面 浅薄 真正想知道 这剂六魄节雷的威力 还是要在实战中测试过 才能有一个更加清晰 更加准确的判断 一道道电弧 不断地从那条雷龙的断尾上散移而出 被朱衡宇敏锐地捕捉 并且汲取进十海之内 进行炼化 那条雷龙的断尾 巨大无比 散移出千百道雷弧 可其体积 却丝毫不见缩小 不断吸收这一道道雷弧 朱衡宇不由地暗暗注击 这都吸收了三千多道电弧 已经初步凝聚出一道劫雷了 可是放眼看去 传承魔球内封印住的雷龙断尾 却不见丝毫地缩小 如果这么一道一道的电弧吸收下去 那不知道要多少年 才可以将这条劫雷的断尾 给全部吸收掉 暂时来说 这根本无法进行估算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那绝对绝对不是十年八年之内 就能吸收掉的 当然 朱衡宇也不是没想过 直接吞噬掉雷龙的断尾 并且将整条断尾直接消化吸收掉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那条雷龙虽然在黑龙的面前 身材看起来非常娇小 秀气 但事实上 雷龙的体长也达到了三千多里 足有黑龙的十分之一了 即便断尾只有一截 纵横足有八百里的长度 朱衡宇怎么去吞 怎么去吸收 老话说得好 贪心不足舍吞象 可是对比而言 朱衡宇这都不叫舍吞象了 这是蚂蚁要吞大衫啊 朱衡宇根本没那么大的嘴巴 也没那么大的胃口啊 当 当 当 正暗暗交集之间 一道道悠扬的钟鸣声中 一尊悬色鼓中 破碎了虚空 出现在了朱衡宇的面前 在朱衡宇兴奋的注视下 那硕大的悬色鼓中 迅速膨胀开来 只几夕的时间里 那悬色鼓中 便化作了一道纵横三千里 遮天蔽日的庞大鼓中 那半截雷龙的断尾 瞬间就被照入了悬色鼓中之内 一口吞掉了半截断尾之后 那悬色鼓中晃了一下 随后又迅速变小 几夕时间之后 那悬色鼓中 再次缩小到了拳头大小 划破了虚空 不知去向了 这个 见到那半截断尾 竟然被悬色鼓中抢跑了 朱衡宇不由的一阵发愣 不过很快 朱衡宇就回过神来 那悬色鼓中 现在就封印在自己的肉身之内 此时此刻 悬色鼓中应该已经 将那条雷龙断尾 给带回自己的时空了吧 正在朱衡宇思索之间 黑暗的虚空一阵震荡之间 朱衡宇只感觉脑袋一阵眩晕 就在朱衡宇失去意识前的一瞬间 一道雄昏又沧桑的声音 在脑海中回荡了起来 陆姊妹是无辜的 不要冤枉她 不要错过她 听着那道无比熟悉 又无比陌生的声音 朱衡宇不由的一愣 不过很快 朱衡宇便眼前一黑 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当朱衡宇再次从昏迷中醒来 恢复知觉的时刻 已经回到了密室之中 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朱衡宇好一会 才终于回过神来 下一刻 朱衡宇猛地想起了什么 第一时间收射心神 进入了石海之中 石海的天穷之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已经是乌云密布 狂风呼啸了 整个天穷之上 所有的乌云 都围绕着正当空的位置 缓缓地旋转住 一眼看去 整个天穷上的乌云 形成了一道巨大无比 遮蔽了整个石海天空的 巨大无比的云雾漩涡 轰隆 轰隆隆 一道惊天动地的雷鸣声中 千百道紫色的雷霆 轰然从云雾漩涡中蔓延而出 沿住漫天的云雾 一路蜿蜒扭动 只一眨眼的时间里 整个天穷便尽数被千百道紫色的雷霆所遮蔽 坐立在大地之上 朱衡宇仰望着苍穷 脸上布满了笑意 此时此刻 那尊悬色谷中 正高高地悬浮在石海天穷的正当空 那遮蔽了整个天穷的乌云漩涡 正是那尊悬色谷中所搅动出来的 此时此刻 那悬色谷中 每过一段时间 便会一股脑地释放出三千道雷霆 这三千道雷霆不是别的 正是那巨大的 横跟八百多里的雷龙断尾中 释放出来的电弧 那悬色谷中显然代替了朱衡宇 主动帮他炼化那道雷龙断尾 汲取并吸收断尾中的劫雷力量 如此一来 可就帮朱衡宇节省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欣喜地点了点头 确定悬色谷中 确实在帮助自己 炼化那条雷龙断尾之后 朱衡宇终于可以放下这件事 将精神用在其他方面了 第四千三百零九章炼制 朱衡宇慢慢睁开双眼 脸上竟是满足的笑意 此刻 朱衡宇面临两大选择 第一大选择 就是继续保持闭关状态 将那柄悬空飞溅 给炼制出来 然后再破关而出 第二大选择 就是立刻解除闭关状态 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状况 朱衡宇这次炼化 那传承魔球 不知道消耗了多久 如果朱衡宇这次 在那黑暗的空间中 消耗的时间过久的话 那么 外面的衡宇王国 很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一个不好 甚至有可能造成 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朱衡宇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他的战斗体系 还是不够完整 在成功炼制玄空飞溅之前 朱衡宇是不能出关的 否则的话 只要出了关 便有着处理不完的攻势 再等他处理 作为一个魔王 身为异国之主 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一旦出关了 便很难再找到足够的时间 进行闭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即便外面发生了什么变故 朱衡宇也很难靠个人力量去扭转 该下放的权力 朱衡宇都已经下放了 有那三千多万精英在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的话 那即便朱衡宇出关 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而一旦错过了这次的机会 朱衡宇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抽出时间 来炼制这柄玄空飞溅了 有所决定之后 朱衡宇不再迟疑 右手一翻之间 从冰黄手环内 取出了那块巨大无比的玄空晶晶 随后 朱衡宇咬破手指 用烟红的鲜血 在那高三米多 直径两米多的 硕大无比的玄空晶晶上 描绘着一道道魔纹 老话说得好 所谓食指连心 咬破右手食指之后 在朱衡宇的催动下 心头筋血 沿住血脉 骨僵地从食指的伤口中 流淌而出 嘶嘶 轻微的摩擦声中 朱衡宇用染满鲜血的食指 不断地在玄空晶晶上 描绘出了一道道魔纹 仔细看去 朱衡宇的鲜血中 赫然加砸住一道道微弱的 紫色的电芒 很显然 朱衡宇的血液中 已经混杂了一部分截雷本源 这部分截雷本源 还来不及吸收 只是混杂在血液中而已 这些混杂在血液中的截雷之力 结合着血液中的血能 在玄空晶晶之上 烧灼出了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 见到这一幕 朱衡宇大感意外 不过 时间如此紧迫 他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仔细研究这些事情 截雷之力的本源 虽然因此会浪费一些 是对比起横跟八百多里的雷龙断尾 这点浪费不算什么 在截雷之力的烧灼之下 等于是朱衡宇驾驭住截雷 在炼制法器 截雷帮忙炼气 这么好的事 只有朱衡宇 也只有现在 才能享受了 一旦朱衡宇将所有的截雷本源 吸收完毕 他的血液中 就不可能夹杂住截雷之力的本源了 到了那个时候 再想这么炼气 也一点可能都没有了 朱衡宇快速地挥舞着手指 烟红的鲜血 不断在玄空晶晶之上 描绘出一道又一道的摩纹 在雷洁之力的烧灼之下 那鲜血很快便炼入了 玄空晶晶之内 随着不断的炼制 渐渐地 朱衡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和这块玄空晶晶之间 似乎建立了一种 若有若无的联系 血炼 没错 这就是血炼之道 被血炼过的法器 其他人是无法使用的 以鲜血为瘾 只有法器的主人 才可以驾驭和驱动 就算别人拿走了 根本无法驱动这件法器 次元法阵 疾风法阵 锐经法阵 很快 三大法阵的符文 被朱衡宇一挥而救 放眼看去 高三公尺多 直径两公尺多的 巨大悬空晶晶表面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三大法阵 每道法阵 都有一千道摩纹 三大法阵加起来 一共是三千道摩纹 整块悬空晶晶表面 被三千道符文 占得满满的 连一寸的空白都没有留下 连续绘制了三千道摩纹 朱衡宇的精血 也耗费殆尽 在湿血过多的情况下 朱衡宇的面色 已经变得煞白无比了 不过好在 朱衡宇这次皇室宝库之行 收获丰盛到了极点 信念一动之间 朱衡宇从冰皇手环之内 取出了一根血身 这根血身 没有人知道 它到底存在了多少年 当初朱衡宇 获得这根血身的时候 它是被装在一个 竹边的药篮之内 那药篮 虽然外表看起来 小巧玲珑 但 那药篮内部 却布满了空间拓展符文 药篮内部 足有纵横十公尺的空间 药篮之内 凌空悬浮着一条血身 药篮内壁之上 依照东西南北中 分别镶嵌住五块五行零石 其中 北面镶嵌住水系五行零石 南面镶嵌住火系五行零石 东面镶嵌住木系五行零石 西面镶嵌住金系的五行零石 至于正下方 竹篮底部 正中间的位置上 则镶嵌住一块土系的五行零石 五块五行零石 共同布下了五行眼花大阵 五块五行零石 不断散发出金木水火土 五行能量 滋润竹篮症中心处 那凌空悬浮的血身 那血身的主体 已经长到了一米多高 粗壮的血身下端 延伸出了三千条 细如发丝的根须 这血身最大的功效 就是化身血肉 治疗肉身的损伤 和普通的人身不同 这血身又被称为竹身 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因为血身的根须 犹如竹节一般 分为若干节 使用的时候 不需要伤害血身的本体 只要取下一节根须 便可以入药 或是炼丹了 传说中 拥有一根血身 便等于拥有了千万根血身 不过 通常而言 传说中的血身 都是只有九条根须 每条根须 最多可以长出八十一节 可是朱衡宇从皇室宝库内 得到的这枚血身 却足有三千条根须 每条根须 都分为三千节 若不是这血身 已经用特殊手段处理过 无法诞生出灵质的话 恐怕 这血身早已经成精了吧 朱衡宇折下一段血身根节 丢入了口中 一股赤热无比的热流 自朱衡宇的丹田处 朝着四肢百骸蔓延而去 原本亏损的精血 只一瞬间就被补足了 朱衡宇不敢怠慢 看了看手指上 那伤口已经愈合了 这血身 治疗肉身的损伤 实在是神效 只这么短的时间里 朱衡宇手指上的伤口 便已经彻底愈合了 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朱衡宇手指下